直到精疲劲 还是明白呢 因此就写下警戒自己 姓姚 傅玉言 明马忠悉 汉武帝时 吉岸使河南 角至发宿 归孔朱 位上 先过东郭先 申求策 先申曰 无草野彼人 知智未何物 亦知矫智何罪 无可 亦遇子者 摩以 敢以无忠事已告 无有妇 未及时 佐诸母至内事 侠则窃听诸母谈 闻南居士士盛兮 心意怅然以悦 及闻禅欲之间 则 污然而退 思语曰 诸母之我窃听 狂我耳 是有事焰 即 而是之禅子 身能胜依 能举欲 气延延仅相属 虽与之居 福克运 父亦未安产欲之间 亦以前诸母言未某 禅子死 父入通都 在 是美少 亦甚妾 于岁而任 将免之前其 父隐隐然痛 父心计 呼 亦当是 走是禅 便寇是傲之 长担子者 而求免焉 是傲之其余也 七 五之曰 依可投 比有记可以夺胎也 或曰 乌可 比有树可以 换死也 或曰 南山有血 其身叵测 木叶前盾其中 可避也 或 曰 东海有药 其名长生 扶之时宜 可免也 复之其待也 迎一 而依据 求乌 而乌达 驱南山 则离或据于虎豹 投东海 则捧来 祖于交 顾有居于 熏世焉 岁窜入出 居三日 而痛月居 将岁免者 且记穷已 乃复出 偶灵妇生子 发胃躁 母子聚无恙 复 欣然网问之 灵妇曰 如敬吃焉 古称 未有学养子 而后嫁者 如驾 乃 乃仙养子之道 而云云呼 誓之人死于 产者亦多 以 产而死则私命 幽存 又可免呼 乳未死 何莫寡居 以必试 而乃仁 乳在教也 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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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有 继任 而未产者 耶 父乃难然而归 身子亦无恙 此 未必 岸出户 四驾而朝 选字 从书及成 本 东田及 汉武帝时候 即岸出使河南 假传皇帝的照开仓发 回后怕犯 投之罪 赶去朝皇帝 先去东郭先生那讨教免罪的计策 先生 道 我是一个乡下老 懂得照是魔东西 也懂得假传照该当 何罪 因此没有魔可以告诉你的 这样吧 举一件我乡的事情告诉你 我们乡有一个妇人 没有出嫁的时候 帮着姑婶做点家的杂事 空下 常偷听他们的谈话 听到他们谈些男同房的事 耳朵一字 心 免也舒畅向往 但是听到他们谈到生孩子的艰苦 免又高兴 愿 听下去 私下同鼻 姑姑 婶婶知道我偷听 故意骗骗我 世界上 真有生孩子那么苦魔 久出嫁给同乡的一个亲 身体虚弱 好像 衣服也惊奇 羽毛也举动 只剩一口气 同他结婚好几 没有能 够怀孕 这位妇人既然没有经过生育的苦 越发以为以前姑姑 神神的话 是错的 过多久 这个体弱的亲死 妇人去大城市 再嫁给一个 美少 心很满意 到依旧怀孕 到快要分娩的前夕 觉得肚子 隐隐然发痛 心害怕 忽然想起当听到的话 跑去市场店铺地方 一个一个去请教生过孩子的父们 请他们教他免去生育孩子的办法 这 一些人知道他傻 欺负他 可去找医生 他们有药可以打胎 一个 可去求神屋 他们有法术可以逃免死亡 又一个 南山有个 身得无法测 你趁黑夜去躲在面 可以免去生育 又一个 东海有药 名叫长生 福吃饭时 可以生育 这位父 人知道这些话都是骗他的 去找医生 医生拒绝他 去求神屋 神屋 踩他 跑到南山 想躲进草莽 却受到虎豹的拒挡 投奔东海 想登上棚 来神山 却受到交的阻拦 最后只有地窖 可以容身 盲蝶的钻进去 躲在面出 待三天 肚子越越痛 好像胎儿就要生出 自 挤的办法也穷尽 只好再出天日 正巧邻居的人生孩子 婴儿刚 出事 头发还没干 母子都很健康 这位妇人高高欣欣去讨教 避免生育苦 处得好办法 灵妇 你真是吃透 古话 哪有先学养儿子 再去 出嫁的 你嫁都嫁 难道还知道儿子该怎么生吗 世上的人死于生 孩子的多 就是因生孩子而死也是命中注定 又逃的吗 你既怕死 为魔手一辈子寡 却要怕人骂儿再嫁呢 你算吧 你算吧 是 上哪有怀胎又怕生出的呢 这位妇人听觉羞愧难当 回到家 生下孩子 平安无事 东郭先生的故事没有完 急案就退出门去 急急的等急马 急上朝向皇帝报告 前博成 积山书愿尊经阁记 明王守人 经常道也 其在于天位之命 其父于人位之信 其主于身位之心 心也 信也 命也 意也 通人物 达四海 天地 更古今 无有乎福 据 无有乎福同 无有乎获辩者也 是常道也 其应乎感也 则为侧隐 为修 为慈让 为是非 其余是也 则为父子之亲 为君臣之义 为 夫妇之别 为长幼之婿 为朋友之信 是侧隐也 修也 慈让也 是非 也 是亲也 亦也 序也 别也 信也 亦也 皆所谓心也 信也 命也 通人物 达四海 天地 更古今 无有乎福聚 无有乎福同 无有乎获 辩者也 是常道也 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焉 则为之 以言其济刚正式之师焉 则为之 书 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 则为之 诗 以言其调节文之者焉 则为之 以言其欣喜和平之身焉 则为之 以言其成为邪政之辩焉 则为之 春秋 是阴阳消息之 也 以至于成为邪政之辩也 亦也 皆所谓心也 信也 命也 通人物 达四海 天地 更古今 无有乎福聚 无有乎福同 无有乎获便者也 夫世之未经 经者非他 无心之常道也 故 也者 至无心之音 阳消息者也 书 也者 至无心之济刚正式者也 诗 也者 至无心 知歌咏性情者也 也者 至无心之调节文者也 也者 至 无心之心喜和平者也 春秋 也者 至无心之成为邪政者也 君子之余 今也 求之无心之音阳消息而食焉 所以 尊 也 求之无心之计 刚正式而食诗焉 所以 尊 书 也 求之无心之歌咏性情而食发焉 所以 尊 诗 也 求之无心之调节文而食着焉 所以 尊 也 求之无心 知心喜和平而食生焉 所以 尊 也 求之无心之成为邪政而食变焉 所以 尊 春秋 也 盖 习者 圣人之福人及 优厚事而树今也 由之父家者之父祖 律其 产业库藏之机 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 促困穷而无以自权也 而寄及 其家之所有以遗之 使之是守其产业库藏之机而享用焉 以免于困穷之患 顾经者 无心之计即也 而经之时 则聚于无心 由之产业库藏之时 机 种种色色 聚存于其家 其计即者 特名目而已 而是知学者 知求经之时于无心 而图考于影响之间 牵制于文艺之末 坑坑然 以为是经已 是由父家之子孙 勿守是享用其产业库藏之时机 日宜 旺散失 置于巨人盖夫 而由萧萧然指其寄即 约 私无产业库藏之机 也 何以于是 呜呼 经之学 其名于是 非一朝一夕之故以 上宫 重邪 世卫经 习训谷 传记诵 梅雨浅文小 以图天下之耳目 世卫武 经 耻淫词 静诡辩 世间心道 逐世段 而由自已为通经 世卫贼 经 逝者 使并其所谓 寄即者而歌 弃毁之以 父之所以 为尊经也呼 岳臣就有 积山书院 在卧西港 荒废久矣 郡守为南南军 大吉 浮阵于明 则凯然道 墨学之之 将进之以 圣贤之道 于是使山 应无君 迎书院而一心之 又为尊经之 隔于其后 约 经正则数明心 数明心思 无邪特矣 隔成 请语一言 以审多事 语计或词 则未计之事 无 忽 是知学者 得无而求诸其心焉 其亦数忽之 所以为尊经也已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王文成功全书 经是永恒变的真 他在天称为 命 禀赴于人称为 性 左 为人生的主宰称为 心 心 性 命 是一个东西 他沟通人与物 变 即四海 冲天地之间 贯通往古今 无处存 无处是同样 无处 可能改变的存在 所以他是永恒变之道 他表现在人的情感 是侧 隐之心 修之心 谦让之心 是非之心 他表现在人际关系上 是父 子之亲 君臣之义 夫妇之别 兄弟之婿 朋友之性 因此策隐心 修耳 心 谦让心 是非心 也就是亲 义 婿 别 性 是同样一件东西 都 是心 性 命 这些都是沟通人语物 普及四海 冲天地 贯穿古今 无处存 无处相同 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 即永恒变之道 这永恒 变之道 用以阐述阴阳甚衰的运 称它为 用以表明济刚正 诗的诗 称它为 书 用以传达歌 永性情的感发 称它为 诗 用以显示体统一节的表征 称它为 用以宣泄 欣喜和平的跃动 称它为 用以辨别 真假邪症的标准 称它为 春秋 因此因 阳胜衰的运 以至于真假邪症的评价 同样是一个东西 都是心 性 命 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 普及四海 冲天地 贯穿古今 无处存 无处相同 无处可能改变的真 为其如此 所以称为经 经是别 的 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便知道 因此 这部经 是祭我们内心的因 阳胜衰的经 书 这部经 是祭我们心中的 即刚正式的经 诗 这部 经 是祭我们心中的 歌咏性情的经 这部经 是祭我们心中的体统 一节的经 这部经 是祭我们心中的 欣喜和平的经 春秋 这部 经 是祭我们心中的 真假邪症的经 君子的对待经 查心中的阴阳神 衰而始之即时运 这才是尊重 查心中的 即刚正式而始之即时 诗 这才是尊重 书 查心中的歌咏性情 而始之即时感发 这才是 尊重 诗 查心中的体统一节 而始之即时表 这才是尊重 查心中的心习和平 而始之即时跃动 这才是尊重 查心中的真 假邪症 而即时的变明 这才是尊重 春秋 大抵古代圣人的 匡扶人间正道 担心后世的 颓败而注数经 正如同 富家的上衣被 担心他们的产业 和库藏中的财富 到子孙首会被遗忘散 诗 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 因而记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 的帐木而以给子孙 使他们能勇士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下 用 以避免贫困的 所以经 是我们内心的账本 而经的实际内 荣 则具备在我们内心 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 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 都存在家 那账本 过记下他们的名称屏幕吧 而是上学经 的人 懂得从自己的心去探求经的实际内容 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 仿佛的行机之中去探 居守于文字迅古的戏之末节 彼得以为那些久 试经 这正向富家的子孙 置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时 既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 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 却还要小小的指着账本 道 这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 同这有模样 爱 精知 学 他的显扬于人世 是一朝一夕的事 众事公 重奉谬 这 叫做小经义 学一点文字迅古 教授张背诵 呈现于浅薄的知和所 谢的解 以掩蔽天下的耳目 这叫做五曼经文 肆意发表放荡的调 陈鬼便以取胜 文是其邪的心术和悲的位 持陈世间以自高身假 而还自命为通小经 这叫做残害经书 像这样一些人 简直是所谓账 本都割气废掉 哪还知道魔教做尊重经呢 月城过去有姬山书院 在沃西港 荒废已久 知府为男人难大吉 君 在志明镇之辖 及凯然痛惜晚静学风的颓败 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 道 于是命山因县无垠军 扩大书院使之一新 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 之后 道 经学归于正途 则百姓就会正发 百姓正发那会犯罪作 尊经阁臣 邀我写一篇文章 以小玉广大低势子 我记推辞 调 为他写这篇记 爱 世上的书人 掌握我的主张 而求于内心 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尊重经的 何满子 益文 明王守人 为正德四秋月三日 有牧云自经者 知其名是 邪义子 易仆 将之刃 过场 投诉土苗家 与从离间望之 应与昏黑 欲旧问讯 事 过 明早 遣人掺之 以以 宝武 有人自无功颇云 一 人死颇下 放人哭之哀 宇曰 此壁目死已 伤灾 伯目 富有人云 颇下死者二人 放一人作探 寻其 则其子又死已 明日 富有人云 颇下 鸡尸三烟 则其仆又死已 乌乎伤哉 其故无主 将二童子 持本插网一只 二童子有难色然 宇曰 其 无语而 有彼也 二童 敏然 替下 请网 就其 帮山路围三坎 埋之 宇曳之机 犯三鱼 皆欲替替而告之曰 乌乎伤哉 义何人 义何人 乌场义成 于遥往守人也 乌语而皆 中土之产 乌之而俊义 而乌卫乎 卫滋山之鬼乌 古者众去其乡 由 幻于迁 无以篡竹而此 以也 尔亦赫孤乎 闻尔观 木耳 凤 能武斗 尔七子公根可有也 乌卫乎以武斗而尔七尺之躯 有足 尔亦以尔子予扑乎 乌乎伤哉 尔臣子武斗而 则已欣然就道 乌卫 忽无 佐望耳容促然 盖任其忧者 夫冲茂雾 班园崖壁 万峰之顶 姬可顿 筋骨疲惫 而幼障 立清其外 忧欲攻其中 其能无死忽 无故之耳之必死 然为是其诉 又为耳子耳扑义 巨然掩乎也 皆耳自取 为之何哉 无耳三谷之无依 而亦耳 乃是无有无穷之创也 无乎痛哉 纵耳意 优雅之乎成群 因贺之辉如 亦必能藏耳于父 至久耳 耳既已无知 然无贺 能为心忽 自无去父母相国 而此 三矣 仗独耳苟能自全 以无畏 长一日之七七也 经悲伤此 是无畏耳者重 而自卫者清也 无义父 为耳卑矣 无畏耳歌 耳听之 歌曰 风济天兮 非鸟通 游子怀相兮 莫 知兮东 莫知兮东兮 为天则同 玉书方兮 环海之中 达观随玉兮 西闭与宫 魂兮魂兮 无悲以动 幼歌以味之曰 与耳皆相土之兮 满知人言与相知兮 性令可 其 无垢死于之兮 耳子扑从于兮 无语耳熬以兮兮 参子标而成文 吃兮 灯望故乡而须兮兮 无狗或生归兮 耳子耳扑上耳随兮 无以无履 为悲兮 道旁之种兮 多中土之兮 相语呼啸而徘徊兮 参风影 无耳机兮 朝有迷 墓园与七兮 耳安耳居兮 无谓立于兮兮兮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王文成功全书 在大明镇的四秋季 某月初三日 有一名墓从今到这 知 他姓圣明谁 身边带着一个儿子 一个仆人 将要上任 过场 投诉 在一户苗族人家 我从里把中间望他 当时英语昏黑 想靠近他打听 方的情况 没有实现 第二天早晨 派人去探视 他已经走 近五时刻 有人从无公坡那边 有一个人死于坡下 旁边人哭得很伤心 我 这一定是穆死 可悲 那 傍晚 又有人 坡下死 个人 旁边一人坐着叹息 问明他们的情 方知他的儿子又死 第二天 又有人 看到坡下堆三具尸体 那么 他的仆人又死 爱 人伤心 想到他们的尸骨在荒野 无人认 于是我就带着个童仆 拿 这本机和铁锹 前去埋葬他们 明童仆脸上出为难的情绪 我 爱 我和你们 本像他们一样 明童仆明的躺下眼 要求一 起去 于是在旁边的山脚下挖三个坑 把他们埋 随即攻上一只鸡 三晚饭 一面叹息 一面着眼鼻涕 向死者寄告 爱 悲伤 你是魔人 魔人 我是此的场意的一臣 鱼瑶 王守人 我和你都生长在中原地区 我知你的家乡是何郡何县 你为 魔要做这座山上的鬼魂 古人会轻的开故乡 外出做官也 超过千 我是因为放而辞的 所应当 你又有魔罪过而非 可呢 听你的官职 仅是一个小小的木而已 心奉过五豆米 你 这婆孩子亲自种田就会有 为魔镜用这五豆米换去你堂堂七尺之 屈 又为魔还觉得够 再加上你的儿子和仆人哪 哎呀 太悲伤 你如真正是为这五豆米儿 那就应该欢欢喜喜地上 为魔我做 天望你 天望你皱着额头 面有愁容 似乎承受其那深重的忧虑呢 衣上长帽着雾气水 攀圆悬崖峭壁 走过万山的风顶 即可 筋骨疲惫 又加上杖力轻其外 忧郁功其中 难道能免于一死吗 我固然 知道你会必死 可是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 没有想到你的儿子 你的仆 人也会很快地死去哪 都是你自己找的呀 还他磨呢 我过世 你们三具尸骨磨所归一才埋葬吧 却是我引起无穷的感创 爱 悲 痛哪 纵然葬你们 那幽暗的山崖上狐狸成群 因深山谷中粗儒的 毒蛇 也一定能够把你们葬在腹中 置长久的 你已经没有一点之 绝 但我又怎能安心呢 自从我开父母之乡到此的 已经三个头 尽障独而能勉强保全自己的生命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一天怀有忧期的情 叙纳 今天忽然如此悲伤 乃是我为你想得太重 而为自身想得很轻纳 我应该再为你悲伤 我为你唱歌 你请听着 我唱道 绵的山峰高阶云天那 飞鸟 通 怀家乡的游子那 知西东 知西东那 顶上的苍天却一般相同 地方纵然相隔甚远那 都在四海的环绕之中 想得开的人儿到处为家 有 何必守住那旧居一栋 魂啊 魂啊 要悲伤 要惊恐 再唱一支歌安慰你 我与你都是相背景的苦命人啊 蛮人的语言 谁也听懂 性命没指望啊 前程一场空 假使我也死在这地方那 请待 这你自你仆景相从 我们一起遨游同西系 其也无穷 驾玉子色乎 沉坐五彩 登高望顾香那 放声叹息 常悲痛 假使我有幸能生还那 你 上有儿子 仆人在身后随从 要以为无伴侣那 就悲悲 常哀痛 到旁 多哭肿那 中原的游魂卧其中 与他们一起呼啸 一起散步 从容 参 清风 尹甘那 莫愁饥饿 附中空 弥朝未有啊 到晚间再与元侯其一 安心守分居目中那 可要变成厉鬼村村债债 逞凶 徐培君 宋宗伯乔白言旭 明王守人 大宗伯白言乔先生将知难兜 过阳明子而论学 阳明子曰 学贵专 先生曰 然 欲少而好意 时望未 请望 媚 目无改观 耳无改听 改一而屈香之人 三而国中莫有语当者 学贵专哉 阳明子曰 学贵经 先生曰 然 欲掌而好文词 自 自而求焉 而揪焉 严重使 何百事 盖使而西 寄于颂堂 中焉进入 于汉位 学贵经 展 阳明子曰 学贵正 先生曰 然 欲中而 好圣 好圣贤之道 亦无悔焉 文词无愧焉 无魔所容心 以 子亦为西 阳 明子曰 可哉 学意则未知学 学文则未知学 学道则未知学 然而其 归远也 道 大也 外是荆棘之息 先刻达以 事故专于道 思谓之专 经于道 思谓之经 专于意 而专于道 其专也 经于文词 而经于道 其经辟也 夫道广以大以 文词既能于是呼出 而以文词既能为者 去道 愿意 事故非专则能以经 非经则能以明 非明则能以臣 故约为 经为一 经 经也 专 义也 经则明以 明则臣以 事故明 经之位 也 臣 义之积也 一 天下之大本也 经 天下之待用也 知天地之化 欲 而旷于文词既能之 莫乎 先生曰 燃灾 雨将终身烟 而毁其晚 也 杨明子曰 起灾 公卿之讲学也 久矣 习者为武功 九十儿 由赵 于国人曰 无以貌 而弃雨 先生之伴于武功 而功可备之也 先生其 溃于武功 灾 某也 敢忘国 事之交警 选字 四部 从 刊 本 王文成功 全书 礼部上书 乔白 眼先生将往南兜 到我处来论学 我说 学贵专 乔先生说 对 我少时喜欢下棋 于是时之位 上床想睡 眼睛 看别的 耳朵听别的 由此而在 衣内压到 全城的人 三中国内媒 有 可以和我对抗的 学果真是贵专的呢 我说 学贵经 乔先生说 对 我长大后喜欢辞章 于是字字推敲 搜求 研究各种史传 考 和诸子百家 由此而使则追踪于唐宋 终又深入于捍卫 学果真贵经的 那 我说 学贵阵 乔先生说 对 我终时喜欢圣贤之道 对 下棋我后悔 对词章我惭愧 我对他们都在在心 您以为怎样 我说 学下棋也叫做学 学词章也叫做学 学道也叫做学 结果 大一样 道就像大 此外是荆棘 从生的小 就难以道达大 所以 专于道才算得专 荆于道才算得荆 只是专于下棋 而专于道 这种专成为臣免 荆于慈章而荆于道 这种荆成为癖好 讲道道可 是又广又大 慈章何忌能虽也从道中来 但只以慈章何忌能脉 离开 道就远 所以非专能经 非经能明 非明能臣 所以 书 大与魔 说为经为一 经 精粹的意思 专 专一的意思 经然后 明 明然后成 所以明是经的体现 成是一的基础 一 是天下最大的本 元 经 是天下最大的功用 连天地万物生成发育的大道都明白 何况 是慈章 技能那些无关轻重的事情呢 乔先生说 对 即 我将终身技 住 只是可惜已经晚 我说 这岂是容的呢 一般在高位上的人 讲究学业也很久 从前为武功九十岁时还向全国借誉说 要以我 为朽儿丢掉我 先生的既只有武功一半 工业却可以成倍 希望先 身无愧于武功啊 我也岂敢忘却国土的交警之臣呢 姓姚 秦 明和景明 何子有情 三章 从其有者代众贺 取儿神以贤 敬儿求操烟 何子欲知 三寇其贤 贤福指 生成文 虚查其因 莫知并端 众贺 约 是并于财也 与是其依然黑 邪然辅也 其值任贤 故骨之辅阳 何子约 一 非财之罪也 无将由夫公之者也 凡公请者 首选财 审 智气 其气有四 贤 整 灰 月 贤以贝因 整以积贤 灰以笔 月 以结 贝因则清拙 积贤则高下张 笔则系大福于 结则生应 福 故贤取其任密也 整取其瓜原也 灰取其次也 月取其中书也 经 是秦 是秦 贤之刘 书 是秦 贤之划 至 辉之 师君 月之中 浅以爱 书 故清拙福能聚 至 故高下福能通 师君 故戏大相于 浅爱 故身应成 福 是以工商职 而判 虽使灵君贤而住址 薄衙案 结而 操 亦未知其所邪也 夫是秦之财 同之为也 同之身碎骨 聚磐石 风雨之所化 云烟 之所争 盘于轮群 璀璨浮玉 闻柄标凤 直欲 未也 始功 这智之中其智 修之处其用 着已成之 事已出之 尚而君得之 可以见 清妙 设大庭 和神纳兵 暂时出福 畅明节悟 下而世人得之 可以宣 弃仰得 道情何智 何智依然 谐然 为府才智悟邪 无关天下之最财者 寡义 如常以求固执 付诸以求张词 自混而欲别物 自贬而欲求多 执 目 屈目 聚目 节 细目 几何位才知 并也 事故君子圣焉 操之以静 动之以时 明之以续 藏之以虚 静则能辅恼也 实则 能应辩也 须则能辩方也 须则能受益也 静者信也 实者知也 须者意 也 须则谦也 信以居之 知以知 意以致之 千以保之 谱其中 谱其中文 其外 则用事 则用身 顾曰 虽于必名 虽柔必强 财何罪焉 众财 众贺武然 席曰 信取于贤乎 知取于枕乎 义取于挥乎 千取于 悦乎 一物而重被焉 与命 愿改贤章 敬福斯 选字 四库全书 本 和大副集 盒子有一张情 三去淡他 他的学生带众贺 拿下装上弦 敬 奉请他弹奏 和子福一过 三次拨动琴弦 弦却听手指指挥 发出的 声音杂无章 仔细听他的音响 知毛病在磨地方 众贺道 这个 毛病在于木志好 我看他黑黑的 弯弯的 快腐朽 他的质地能胜 任情弦 所以但起声音能发扬 何子道 疑 这是木制的过错 我要严厉责备至情人 凡是做一张情 首先要选择木材 但重要的是要 审查事是按照规格制作成器 情器有四 弦 整 灰 月 弦用发音 整用控制弦 灰用比较音的 月用调和音节 发音就能分出清 拙 控制弦就能显出高下 比较就能轻重适当 音节调和就能使音响 沉闷暗哑 故而弦要取他任性的细密 整要取他擎裂的缘 灰要取他 的次序 月要取他小孔的通畅 现在这张情 弦的任性稀疏 整的情 裂至色 灰的失去均衡 月的小孔又浅又爱 稀疏 所以轻音拙音 能齐全 至色 所以高音低音能相通 失去均衡 所以轻音众音互相亲 月 又浅又爱 所以音声沉闷暗哑 这样五音混 音也开法 尽管让皇帝的观灵调弦运指 春秋时的情师伯衙 按照节拍轻自弹 走 他们也知如何能叫音声和谐 现在看这张情的财 是用铜木制成的 铜木原是生长在深山幽谷 依据着巨大的沁石 经受着风雨的滋化 云烟的争润 回绕曲折 光尘 玉 外表像彩凤那样焕发 执地像玉那样完美 能是才 要是 教制作者按照规格做好 修制完善以备随时弹奏 凿消和格以成一张好情 装饰美观以出而应试 上烟者使君王得道 可以献之于宗庙 陈设在朝 亭 祭祥神 严贵兵 唱赞祭 书通隐壁 使民情通畅 万物洁净 下烟者使世代父得道 可以融洽气质 培养德性 导引情操 和睦心智 何至于黑黑的 弯弯的 成为腐朽之财 无用之物呢 我看天下则怪财 的人 太少 饮宫去堂的关于 以为是则善而从 把情祝福的 以为可以使情贤 张持如意 自己混还想要分清事物 自己狭隘还想要求 取众多 植木座 屈木座 巨木斗拱 细木大梁 哪能使才出毛 并喝 因此君子对此事很慎重的 弹琴要有劲 动要厚实 观察要有顺序 葬要有 容 有静就能受阻挠 后时就能应付变化 有顺序就能辨别方向 有 容就能受到效益 静就是信用 时就是智慧 顺序就是仁义 容就是 谦逊 信用作为拘处 智慧指挥 动 人亦用制约 谦虚可以保身 朴实作为内涵 文采作为外表 为人所知就出而用事 为人所知就修养自身 所以 中庸 虽于 必名 虽柔必强 这怎么可以责罪财呢 众贺听觉恍然诗 开座位道 信用就是取于贤吗 智 慧就是取于枕吗 仁义就是取于灰吗 谦逊就是取于悦吗 一见东 昔而所有的道都齐全 我所知太少 要改弦章 恭恭敬敬的听从 您的教导 钱伯臣 苍廷记 名归有光 浮屠文英 居大云庵 环水 及苏子美苍廷之地也 及求于座 苍 亭记 曰 习子美之记 既亭之甚也 请子记无所以未亭者 于曰 习吾月有国时 广王正无中 至南缘于子臣之西南 其外妻 孙臣又 亦至缘于其偏 戴淮海纳土 此缘废 苏子美使见苍廷 罪 后禅者居之 此苍廷为大云安也 有安以二百 闻应寻古一世 辅 子美之垢鱼荒残灭梅之鱼 此大云安为苍廷也 复古今之辩 孙臣之辩 朝世改 长登姑苏之台 望武湖之渺茫 群山之苍翠 太薄 于众之所见 何 夫叉之所真 子虚 众 离之所经营 今皆无有矣 安与亭何谓者灾 虽 虽 然 前流阴壤妾 宝有吴月 国父兵强 垂及四世 朱子英妻 陈时奢 见 宫管愿佑 及一时之甚 而子美之亭 乃为世子所轻重如此 何以 世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 与其思然而聚敬者 则有在意 文英书喜诗 与吴图游 呼之为苍僧云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教典本 郑川先生籍 文英和尚居住在大云安 那四面环水 从前是苏子美建造苍庭的 地方 文英曾多次请我写篇 《苍庭记》 过去苏子美的《苍庭记》 是写亭子的圣景 您就记述我修这个亭子的缘由吧 我 从前吴月建国时 广王镇守吴中 曾在内城的西南修建一 各园子 他的外妻孙陈佑 也在他的旁边修园子 到吴月被宋国灭亡时 这个园子还没有荒废 最初苏子美在园中造苍庭 后人们又在苍 庭的遗址上修建大云安 住进和尚 这是从苍庭到大云安的演变过 成 大云安至今已有二百的使 文英寻访亭子的遗迹 又在废墟上 按援的样子修苍庭 这是从大云安到苍庭的演变过程 实在 变迁 朝代再改 我曾经登上姑苏台 远眺浩渺的五湖 苍翠的群山 那泰伯于众建的国家 和夫叉争夺的对象 子虚 文种 范离愁 化的事业 如今都已消失殆尽 大云安和苍庭的心肺 又算得磨 呢 虽然如此 钱流趁天下动 窃具权位 占有吴月 国富兵强 传 四代 他的子孙亲戚 也借着权势大肆挥霍 广建公管原佑 甚及一时 而子美的苍庭 却被和尚如此轻重 可是人要想垂名千载 与吴月 一起迅速消失 是有原因的 文英好书 爱作诗 常与我们交友 我们称他为苍僧 胡适名 向己轩至 名归有光 向己轩 就难隔子也 市井方丈 可容易人居 百屋 成圣路 雨则下注 每一案 故事无可治者 又向 能得日 日过无已婚 于 稍未休憩 史上 前辟四窗 原墙周庭 已当难日 日饮返照 逝时 然 又杂志贵竹目于庭 旧时 顺一岁 增胜 积书满驾 掩养笑歌 明然雾作 万籁有声 而亭皆寂寂 小鸟石着石 人志趣 三五之夜 明月半墙 贵影斑驳 风仪影动 山山可爱 然于居于此 多可喜 亦多可悲 先是 亭中通难为一 带诸父 窜 内外多至小门 墙往往而逝 东犬西肺 刻于袍而宴 积期于厅 亭 忠实未离 以未强 凡再便矣 家有欲 常居于此 欲 先大母必也 辱二世 先彼腹之圣后 侍兮于中归 先彼腸一致 欲美未予曰 某 所 而母于姿 欲又曰 乳解在无怀 呱呱而弃 娘已只寇门妃曰 而含忽 欲识忽 无从版外相未应答 欲未必 欲弃 欲异气 欲 自述法书宣中 一日 大母过于曰 吾儿 酒饮 何近日默默 在此 大郎也 彼去 以守和门 自语曰 吾家书 酒笑 而 知臣 则可待乎 请知 持一项护制 曰 此吾祖太常公宣 得兼职此 以朝 他日辱当用之 瞻顾遗迹 如在昨日 人常好自尽 宣东 顾常未除 人往 从宣前过 于中有儿居 久之 能以足应变 人 宣凡似遭火 得分 带有神护者 向己申曰 属清守穴 甲天下 其后秦皇帝 驻怀清台 玄德 与曹操真天下 诸葛孔明起隆中 方二人之妹妹 于亦于也 是何足以知之 于区区处拜乌中 方阳眉顺目 未有其景 人之之者 其未予砍井之挖河 于继位此至 后五 无期归 时至宣中 从于问古事 或凭己学 书 无期归宁 恕诸小妹与曰 闻解家有格子 且何谓格子也 其后 无期死 是坏修 其后二 于久卧病无聊 乃是人父弃难格子 其至烧于钱 然自后于多在外 常居 亭有枇杷树 无期死之所守之也 经以亭亭如盖椅 选字 四部备药 本 正川先升级 向己宣 就是旧日的那间男格子 面积只有一帐方 容得下一个人居 主 这是尖金柏的屋 江盛 有小孔低下 积聚的雨水 透过 缝隙直往下躺 我常想挪动一下桌子 但左看右看也没个可以安置的地方 屋子又是朝的 照进阳光 一过中午 室内就昏暗 我未修补 使他屋顶 前面开四扇窗 在庭院的四周筑起围墙 用挡住南 射的阳光 借助阳光的反射 室内才透起 又在庭院中栽种花 桂花 竹子 树木 旧时的干也因而增加光彩 书籍放满书架 大 声音颂 燕安自得 有时则漠然端坐 外界的各种声音都听得 可庭院 中显的特别寂静 小鸟时飞着时 有人他也飞走 十五的夜晚 明的月光照着半个墙面 桂树的投影 分杂错 随着风的吹拂 影子 也在移动 舒缓轻盈 十分可爱 然而我居住在这 可喜的事多 可悲的事也多 在这之前 庭院难 贯通 是个完整的院子 等到伯父 叔父们分家以后 庭院内外开许 多小门 隔墙的到处都是 东家的狗冲着西家叫 客人的穿过厨房 去吃饭 鸡都栖息在厅堂上 庭院中先是扎下篱把 后又起墙 一共 变动次 我家有个婆婆 曾经在这间屋住过 她是已经去世的祖 母的婢 做过待人的奶娘 我母亲生前待她很好 屋子西面 和内饰乡 母亲曾经过 婆婆常对我 那 就是你母亲曾经站过的 地方 她又 你姐姐在我的怀 呱呱地哭着 娘听到哭声用手指 敲敲房门 儿妈 是想吃东西吗 我隔着门板应声回答 话 还没完 我就哭 婆婆也哭 我从儿童时代起 一直在这向几宣 中书 有一天 祖母看我 对我 我的孩子 很久没到你的人 尹 魏魔整天声响地待在这儿 像个儿家呀 等到开的时 后 用手关上房门 自言自语的 我家的人书 很长时间成效 这孩子的成功 那总是可以期待的吧 一会儿 祖母拿着一块相护 这是我祖父太长公 宣德兼拿着上朝的 将你用得上他 回想起这些往事成绩 就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叫人忍住放声大哭起 像几宣的东面 以前坐过厨房 人们到那去 要从宣前经过 我官 上窗子住在面 时间长 能够平脚步伸辨别出人 像几宣共四次遭 受火灾 却能被焚毁 大概是有神保护的缘故 像几宣 巴蜀地方有个名叫清的寡妇 她继承丈夫下的朱砂矿 采矿祸为天下帝 以后请使皇住 怀清台记他 背语曹操真 夺天下 诸葛由雾农出而见熏夜 当这个人还呆在为人所知的篇 屁脚时 世人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呢 我今天居住在这破旧的小屋 却 自得其 以为有其景致 如果有知道我这种境遇的人 恐怕会把我看 做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吧 我写完这篇志 过午 我的妻子嫁到我家 她时常到像几宣 中 向我询问古代的事情 有时靠着桌子学写字 我妻回娘家看望父母 归后转达她的小妹们的话 听姐姐家有间格子 为魔教格子 呢 又过 又过 我的妻子去世 格子也坏 没有修 又过 我因酒握并踏 心情无聊 于是叫人再次修这艰难格子 是样语 以前稍有同 然而我以后大部分时间出门在外 常在这居住 庭院中有一棵枇杷树 是我的妻子在她去世 那依亲手栽种的 现在 已经长得高大挺拔 像伞一样 高见钟 寒花藏志 名归有光 原文 必 未如人应也 家境丁有五月四日死 藏须秋 是我而促 命也 夫 必出应时 十岁 垂双环 夜深不长 一日 天寒 若火煮比其 熟 必消之淫殴 予入字外 取食之 必持去 予 未如人笑之 如人 美必以己旁犯 即犯 目匡然染洞 如人又止于以未笑 回思事时 掩护以时 欲 可悲也已 选字 四步从堪 本 郑川先生 文集 毕名 寒花 是我七位如人的陪嫁丫环 死于家境十五月四日 葬在土山之上 他没有能侍奉我到底 这是命哪 寒花当初陪嫁我家时 方十岁 各环形法际低垂着 一条身 色的不群长可拖地 一天 天气很 家中正在烧火煮鼻奇 寒花浆已煮 熟的鼻奇一个个削好皮 剩在小瓦盆中 已盛满 我刚从外面进屋 取 就吃 寒花即拿开 给我 我七就笑他这种样子 我七经常叫寒花蚁 这小矮桌吃饭 他就吃 各眼珠慢慢地转动着 我七又只给我看 觉得 好笑 回想当时 一晃已惊时 爱 真可悲呢 黄瓶 达茅门之县尔 明堂顺之 熟观门之文 集门与人文之书 门庭静 与彼义书有何 虽中间小小童 日当自荣誓 呆叠叠也 智如门所宜于我本是欲公文字之人 而与人以求公文字者 此则 有 门所于无者 待故无也 而为常夫搞行灰心之无乎 无七 门者哉 其与人以求公文字者 非为依抹 以文字绝足为也 盖位学者先悟 有缘为本末之别而 门末尤人 恭未得 此一段公案 孤感 只就文章家之 虽其神末不智 其正转折 自有专门施法 至于终一段精神命脉骨髓 则非洗涤心缘 读物表 聚古经之眼者 足以语词 经有人 其依人心地超然 所谓俱千古之眼人也 即使未尝 操指笔身影 学位文章 但直书凶意 信手写出 如写家书 虽或书鲁 然绝无烟火酸陷习气 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 其依人犹然成终人也 虽其专专学位文章 其余所谓神末不智 则竟是已 然翻覆去 过世 这几婆子舌头与 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可磨灭之 绝无有也 则 文虽功而免为下格 此文章本色也 即如以诗未遇 陶鹏则未尝教身 刁文 但信手写出 是宇宙间地义等好诗 何则 其本色高也 自有 诗以 其教身 刁文 用心最苦而最严者 无如曰 苦却依 身经 使人其诗 指其捆腹龌龊 满卷毒 竟曾道出一好 化 何则 其本色悲也 本色悲 文能功也 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汉而下 文之如古者 其所谓神末转折之经之境如哉 秦汉以前 如家者有如家本色 至如庄家有庄本色 纵横家有纵横本 色 明家 墨家 阴阳家 皆有本色 虽其为数也薄 而墨皆有一段千古 可磨灭之 是以家必肯肯超如家之 纵横家必肯借墨家之谈 各自其本色而明之为言 其所言者 其本色也 是以金光注焉 而其言遂 命于是 唐宋而下 文人墨于性命 谈至道 满指绚然 一字托于 如家 然非其含养处巨之素 非真有一段千古可磨灭之 而影响超 盖头窃尾 如平人借妇人之一 庄农作大之事 即庄作 丑太敬 是以金光消焉 而其言遂九应沸 然则秦汉而上 虽其莫名 法 杂家之而游传 经诸子之书 是也 唐宋而下 虽其依与性命 谈至道 之而一传 欧阳永书所唐四库书 目百存一焉者是也 后知文人 欲以言为朽记者 可以之所用心已 然则无知与人 以求公文字者 乃其与人 以求公文字者也 门其可 以信我已 虽然无搞形 而灰心焉久矣 而又敢与之闻乎 经负纵言致词 无过矣 无过矣 此后门我之闻 其为我之求公 于文者也 非求公 于文者也 门当自知我已 一笑 门东归后 正欲呆使节 西上时的一面雾 青岛时中取 乃晨夜过 此 已疾乎 菩萨基下二时 于篇文字寨 许在前 可赴曰 欲呆 秋冬间并体烧苏 以涂抹 敢计较公桌 指示债 此后的烧雀 毛影 岁雀端兮 勿然作依自仁矣 而门之闻方将日静 而与古人 为徒为义也 日无躺得而观之 茂上能其用益处否也 并赴一笑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金川先生文集 熟悦门的文章和门 与人数文章的书信 觉得其中所言主张何方 法 少地方与比义十分合 虽然中间有些小小的同 他日当自能容 解消事 在此待罪言 至于向门对于我本是想求公于文字的人 而从要求人讲究文字的 怀疑 这则有名的必要 门看到我的 恐怕是过去的我 而没有看 道深如枯木 心如死灰的我吧 我难道是欺骗你们的人吗 我要求人 讲究文字 是要抹移 以为文字觉值得眼球 而是学者的当 物之急 有本末主次的分别吧 我的文章如别人 实践中也没有满意 的收获 这样一个有纠纷的问题 在此暂且感知 限止从文章家的脚 谈谈 虽然文章的规矩不至 正便转折 自有专门的施承法则 至于其 中存在的一种精神 命脉和骨髓 则是洗尽心底的成 超然于事物的 外表 具有同于古经的独道之的人 是足以与他谈到这种境界的 现在有这样人 其中一人心地超凡拔俗 所谓有同于古经一般的 人 即使没有持止彼苦思冥想 学作文章 只是直书胸义 随手写出 如 写家信 虽然时有粗书 然而绝没有世间的俗气 和迂腐寒酸的味道 是 存在于宇宙间的一种绝好文字 另一人却还是事成中人 他虽然专门钻研 学写文章 对文章的规矩不至 则尽其所能 然而翻覆去 中国是这 磨己妇人的舌上长语 要寻求其中所谓的真精神和千古可磨灭的 是绝对没有的 这样文章虽然工整 却仍免是格调低下的 这是文 章的本色问题 即以诗位 陶鹏则没有专门计较作诗的身 雕琢子 文字 只是随手写出 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 这是魔道 是他的本 色高拙 自从有诗语 追求生 雕琢文 用心最苦且创学最严 格的人 没有笔的上约的 他苦苦化费一身的精 使人他的诗指 种种束缚和限制 整卷篇 竟没有出一好话 这是魔原因 是他的本色 是他的本色悲下 本色悲下 文章自然能完善 何况是他本色的那些 作品呢 况且汉以下文章如古代的人 难道是他们的所谓规矩转折的经 忍臣能静如古人吗 秦汉以前 儒家学者有儒家的本色 至于像庄 家有庄的本色 纵横家有纵横的本色 明家 墨家 阴阳家 都有自己的 本色 虽然他们奉的学术很博杂 然而无都有一种千古可磨灭的毒 特的 因此庄一派学者必然愿应习 套用儒家的学 纵横家壁 定愿借用墨家的谈 而是各自依据自己的本色相互争 发味言 他们所的 都是他们的本色 因此其中凝聚着他们思想精华的光彩 而 他们的学于世能灭于世 唐宋以下 文人无谈人的自然属性和命 运 讲述智世的道 满指光彩炫目 以自然依托于儒家 然而是他 门平时有很深的道德修养和学姬 是真有一种千古可磨灭的 而是富和英习他人的学 眼头取味 像贫困者借穿富人的衣服 浓 夫扮成大商人的装饰 虽然集装作 终究会丑太弊 因此精神光彩空 虚 他们的研究就淹没废弃 那么秦汉以上 虽然是 莫名 法 杂家的学儿还在传 即现在所的诸子之书 唐宋以下 虽然是 依谈人的属性命运 讲述智世之道的学也未能传 即是欧阳永书 所到的唐寺库书墓内摆存一的那部分 后代的文人 打算用建学 使自己朽的人 是可以知道他们所应用心的地方 那么我的乙公于文字要求人 时是对人要求公于文字哪 门该 可以相信我吧 虽然我身如枯木 心如死灰 未日已久 又哪敢再语意 文章写作呢 今又无拘束的谈到这 时是我的过错 我的过错哪 此后门再到我的文章 他会我是求公于文章的人呢 还是求公于 文章的人呢 门自然是应当知道我的 一笑 门东归以后 我正想等使晨曦上时 获得一个面的机会 清土石 的心事 你却尘业过此 太急促吗 我三中积下二十余篇文字 债 许债前 可赴曰 想等秋冬时 并体烧康 则依糊涂抹未闻 计较文字的公桌 只是且债务 此后的烧毛笔 碎端艳 魂 然无知的做一个字的人 尔门的文章正与日俱敬 学作古文正无 止境 他日我如能得而悦之 七十翁还能变其中的用意所在吗 并负 遗笑 曹明刚 人光竹西记 明堂顺之 于常由于经师侯家妇人之缘 其所续 自觉角海外 其花时摸索 智 而所能智者为竹 无将男人斩竹而心之 其为原意必够求海外其花 时 或千钱买一时 百钱买一花 自习 然有竹聚其间 或山而去焉 曰 无以事占我花时地 而经师人苟可置一竹 折袭千钱 然才 欲双雪 又搞已死 以其难治而又多搞死 则仁亦贵之 而将男人胜获孝 知曰 经师人乃宝无之所心 乌乎 其花时成为经师与将男人所贵 然穷其所生之地 则觉角海外 知人是知 无以其亦无以胜于竹之在江以南 而觉角海外 或素产竹 知地 然使其人一旦竹 无以其必又有胜于经师人之保之者 世将胜 孝也 与云 人去相择一剑 物去相择一贵 以此言之 世之好丑 亦赫长之有乎 于旧光认君志源于今夕之上 便知以竹 执他目 竹剑作异小 瑕则宇客 盈孝其中 而兼卫于曰 无能与有者真持亭花时之圣 独 此取诸土之所有 可以而稳然满缘 一族事也 应自卫逐兮主人 生其为我寄之 于以卫君真能与有者真 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 无乃独有 所生好于竹 而欲以告人于 习人竹 以为绝无生色臭味可好 故其 巧怪如实 其妖艳绰约如花 皆皆然皆皆然有似乎眼见孤特之事 可以邪于俗 是以自古矣 知好竹者绝少 且必经诗人亦能知而贵之 过欲以此豆腐与其花时等儿 故经诗人之贵族 与江南人之贵族 其 为之族亦也 君身长于分华 而能呼其中 求马同奴歌舞 凡诸父 人所憨事 以赤去 有挺挺望与人交 然有眼见孤特之气 此其余 竹必有自得焉 而具凡万物可喜可玩 故有能奸也余 然则虽使竹非其 土之所有 君由将及其已致之 而后快呼其心 君之虽使能尽致其花 十 而其好顾有存也 皆呼 逐顾可以出江南而取贵野灾 无众有所感应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金川先生文集 我曾经由观过京城市 换富贵人家的庭园 那极具的东西 自极远 的边地到海外 其的花卉 十子没有能制的 所能制的只有竹子 我们将男人砍伐竹子当柴烧 住原购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其花时 有的用千钱买一时 有的用百钱买一花 并席 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 当中 有时就将他砍去 要让他占我种花 至时的地方 但今 成人如果能密到一干竹子 常常习花费千钱购买 然而一遇到下双 雪 又都干枯而死 正因为他的难以寻觅 而且又多枯死 人们因此就 家珍爱他 而江南人圣而笑他们 京城人竟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是 为珍宝 呜呼 其花时诚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 然而追溯他们的产地 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他们 我想也与竹子在江南没有摩大的区别 而边 的海外 或许是从出产竹子的地方 假如让那的人一旦看到竹子 我 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家珍爱和看重他 这种情况恐怕是笑玩的 俗 与 人相则越贱 物相则越贵 如此 世上的美丑好 又有魔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人光君在京西的边上构筑一个庭园 到处种竹 种旗 他的花木 竹间造一座小 有空就与客人在那吟诗笑歌 他偶然 对我 我能与有事的人比持亭花时的盛况 单独在这曲山地本 所有的东西 可以化费而使满缘苍翠葱龙 也足以自试 因此字 称是竹兮主人 请外申为我计数一下吧 我以为任君哪是真的能与有事者攀比 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 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 而愿意把他告诉别人吧 过去有人谈 竹子 以为他觉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 所以他奇巧怪如实 妖艳柔美如花 节节然 节节然有如高傲毒的世人 能与成俗混同 合一 因此自古已 知道真爱竹子的人极少 那么金城人难道也是能知 竹儿家以真爱的吗 他们过世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 如同用奇花时 像人炫耀一样 所以金城人的真爱竹子 与江南人的重竹子 他们同属 与知竹是一样的 任君在繁华分闹中生长 而能成其中 一是马 壮仆歌舞 凡是富贵人家所成免嗜好的 以并斥而去 尤其是方正刚直 随意与人交往 然有高杰毒之气 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 地方 世上可喜可玩的万物 原有能割舍的吗 那么虽然假使竹子是这的土地所有 任君也将竭尽其余已收 即 然后心才高兴 任君的财虽然使他能尽寻觅其花时 然而他 的爱好本在此哪 可叹哪 竹子本可以出江南而为人贵重 对此我重新有感受 曹明刚 朱碧潭诗旭 明王盛忠 诗人朱碧潭君问 以明家子 少从富宝游 网金胡玉章 范婷 彭离 九江之间 冲伯波涛 以为壮业 登框山 游赤壁 懒骨鸣贤 顿笑勇之机 有发旗帜 遂学未施 丹久自放 当其憨惜颠倒 笑呼欢事 以施未于 故为人莫知我 仁义皆知 无以为义者 其施于时 无 必护有 提莫皆满 图屋里 以差家人父子而已 凭自谋 凭自谋 家人俏之 曰 何物可增 图冤强护 曾可食 其为话 丙焰 取彼焰投掷之 欲以君 既他有所为 君位 亦便也 一日 郡守出教 仿所谓 诸诗人 必谈者 仁池教宣问世忠 莫为 谁 久乃知其为君也 仁至门 强君入也 君依赫依 窄秀而常居 阔 不屈服 手下羽为 君魔所敢当 长衣上座 君所居西郊 辟处田傲 路之郊 终日无人机 首读出纺织 亭传七青 执逐称主 坐首旗 下 突烟咒诗 炫楚 威火烧损 主名已引手 造人机构骂门外 君文 于是诸诗人之名 华于郡中 其诗稍稍传于人口 然坐以匹夫 交邦军 指木者众 善及风起 而守所以君如彼其 又未能师顾 守父顾与君之父 有道之雅 以讲好而报就得耳 君师虽有此文于人 人 由之众其师 父用未报 乌乎 可谓穷乙 凡事之有好于物者 必有身中其欲 而大窃于心 祈求之而得 得之 而 虽生死能 而有所寄于外 师之足于时 以受资而取宠 君臣之之以 未必观迎讽 动恶衰举而宴 其好在此也 人之之众 其师 焰足以挠其气 而遍其所业灾 君长夜雨 怀施时守未至 色悲而此款 大致自习所长 并人之 之 而为欲得 与一言以为信也 其客常漏肺 酷于所示 虽摩所寄于 外 而犹能望至于 区区之名夜 皆呼 此故君之所以为好也 君祭死 与故特序其师而知 数以孤其义 以与文位足众君之师 于身后哉 选字 国学基本从书 本 明文在 诗人诸必谈君 明问 以明门世家子弟 少时随同父亲出游 往 湖南 湖 江西等地 泛州庭湖 鄱阳湖 九江之间 颠簸在波涛之 上 以为壮举 又登山 游赏赤壁 观览古圣贤隐居 陶氏歌笑涌唱的 遗迹 志气有所启发 于是学习作诗 饮酒放 每当酒醉高兴 呼叫欢 笑 要作诗 自得其 害他人 哪能了解于我 人们也都轻视他 把他的诗当回试 他的诗于诗 只有在自己家的墙壁窗户上 写的 满满的 图的到处皆是 以此虎家人孩子 自己贫穷的 无法谋生 家 人讥笑他 你图些磨东西 真讨人闲 只会脏墙壁窗户 有 能吃 难道化饼充饥 拿起笔焰往他身上直去 想以此击他 让他别 再作诗 他可发 照旧作诗 有一天 知府出一张告示 要寻找所谓诸诗人必谈的 差人拿着告 是道士喊问 没有人认识谁 最后才知道是诸君 差人到门 强迫诸 君去知府 诸君穿粗布衣服 窄袖子长下摆 大摇大摆地上知府衙 门 知府走下座位 诗迎接 诸君无所谓的样子 坐一个依旧坐上兵之坐 诸君住在府城西郊 地点荒僻 处于田头尾地方 终日没有人机 知府 独去拜访他 他住的几船亭倾斜药道 用竹竿撑住 让知府坐在下面 家接开锅 捡一点储备的树 生期货 煮几颗笋 烧水冲 款 呆知府 那些差异忍机挨饿 在门外骂骂咧咧 诸君就像没有听 于是 诸诗人的名字 一幅传开 他的诗也稍稍有人看 但是一个不依同之 辅相交 大家的眼睛都盯上 毁棒度计全 何况知府的所以低身 奋给他欲 并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 而是因为知府的父亲与诸君的父 亲是故旧之交 所以与诸君表示修好 报答旧日的交情 诸君的诗虽然有 此为人们知晓 但是人们并懂得看重他的诗 反而以此诽谤他 爱 真 可是穷到头 大凡是人对于某件事物特别喜爱 必定是这件事物生得其好 而大约其心 他追求并得到这件事物 这得到的快 是生死也换到的 那 还去会生死之外的事情呢 作诗能像货物那样卖给人们 得到钱财 取欢于人 这道诸君是很清楚的 但他情愿关门作诗 虽受动受恶 衰 并失忆 也厌倦 就是因为这是他的爱好 人们懂得看重他的诗 怎 魔能阻挠他的志气 改变他所从事的事业呢 诸君曾经看我 送我几时 首诗以为免 他的态很谦虚 谈话很诚恳 大概的意思是对做诗事 很自信的 怕人们知道他 只求我讲一话做证明 我想他这是 如此刻苦专心 爱好做诗 虽然计较生死之外的事情 但还是能忘怀 于屈屈的小名吗 爱爱 这确实就是诸君的 所以爱好之声 诸君已经死 我所以为他的诗 写一篇序言 使他的诗之于是 树姬辜负他的好 义 虽然我的文章上能够让他的诗众于后世 潜伯辰 清霞先生文集序 明毛坤 清霞君 由锦衣经上书底 宰职 宰职申集之 方构其罪 赖名 天子人圣 特保其浅 喜之上 当事时 君之直见之名满天下 以而 君然携妻子 出家上 慧宣 大告警 而率府以下 束手臂 以 自扣之出末 即非一族以相抗 盛且即扣之退 则歌中途之赞美者 也 这之国以为公 而父之哭其子 欺之哭其夫 兄之哭其弟者 往往而是 摩索控欲 君记上奋将一之日持 而下痛诸将是日间 亦我人民以猛国家也 乌兮虚 而以其所忧欲发之于诗歌文章 以谢其怀 及其中所宰诸 是也 君故以执剑为众余时 而其所者为诗歌文章 又多所机 稍稍传 波 上下正恐 使出死香山垢 而君之祸作矣 君记眉 而中朝之士虽 感诵其事 而一时捆迹所相与禅君者 寻且作罪罢去 又为己 故宰之 知仇君者 亦报罢 而君之故人于君 于是扑及其身平所者干卷 刻而传 之 而其子 而其子相 请与戏之手简 毛子 受而提之曰 君者 非古之 知事之 遗乎哉 孔子山 诗 自 小便 之怨卿 向伯 之禅而下 其间忠臣 寡妇 幽人 对事 知 病之为 丰 书之为 雅 可胜 皆故之终身也灾 然孔子 俱夷遗之者 特命其人 经其志 由曰 发乎情 指乎意 言 知者无罪 闻知者足以为戒焉而 宇常案刺春秋以 屈原之 骚 疑 于怨 无虚之剑 疑于邪 亦知 书 疑于鸡 书页之师 疑于愤 焚之 对疑于抗 然推孔子山 师 知指而投赐之 当亦未必无知者 君记眉 而海内之剑身 大夫 至今言及君 无酸鼻而涕 乌乎 集中所在 明 见 酬鞭 诸 事后之人之 其足以 含贼臣之胆 而月圆斩 誓之马 而坐之开也 故矣 他日国家 采封者之 使出而懒观焉 其能夷之 野乎 欲景之 至于文词之公公 即当古作者之 指于否 非所以君之 大者也 与 顾着 家境鬼害 孟春望日 归安 毛 昆拜 手续 选字 四库全书 本 清侠籍 君清侠 军 君就拖着 拖着 妻子 儿 家道上 阵 巧碰上 宣服阵 大同阵 一带 平 平传敌人 入侵的告急警报 而帅 哥哥哭弟弟的惨 到处都是 百 姓们控诉呼吁的地方都没有 军队上纪奋凯边缰将防务的日益废持 对 下又痛恨重将士任意残人民 蒙骗朝廷 多次哭泣感叹 把他的忧郁 表现在诗歌文章之中 以抒发情怀 就成为文集中的这些篇章 军援 就已敢于执剑 受到诗人的敬重 而他所写的诗歌文章 又对诗政多所讽 逐渐传播出去 朝廷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 于是他们开始洁净造 遥陷害 这样军的大祸就发生 军被害死以后 虽然朝中的官员 敢为他辩冤 但当身居军事要职 一起陷害军的人 久因罪彻职 又过久 元仇士军的宰相也被罢官 军的朋友于军 于是收 即编辑他一生的住宿干卷 堪客传 君的儿子乡 请我写篇 序言放在文集前面 我公文集后写到 像君这样的人 就是古代有高尚 节操的那 一致是吗 孔子删定 诗经 从 小辩 篇的怨恨亲人 像伯 篇 的鸡禅人以下其中忠臣寡妇 影视和愤世级俗之人的作品 一起被 入 国风 分入 小雅的 神 他们难道都符合古诗的音 吗 然而孔子所以并青山调他们 只是因为敏这些人的遭遇 推重 他们的志向 还 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 又以合乎意未归 素 的人没有罪 听的人完全应该隐畏见解 我曾经按次序考察 从春秋矣的作品 屈原的 骚 似乎有发泄怨恨之嫌 五子虚的禁 剑 似乎有禁威胁之嫌 义的 城镇士书 似乎有过于偏激之嫌 吉康的诗歌 似乎有过分激愤之嫌 坟的对策 似乎有亢奋偏执之嫌 然而运用孔子删定 诗经 的宗旨 收集鞭刺他们 恐怕也未必被 取 君虽已去世 但海内低市大夫至今一提到他 没有一个鼻酸 的 那 文集中所收载的 民建 筹编 等篇 如果让后代人 他们足以使尖臣胆寒 使边防战士越马迪 而激发起同仇敌凯的义愤 那是肯定的 日后假如朝廷的采封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这些诗篇 难道会 把他们移掉吗 我恭敬地记载这 至于道文彩词早的精美精美 以及与古代作家卫文的宗旨是否符 和 那是平均大节的东西 所以我就写 家境鬼害 153 孟春旺日 正月15日 归安毛坤拜书 王根 紫塑诗序 明徐伟 原文 人有学为鸟言者 其因则鸟也 而性则人也 鸟有学为人言者 其因 则人也 而性则鸟也 此刻已定人与鸟之痕哉 经之为师者 何以于是 出于己之所自得 而图切于人之所常言 曰某篇是某体 某篇则否 某 似某人 某则否 此虽及功逼消 而以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无有子素之师 则然 其情坦已知 故与无惠 其情散已薄 故 与无拘 其情多喜而少忧 故与虽苦而能浅 其情好高而耻下 故与虽减 而时封 盖所未出于己之所自得 而切于人之所常言者也 就其所自得 以其所自明 归其为此 而曰于至纯 此则未之所献于子素者也 曰 某篇似某体 某似某人 是乌之子素者哉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徐伟集 人有学做鸟的语言的 他的声音像鸟 而本性还是人 鸟有学做人的 言语的 他的声音像人 而本性仍然是鸟 这就可以划定人与鸟之间的 同特征 现在那些作诗的 又有魔和这一样呢 他们是出于自己 所体会感受到的 而只是从别人那 剽窃已经过的东西 并且标榜 这一首诗是魔体 那一首则是 这一像谁的 那一则像 这样 的作品 即使模仿的极其宫戏 极其近似 还是免像鸟在学人话一样 至于我有仁子素的诗 就是如此 他的作品情感坦荡而直 所 以语言隐晦 他的作品情感自由而开阔 所以语言受拘束 他的作品 情感喜悦多而忧愁少 所以即使用语苦涩也能排浅 他的作品情感追求高 尚而以悲下为耻 所以语言即使很简而含义却很丰富 这就是所谓出于 自己所体会感受到的 而是从别人那飘窃已经过的东西呀 就他 自己所体会感受到的 凭他自己所发表的 提醒他改正细小的缺点 从而断经到极其纯净的境界 这就是徐卫所要奉献给子素的话呢 假如他某一偏向某体 某一向某人 这怎么算得上是解子素 那 邓长风 豁然堂记 明徐卫 月中山之大者 雨穴 香 鹅眉 勤旺之属 以时 而小者至 可记 至于胡 则总之称见胡 而知之别出者 亦可甚记 郡臣 黄慈 在卧山之壁 其兮有堂 当湖山环会处 与其四 大约聊清吟白 既至代臣 而静福至谍 远问村 其肩莽田席之不错 人情公事之亏 壁 道鼠仆欠之产 根于离籍之巨 分披于底蛙 燕云雪月之变 书 忽于昏淡 十百间 拒欠华 无必及人精带上 获至有访也尊 歌笑护达 当时林所称 于狼者 十亿点缀其中 于是登 司堂 问其人 极有外感中公 抑郁无聊之事 美医主 凡律顿消 而官司徒者 每当宴及过客 亦往往欲袍于此 独归至无法 四蒙一辟 西面早有 景荣区 客主坐碧东 而既背湖山 起坐一关 还则随师 世卫坐赤旷民 而自取慧 与并其然 西取西南有之 直辟其东一面 客坐东而西向 以己以吉湖山 中西去 而后向之所云诸景 舍 而旧旷 却惠而吉明 公祭 你其明 以为莫 或然宜 祭明以 傅思其一约 皆呼 人之心一耳 当其为思所障时 仅仅 知我有七尺区 及同事之亲 痛仰当前 而茫然亦无所者 犹向之 湖山 虽竟在墓前 而蒙以辟者耶 及其所障即彻 及四海之书 痛仰位 必当无前也 而灿然无异 而因于无知者 犹今之湖山 虽远再百 而通已有者耶 由此官之 其霍与霍 亦坚而 而思一己 公万物之己 戏焰 此名思堂者 与登思堂者 可交相免者也 而直为一湖山也哉 既以名于世义 将以贡于人也 赐而为之己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徐卫吉 岳德的山比较大的 像羽穴 香 鹅梅 秦旺之 有上石座 但 小的旧卿 至于湖 则总称之为剑湖 而由大湖派生出去 另外行城 德小湖 旧家可圣祭 郡的城隍庙 在卧山的半山腰上 庙的 西面有一座堂 镇 建在湖山环抱会合的地方 要这景色像模 大体上是青山白水香 尖 回旋缠绕 像紫的法际那样高耸 像节的长卷那样清晨 而低头 静看可城墙 远处可闻村的人生 其间树木 草地 田地 沼泽措 杂分布 人群 鸟 房屋相互遮蔽 大米 小米 蒲 茜等出 铲 根地和捕鱼用的鲤 蒋等工具 散得遍布于高低或挖地 呼而淹 云迷蒙 呼而浩月当空 从早到晚变化非常迅疾 在方圆静摆之间 无 巨大的状伪场面或细微的美好景物 莫会集在人们的衣经戴上 有时 到游船上饮酒 游人的歌声与笑声此起笔 就像当诗人张志和所描 写的 鱼狼 也时时点缀其间 此时登上这座堂 他是 磨人 即使受到外的激或内心的煎熬 而感到压抑或无聊的是 指 要一顾盼这大好景致 烦恼忧虑就会请客消散 而在这当官的 美当宴 请过往客人 也往往特聘除诗词 只是这座堂修筑的毫无章法 四面都 被遮蔽住 景象吸开一扇小窗 面只容得下个人 客人坐在朝东的 主座 旧的背靠湖山 要观看景色就必须坐转身 等转回景色就 随之看 这是由于放弃空旷明 而自取会暗闭的缘故 我非 藏满这种框 于是把西面和南面堵墙 全部开成室窗 而只保一面 东墙没有打通 又让客人改为坐东而向西 他倚靠在酒桌上就面对着湖山 直到席中也会消失 从此以后 刚才锁的那些景色 就全都舍弃壁 而达到开阔 摆脱会暗而接近于明 工程完毕以后 打算为他起 明 觉得没有壁 或然是疑的 已经命名 又反思他的含义 想到 爱 人心其实和这堂一 样哪 当他被思索障碍时 只知道我自己的七尺身躯 即使是同居一室 的亲人 他们的痛痒就发生在他眼前 却装作魔也看 就像原先 的湖山 虽然静在眼前 却被遮蔽一样吗 等到所障碍他的东西去除以 后 即使是四海之遥 痛痒一定发生在我眼前 反而鲜明的好像无垠 绕在我眼前 就像现在的湖山虽然远在百以外 却透过窗户就能看到 一样吗 由此看 人心的豁达与豁达 剧本是很近的呢 而只顾一 己思 与以天下万物为公的细为差别 全维系在这上面 这是为这座 唐启明的人和登上这座堂的人 可相互免的呢 难道只是为湖山 的圣景吗 我既已为这些用意而命名这座堂 本是准备公之于众人 的 于是依次写下这篇记 邓长风 报仪杖书 明宗臣 千外 得长者十次一书以为长相 及亦甚性以 何至辱愧疑 则才亦将何以报焉 书中情亦甚影 及长者之望父 知父之长 这身也 至以上下相符 财得称畏与财 则财有生感焉 夫财得称 故 自知之乙 至于福之病 则有财未胜 且今世之所谓福者何灾 日系策马后全者之门 门者故入 则甘言 昧辞作妇人 秀以思之 吉门者迟辱 而主者又吉出 救中 蒲马之间 气息衣袖 及吉寒 独热可忍 去也 底目 则前所受赠 者出 报刻曰 向拱卷 谢刻以 刻请明日 吉明日 又赶 夜披一座 闻吉明 及起贯志 走马底门 门者曰 为谁 则 曰 昨日之刻 则又曰 何刻之情也 有相故此时出刻 呼 刻心齿之 强忍而语言曰 王何以 孤容我入 门者又的所 赠 则起而入之 又向所救中 信主者出 南面照 则今走匍符 接下 主者曰 敬 则再拜 故持起 起则上所上受 主者故 受 则故请 主者故故受 则又故请 然后命内之 则又再拜 又故 持起 起则五一时出 出 出 依门者曰 官人姓故我 他日 姓王 祖我也 门者答一 大喜奔出 马上欲所交 即阳边语 曰 是自相 公家 相公 厚我 厚我 且虚言 即所交 一心为相公 厚之以 相公又 稍稍 与人曰 某也贤 某也贤 门者 一心寄 交赞也 此事所谓 上下相符也 长者为 仆能之乎 前所谓 全门者 自遂时 浮夷之外 即今往也 尖道 经其门 则一眼耳闭目 月马及走过之 有所追逐者 思则仆人贬中 以此长 月于长 仆则寓意固也 美大言曰 人生有命 无为首分而矣 长者闻此 得无厌其为于乎 相缘多故 能动克子之仇 至于长者之暴才 而困 则又我创然 幼感 天之与先生者 甚厚 王长者 欲清 弃之 即天意 欲长者 之清 弃之也 信心 哉 选字 四库全书 本 宗子相及 在千以外 时常得到 宁人家的信 安慰我的 长久相 这已 今十分幸运 竟然还沉蒙 您赠送物 那么我要用魔报答呢 您 在信中表达的情意十分肯 明明没有忘记我的父亲 从而也可以知 道父亲是很深的想您人家的 至于信中以 上下要互相信任 才能和平得要与职位相符合的 话教 道我 正是我所亲感受到的 我的才能和平得与职位相符 本我就 知道的 至于能做到上下相互信任的弊病 在我的身上表现的厉害 且看当今社会上所的上下信任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他从早到晚起码 去权贵人家的门口公后的时候 守门的人故意为难肯让他进去 他就用 甜言媚与装作妇人的姿态 把绣葬着的钱偷偷地给守门人 守门人 拿住鸣铁进去之后 而主人又急出街 他就站在马棚与仆人 和马匹相处 臭气熏着衣服 即使是饥饿寒或闷热的无法忍受 也肯 去 一直到傍晚 那个先前曾经接受前的守门人出对他 向公 皮 谢觉会客 客人请明天再把 到第二天 他又赶 晚上他披衣坐等 一听到鸡叫就起洗脸梳头 骑着马跑到相府门口 守 门人发的是谁 他回答 昨天的客人有 守门人 又气冲冲的 你这个客人到的这样情 难道相公能在这个时候出 会客吗 客人心感到受耻辱 只有勉强忍耐着对守门人 没有 办法了 姑且让我进去吧 守门人再次得到他送的一笔钱 才起身放他 进去 他又站在原站过的马棚 幸好主人出 在客厅上朝南坐着 照他进去面 他就慌慌张张地跑上去 拜扶在台阶下 主人 进 他拜又拜 故意迟迟起 起后就献上进的赢 主人故意 接受 他就一再请求收下 主人故意坚决接受 他就再三请求 然后主 人叫手下人把东西收起 他拜又拜 故意迟迟起 起后又坐 五个衣才出 出他就对守门人作衣 多亏也关照我 下次再 希望要阻拦我 守门人向他回 他就十分高兴地跑出 他骑 在马上碰到 香的朋友 就扬起马鞭得意洋洋的 对人 我刚从相府出 相公 待我很好 很好 并且虚假的叙述 受到接待的情况 因此与他 香的朋友 也从心敬畏 他能得到相公的优待 相公又偶尔对别人 某人好 某人好 听到这些话的人也都在心盘算着并且一起称赞他 这就是所的上下信任 您人家我能这样做吗 对于前面所的权贵人家 我除过过节如福日 日投一个名 铁外 就整去 有时经过他的门前 我也是捂着耳朵 闭着眼睛 边 侧着马匹 飞快地跑过去 就像后面野人追逐似的 这就是我狭隘的心怀 因此经常受长官欢迎 而我则加固这一 我常常发表高谈阔 人生遭忌 都是由命运决定的 我只是守自己的本分吧 您人家听 我的这番话 或许会嫌我过于愈阔吧 家乡多次遭遇灾祸 能触动居在外的人的仇私 至于您人家 的怀才欲 也是我心情悲伤而有所感触 上天赋于您的才德是很优厚的 要您人家愿轻抛弃它 就是天意也愿让您轻的抛弃呢 西 望您安心等待吧 国章 向如丸臂归照 明王是真 向如之丸臂 人皆称之 与未敢以为姓也 夫情以十五臣之空名 诈照而携其臂 事实言取臂者情也 非欲以亏 照也 照得其情则服雨 得其情则雨 得其情而未知则雨 得其情而服 未知则服雨 此言绝耳 知何继位而妇挑其也 且夫情欲必 照扶雨必 摩索屈之也 入壁而情扶雨臣 屈在情 情出臣而必归 屈在照 欲使屈在情 则莫如弃壁 未弃壁 则莫如浮雨 夫情王继暗土以雨臣 又涉酒兵 斋而受壁 其事的雨臣 必入而臣 服雨 相如则前请曰 臣顾知大王之服雨臣也 夫必非照必呼 而十五 臣请保也 今时大王已必顾 而王其十五臣 十五臣之子弟 皆后愿大王 以弃我如草芥也 大王服雨臣 而代照必 以以必顾 而施性于天下 臣 请就死于国 以明大王之施性 秦王未必反必也 今何使涉人怀而 逃之 而归职于秦 事实秦亦未欲与赵爵耳 秦王而露相如于事 五 安君十万众压寒丹 而则必与姓 以圣而向如族 在圣而必中入情 以 无故曰 向如之或全于碧也 天也 其尽神池 柔颇 则月初 而月妙于用 所以能完照者 天故屈全之灾 相如完毕归赵 人人都称赞他 但我敢苟同这一看法 秦国以十五座 陈池的空名 欺诈赵国以何是必 这时他要得到 必是实情 而是借此以窥视赵国 赵国知此实情就给 知此实情就 给 知此实情而惧怕 秦国就给 知此实情而惧怕 秦国就给 这只要 话就能解决 为何既惧怕他 而又去击他呢 而且秦国想要得到玉璧 赵国给 双方都没有模式 非屈指可言 赵国送去玉璧 而秦国给成 其取在秦 秦国给成 而赵国收回玉璧 其 取在赵 要想使秦国屈 则如放弃玉璧 害怕失去玉璧 则如给 秦王既然按照地图化 给成池 又设九兵之疑点 斋戒之后才接受玉璧 其是已是的给成的 如果秦王得到币而给成 向如可上前程 术 我本就知道大王是会给成的 这币就是赵国的一块玉币吗 而十五座城池是秦国的宝物 现在假如大王以一块币的缘故而抛弃时 五座城池 十五城的百姓 都会深深怨恨大王像草戒一样抛弃他们 大王给成 而骗去赵国的币 为一块币的缘故而失信于天下 我请求 死在这 以表明大王的失信 这样 秦王未必归还玉币 而当时为 魔要派手下的人藏必逃 从而使之的一方归于秦国呢 当时秦国并 想与赵国关系破纳 假如秦王斩相如于世上 再派武安军十万大 军逼邯郸 则问必的去向以及赵国的失信 以赐获胜可使相如灭族 在 赐获胜育必终究还得属于秦国 因此我 向如之所以能保全玉币 那是天意 至于他在神池对秦 国的强硬教 以柔认识颇残物 就越越显得高妙 而他之所以能 完毕归照 的确是上天在偏袒他那 耿摆明 又与娇若侯 明智 正子玄者 秋长如父子之文会有也 文虽如其父子 而直识有词 肯讲学 亦可喜 故喜之 盖笔全曾清言 曾 思 梦 又曾清 周 臣 张 朱 但今之讲周 臣 张 朱者 以为周 臣 张 朱 实实如是而也 故此而肯讲 讲 虽是过 然 实学者 此而讲 以为周 臣 张 朱促如是而止 则今之讲周 臣 张 朱者 可朱也 必以为周 臣 张 朱者 皆口谈道德 而心存高官 志在俱赋 既以得高官 俱赋 以 人 讲道德 仁义 自也 又从而 萧萧然 与人曰 我欲 利俗 而封 是 比 未败俗 伤 上市者 莫 甚于 蒋 周 臣 张 朱者 也 是以 义信 信 故 蒋 然 则 蒋 亦未 为过矣 皇生 过此 闻其 自今 诗 往常抽风 赴根 常 长官 别 赴 新任 至 九江 欲 亦显 者 乃舍 旧 从心 随转 而 冲 风 寒 故生死 即到 麻 尘 我言 曰 我欲 游 松 少 彼 显者 亦 欲 游 松 少 我 同 是 已 至此 然 显者 似我 于 尘 中 是 能 一 宿 回日 当 父 到此 到此 则 多聚三 五日 而别 滋 醋 醋 醋 成 南 歌 舍 云 其言 如此 其情 何 如 我 揣其忠实 为辱好 一口石 南 歌舍 耳 然 汝 宁向 者 三 任 彼无 一 任 往 往必 满载 而归 滋上 未 焰 足 如 恶狗 思想 隔 日 史 与 敢 欺 我 以为 游 松 少 夫 以游 松 少 葬 汝 您 知 抽 风 嫌我 又 孔 汝 其 以其为再寻几也 傅以舍的浊 以贤 辱 明的 身具权 我与辱姬皆在其树中而悟已 可 未巧呼 经之道学 何以此 由此观之 经之所谓圣人者 其与经之所谓山人者一也 特有信性 之而 信而能施 则自称谓曰山人 信而能施 则此却山人而以圣 人名 信而能奖之 则自称曰圣人 信而能奖之 则谢却圣人而 以山人称 辗转返 以欺试祸 名为山人而心同商 口谈道德而至 再穿于 夫名山人而心商 既亦可比亦 乃反眼抽风而显松 少 为人 可得而欺焉 有可比也 经之讲道德性命者 皆由松 少者也 经之换的 换师 至于高观众 好田 美风水 以为子孙因者 皆其脱名于乳 以为舍得着者也 然则正子玄之肯讲学 信乎其足怪矣 且商亦和可比之有 邪万之姿 经风涛之险 受辱于观 忍够 于是 心情万 所邪者重 所得者莫 然必交结于 清代府之门 然后 可以收其而远其害 安能傲然而坐于 公清代府之上哉 金山人者 明知 未伤 则其时持一文 称之为山人 则非公清之门 故可见耳 虽然 我无有是乎 然安知 我无伤之之心 而是 加其一 以其事而道 明也 有则信 为我家诸 我互痛也 虽然 其患得 而又患失 买田 求风水等事 觉知免疫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焚书 郑子玄 是常与秋常如父子诗作文的朋友 文采虽然如他们父子 但性格指朴诚实 有羞耻之心 肯借讲学 以宣扬道学 这很可喜 所以 我喜欢他 因为他没有亲眼过 颜辉 曾 子思 孟可 也曾亲眼 过周敦仪 陈仪 陈昊 张仔 朱熹 直到如今 蒋州 陈 张 朱道学 思想的人 以为周 陈 张 朱等人 确实就是这样 所以 以讲道学 未修 齿而肯讲 讲虽然是过错 但是 假使学者 感到羞耻而肯讲 是以为 周 陈 张 朱等人 只过是和 现在的道学家 一样 那么如今 那些 讲周 陈 张 朱学的人 也就该 郑子 选以为周敦仪 陈仪 陈昊 张 仔 朱熹 都是满口 仁义 道德 而心想的是 升官 发财 等得到高官 后以后 仍然自明 得意的 谈仁义 讲道德 而且还要 装腔 做事的 对人 我要揪 郑世俗 感化世人 他认为 败坏社会 风俗的 没有比 讲周 陈 张 朱 得道学 严重的 所以家 相信 相信 所以肯 讲道学 那么讲 也就算上 是过错 有一个 姓黄的 书人 经过这 听他是 从经诗 到常去 打秋风 的 又跟长的 长官到别处 去上任 到九江 遇一个地位高的人 他就气就从心 随心主人 转道往 顶着大风 冒着严寒 也顾有声 命危险 已经到麻城 我到 我准备去游览 松山和少四 那 未险者 也想去游 松山和少四 我同 所以到这 可是险者 还在 城内 等我 我势必 能在 您这 树叶 回的时候 一定 还要 经过 这 到那时 就可以 多相聚 几天 再 做别 现在 太 匆促 实在 舍得 开 您 他的话是这样 他心又是怎样想的呢 我想他内心实在是为汝宁 知府那有一笔钱才舍得放弃吧 只是汝宁知府从前曾三次赴任 他没有一任跟随前去的 去一定满载而归 这一次感到还没有满足 就像恶狗惦记着隔夜没吃完的狗屎一样 却竟敢欺骗我侍卫去游松山 和少四 他已由松山和少四掩盖自己随汝宁知府去打秋风的位 而欺骗我又唯恐汝宁知府怀疑他是为在找自己 就又已舍的 卓 应当在拜访卓位借口 以欺骗汝宁知府 真是名双收 处事和品也都十分周到 我与汝宁知府几乎都中他的圈套而行 悟那 这能他狡诈魔 现在的道学家 和他有模样 由此看 现在的所谓圣人 恐怕与现在的所谓山人是依或止 过有幸运与幸运的差别吧 有幸而能写诗 就自称为山人 幸运而 写诗 就辞却山人之名而以圣人自称 有幸而能讲之 就自称为圣 人 幸运而讲之 就推托圣人之名而以山人自乎 辛苦辗转 翻 复去 为的是欺骗世人 或取私 名为山人而心 却和商人一样只想 要钱 口大谈道德 而目的却在于墙偷盗 自称山人而心死和商人一样 已经很可比 反而还要掩盖打秋风的本意而故意表示是为由松山和少 四 以为别人是可以随被欺骗的 这就加可比 现在的讲道德 性命的人 都是所谓由松山和少四的人 现在的患得患失 志在求取高 官后 上等田园地 风水宝地 打算给子孙受用的人 都是像皇申 那样脱名于汝宁之府 而装作舍得着的人啊 既然这样 郑子玄 的肯讲学 恐怕实在值得奇怪 况且商人又有魔可比的呢 他们身邪万资财 金风涛危险 受 静观卡园的七五 忍耐着急事教食人们的辱骂 今万般辛苦 所 邪的资财很多 所得的收入甚为 但是必须结交上公轻 大夫 然后才能获 德 银儿避开祸害 怎么能像山人那样昂首而坐在公轻 大夫的座上呢 显 在的所谓山人 称他们为商人 其实却身无分文作为资本 叫他们是山人 却又非公轻戴福之门禁 所以就仍可见 话虽然这么 我难道就 没有这种表现吗 怎么知道我没有伤人的为何想法 而披着佛教的加一 欺骗世人而获取虚名呢 有的话请对我加以惩罚 我绝包庇自己的短 处 即使如此 至于那些患得患失 买甜 求风水的事 我是绝对没有 的 邓长风 赞邪 明志 原文 有一道学 高积大 长袖扩带 刚长之观 人之一 止末之一 二 切纯吻之三四 自为真种泥之涂焉 十欲邪 邪者 聪明是 而沈曰 是为之我种泥凶也 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 天生种泥 万古如长叶 子和忍者 敢呼众泥而凶之 邪曰 怪得西黄已上盛 人静日然指竹而也 其人漠然自止 然安知其言之志哉 身文而善曰 思言也 简而当 曰而有余 可以破以往而昭中天 亦 其言如此 其人可知也 盖 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 然其智者百事能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焚书 有一位道学先生 脚穿宽大而高底的木鸡 身上的服饰长袖 阔 眼 然以刚常为官 以仁为衣 从故只堆简之言片语 又窃取道 一 歇成词调 自以为是真正的孔子信徒 这时他欲邪 邪 是 一位聪明博学的才子 他微笑 这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孔子的凶 长那 那位道学先生顿时生气的变脸色 站起 上天如果 生孔子 世界就会千秋万代如在黑夜之中 你是魔人 敢直呼孔子的名 自而以兄长自居 邪 怪的西皇以前的圣人都是整天点着纸竹 走呐 那人无言答对 但他又怎能解写一番话的深刻道呢 我至听以后赞美道 这话 简明而恰当 概括性强而又启人 思考 可以冲散云雾的遮蔽而使天空情 他的言这样 他的人品也就 可以知道 因为这虽然是出于一时的玩笑话 然而其中的深刻道却是 千百可改变的 邓长风 母庭记提词 明汤显祖 原文 天下子有情 宁有如度娘者乎 梦其人疾病 病疾迷 炙手化 形容传于世而后死 死三已 父能明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 如娘者 乃可谓之有情人而 情之所起 亦往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 生 而可与死 死而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 梦中之情 何必非真 天 下少梦中之人也 必应见诊而成清 呆挂官而为密者 皆行孩之也 传渡太守侍者 仿佛静武都守众文 广州守冯孝江而是 与稍未 而言之 至于度守收考生 亦如汉虽阳王收考谈生也 皆夫 人是知事 非人是所可敬 自非通人 横以相隔耳 帝云 之所必无 安之情之所必有邪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唐显祖师文集 天下子的多情 难道还有像度娘那样的吗 梦那为情人救的 并 一并而训及起 以致亲手描绘自己的画像传于世 以后就死 死去 三 又能在冥冥之中寻求到 所梦的人而附身 像度娘这样 才可以 称得上是多情的人 她的情在知觉中激发起 而且越越深 活 这时可以为情而死 死又可以为情而生 活着愿为情而死 死而门 附身的 都能算是感情的极点哪 梦中产生的情 为魔一定是真的 那天下难道还缺少这样的梦中之人吗 一定要挨到男童席才算是成 清 等到挂关词关后才感觉安全的 都是只看事情表面的法 都是只看事情表面的法 记述杜太守世纪的故事 模仿近代武都太守中文 广州太守冯孝 江儿爱的船 我稍加改动而写成这个剧本 至于杜太守居压考打 梦梅 也就像汉代虽阳王居压考打谈生 爱 人世的事情 是人世所能解透彻的 自己是学问贯通古今 的人 所以常常用 去加以推揪 只是一位强调 度娘死而生 与梦梅结合的是 从的角看一定没有 又怎么知道从情的角看一 定存在呢 邓长风 可记 明高攀 水居一世尔 高齐左偏位 可方丈 窗书四辟 齐南则湖山 则田舍 东则九 西则九至焉 陈 高子登而望之曰 可以 五 于山有木然之丝烟 于水有悠然之之烟 可以被逢之爽 可以复日之轩 可以冰月之而见其往 悠哉悠哉 可以簇碎已 于世明之曰 可 未无意之所可也 难无少时 凯然欲有五月 明山 思得秋鹤之醉 其如桃花圆者 托而期 烟 抵燕赵 南至敏月 忠于其应周之虚 观懒所及 无足可无异者 今乃可思耶 一 事与之获以 凡人之大患 生于有所足 亦所足 生于有所可 磨所可焉 思磨所足以 思磨所矣 今人即以迎其口腹 而所得止于亦保 即以迎居处 而所安止己席之地 即以迎怨幼 而止于碎时 十一之由 观而 将焉用之 且天下之家 山水多矣 无能日射也 取其可以 既无之 亦而止 凡为山水者 一致也 则无之于 滋也 可矣 虽然 有所可则有 所可 是有语物为偶也 无将游子 望乎可 望乎可 则思有其坠意 选字 国学基本从书 本 明文在 有一间水上的居室 室内偏左往上 大一间小 大一帐方 四面 开窗 南边有湖有山 面有农田茅舍 平原岩展在东 九山耸在西 小筑城 高子登 纵目四望 道 可以 山时我感到 和顺舒畅 水是我觉得 幽远闲境 可以享受 清风的爽快 可以得到 冬日的温暖 可以 迎接浩月的 又欢送 他的归去 多好呀 多快呀 可以 中此的 于是 起名叫 可 意思就是 我心满意 足以为 可以 从前 我轻时 志向 很大 想要游遍 天下 名山 寻找一个 像 桃花园 那 样 美好的 处所 寄居下 我方去 燕照 南方到过 敏月 中原跨月 齐英州的 故地 观览所及的 没有可以 满我之意的 何以现在 对这 尖小 却以为 可以呢 咦 这倒是 我的疑惑 大凡人的 大患 产生于 满足 人的 意象中的 有所满足 产生于 人 的意象中的 有所可以 莫所可以 这就莫所满足 这就莫所快 现在的人 即谋求山 真海味 顶多享受 一宝坝 即建筑高大厦 顶多享受 起居活动的 几席之地坝 即营造 亭台花园 顶多一中 去游 赏一次坝 这些 都有何用呢 况且天下的 好山 好水 很多 我能 每天 去游玩 只要可以 寄托 我的 智趣 就 天下的 山与水 都是一样的 我有 这 做小 也可以 当然 有所可以 也就会 产生 有所可以 犹如是 物都是 有正 有反对 带的 一样 我将 由此 忘掉 可以 也忘掉 可以 这样 这 做可 也是 多余的 前博 尘 徐文 长传 明媛 红道 雨少 时过 四中 杂句 有 四身 缘 意气 豪达 语 尽 十 书 深锁 演传 其诀 提 曰 天池 深 一味 原人 作 后 世 月 人家 丹 福 尚有 书 填 水 月 者 强心 铁骨 与 敷一种 快 平之气 自画 之中 婉婉 可 亦 盛 害 之 而知 填 水 月 为何 人 一戏 做 逃鞭修 随意 抽架 上书 的 却鞭 诗 一致 楚 毛 书 烟梅拜黑 唯有自行 烧旧灯尖之 卫首 绝金月 呼呼石愧 雀编 何人作者 金耶 古耶 石愧曰 此于香仙 被徐天池先生 书也 先生名位 字文长 家 奸人 前五方簇 金卷轴提 而尚有 填水月者 及其人也 于始物前后所移 皆及文长一人 又当师道荒惠 知识 或此其秘 如眼的行 人月起 灯影下 副教 教父 壮仆 睡者皆惊奇 于自识或向人 或作书 皆守称文长先生 有看语者 及 出师与之 一时名工巨匠 静静之向 沐云 文长为山英秀才 大事者 豪荡基 总督湖梅公之之 品为 牧客 文长与胡公约 欲克某者 当聚兵 非识者的出入 胡公 皆许之 文长乃格医乌经 常依旧座 宋谈天下事 旁无人 胡公大喜 适时公都边兵 威震东南 借咒之事 西语蛇 赶举头 而文长矣 布下一株深奥之 信心儿 字意谈血 无忌惮 慧得白 属文长带 作表 表上 勇喜圣 宫以示意众之 遗书记 接出其手 文长自负财 好奇记 谈兵多钟 凡宫所矣而汪 徐朱者 接力 相亦然后 常饮一久 有剑儿 亦饮其下 垦前 文长密以字 持宫 宫命赴剑儿 致麾下 皆斩之 亦军谷 有沙门赴资 而会 酒间 偶言于宫 宫后 以他事仗之 其信任多词 胡宫记文长之财 哀其困 十方是 繁入者 宫秘书曰 徐 子 天下财 在本房 信物托师 皆曰 如命 一支献 以他机后 是 至其方夜宫 偶望鼠 卷是在其房 岁偶 文长记 以得志于有私 遂乃放驱灭 自情山水 走其 燕 赵之地 穷懒朔末 其所山奔海 沙起云 风鸣树眼 幽谷大兜 人物与鸟 以可惊可恶之 一一皆达之于诗 其胸中又有一段可磨 灭之气 英雄诗 脱足无门之碑 故其为师 如称如孝 如水明霞 如 种出土 如寡妇之夜枯 击人之寒起 当其放逸 平酬迁 偶尔幽巧 贵于秋坟 文长眼空千古 独一时 当时所谓达官贵人 骚氏默克 文 常皆赤而奴之 此语交 故其名出逾越 悲夫 一日 尹其香大夫家 香大夫 只言上一小物求妇 因同蒲絮指账于 静 欲以苦之 文长远彼尘 静满其指 气运求意 物无遁情 一座大 经 文长喜作书 彼翼奔放如其诗 苍静中滋昧月初 于能书 而六位 文长书绝当在王雅夷 文珍重之上 书法 而书神 先生者 成八 法之散圣 自知侠客也 兼以其余 旁亦为花草竹时 皆超亦有志 醋亦以其既是 下欲死 张扬和解 乃得出 既出 绝将如初 晚愤一生 阳狂一圣 险者至门 皆聚那 当道观至 求一字可得 十邪前至九四 呼下语影 或自持腹 急破其头 血背面 头骨皆折 柔直有身 或垂其囊 或以锥锥其耳 深入寸鱼 净得死 十愧言 晚岁诗文 义其 无刻本 即藏于家 欲索者 徐文长吉 雀编 二种而已 然文长 竟已得志于时 抱奋而促 十公曰 先生其以 岁未狂吉 狂吉以 岁未语 古经文人 骚困苦 未有先生者也 虽然 胡宫兼是豪杰 永英主 墓中 等 是胡宫之有先生意 表上 人主悦 是人主之有先生意 独身未贵 二 先生诗文绝起 一扫静带 无惠之喜 百事而下 自有定 胡未欲 哉 梅客身常 寄于书曰 文长无有 并其于人 人其于诗 诗其于字 字其于文 文其于话 于未文长 无知而其者也 无知而其 而其也在 卑夫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徐卫吉 辅 我倾时经过家乡的店铺 看有杂具 四声源 义去和气盖毫 放矿达 与静书生所创作的传奇大相同 署名为 天池生 怀疑 它是元代人的作品 后到月的去 看人家丹服上有书款 填水月的 笔法纲尽有 一种欲结在胸中的平之气 透于字画中 仿佛可 心中十分惊 亚 然而知道 填水月是谁 一天晚上 坐在桃编修家上 随意抽月架上 陈放的书 的 雀编 诗集意涵 纸张粗糙 装定马虎 刷板墨直滴 字迹模糊轻 凑镜 灯前月 看没几首 游得惊喜欢月 忙叫石潰 问他 雀编 是谁做的 是惊人还是古人 石潰 这是我同乡前辈徐天池先生者 的书 先生名为 字文长 家境 庆奸人 午前才去世 现在卷轴 提额上有属田水月的 就是他 我方才明白 前后所猜疑的 都是文长艺人 再加上如今 正当诗歌欲荒无浊乌的时候 得到这样的奇珍秘宝 犹如在 梦中被唤醒 我们俩跳起 在灯影下 又叫 叫又 睡着的 庸人们都被惊喜 我从此以后 或者对人家口 或者写书信 都标表文 常先生 有看望我的 就拿出文长的诗给他 一时文学界著名的人物 渐渐地知道 向往仰慕他 文长是山音的秀才 相识多次未备取 性格之爽 无拘无束 总督 胡宗现 竟 知晓他的才能, 聘请他做木课。 文昌宇胡宗宪讲定, 如果要我做木课的话, 要按照接待宾课的节, 规定时间, 自由进出。 胡宗宪都答应他。 文昌宇是穿隔布衣服, 戴黑色头巾, 拱手入座, 放言畅谈。 天下大事, 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 胡宗宪非常高兴。 那时胡宗宪捅着几。 各方面的兵将, 威震东南一带, 军人畏惧他以致跪着化, 匍匐在地像蛇。 一样爬, 敢抬头, 而文昌作为布下一秀才 而对他高傲自得, 随心所欲。 的事, 任意谈和开玩笑, 丝毫没有畏惧顾虑。 阵风补的一头白, 胡宗宪请文昌带坐贺表。 表彰上答, 是宗皇帝看很高兴。 因此胡宗宪家, 看重他, 遗奏书, 公文等, 都请他带坐。 文昌对自己的才能谋看得很高, 喜欢出奇谋妙计, 谈军打仗的。 行事策大多得奇要。 凡是胡宗宪所的右汪职, 徐海等道寇的计谋, 都和他圣秘商议, 然后付诸时。 文昌曾经在一座酒上喝酒, 有几名军。 是也在下喝酒, 酒后肯付钱。 文昌暗暗写短寒迅速告达胡宗县, 胡宗。 县克命将军士绑进衙门, 全部斩首, 全军都害怕得大腿发抖。 有一个, 和尚依仗有钱财而为鬼, 徐渭在喝酒时偶尔提起, 后胡宗宪借其他, 是把他击毙在挺杖下。 文昌受到胡宗宪的信任多何者相仿。 胡宗宪既然爱文昌的才华, 又哀叹他次考试中, 适逢相识, 凡。 是做考官的, 都按中嘱托, 徐子是第一才是, 如在你的房, 希望。 要疑。 考官都答应遵照他的话去办。 有一个支县应有其他事单个。 晚一些, 到考其才拜胡宗县。 胡宗县偶尔望主托他, 试卷正好。 分发在他的房中, 于是没有被取中。 文昌既然科长师, 为事官所取, 于是纵意于饮酒, 尽情地游山玩。 水, 于其, 燕, 赵一带, 便方沙漠地区。 他所到的奔腾横。 亘的高山, 呼啸汹涌的海水, 弥漫遮天的黄沙, 变幻测的云彩, 尖巧。 浩的狂风, 仰面倒地的大树, 身躯幽静的山谷, 繁华凑的都市, 各种各。 样的人物与鸟, 疑人惊讶的形, 逐一在他的诗中表达出。 他的胸, 中又有一股磨灭的锐气, 以及英雄茫然诗, 无处可以安身的悲愤。 导致他所作的诗, 又像生气又像喜笑, 好像水过峡谷而发出巨大的声响。 好像种子发芽出土无声无息, 好像寡妇在晚上啼哭哀哀欲绝, 好像有子作。 可他相寒夜而起。 当他放纵心意, 犹如平坦的田野, 一望迁, 偶尔幽深。 翘拔, 好像秋天坟地的鬼魂, 揪揪思雨。 文长眼界奇高, 以为千古文人。 接足道, 在当时诗坛上读书一帜。 当时所谓的高官显贵, 诗人文士, 文。 常都大声地斥责, 是做奴婢, 以和他们结交为耻辱, 因此他的名声没有 传出月的以外去。 可悲那。 一日, 在县家饮酒, 县指着席盐上一件小东西求他做尸体永, 按。 得叫小仆人把纸张揭成一帐多长城上, 想一词难倒他。 文长取笔在手。 当场作诗, 写满那张纸, 意境和韵味刚见飘逸, 那东西的神态被表达的。 离境志, 在场的人都大为惊叹。 文长喜欢书法, 比义奔放和他的诗一样, 苍凉境节中出完美美人。 的姿态。 我字写得好, 胡仪, 我以为文长的字却实写得比王雅仪。 文真重要高明。 书写的技法, 而字的神韵, 先生却未居于八法。 而造译极高的人, 书法界均突起的歧视。 有时以他的鱼, 从事于会魔。 花草竹时, 兜化的高远典雅, 富有情趣。 他后因猜忌而死他的续期, 被带入狱, 判处死刑。 张扬何急我? 炫解救, 才被释放。 出狱后, 倔强的脾气一如以往。 晚愤凯深, 癫狂。 厉害! 有名声地位的人登门拜访, 他都拒接待。 本地官员求他写字。 一个字也得到。 常常带钱到酒店, 呼唤地位低贱的人一起饮酒。 有时, 拿斧头砍破自己的头, 以致血满面, 头骨折断, 以手摩擦, 发出响声。 有时用锤子敲碎圣囊, 有时以封地追子自己的双耳, 追身入达一寸多。 居然没有死去。 时愧, 文长晚施文为其, 没有课本, 即子葬在家。 我所。 道德, 锦, 徐文长吉, 却编, 二种而已。 然而文长始终在当时得志, 心怀怨愿愤而死。 时工, 先生命运一直好, 因此的狂吉, 狂吉一直全, 因而被 歹下愈。 古经文人, 忧愁困苦, 没有可以同先生相比拟的。 虽然如此, 胡。 宗宪是难得的豪杰, 是宗皇帝是英明的君主, 文长在做木刻时受到特殊的。 幽带, 这是胡宗宪之道先生的才能, 现摆表上, 皇帝佳悦, 是皇帝之道先生的才能。 只过没有担任一官犯职吧。 先生诗文凸起, 一扫镜。 带以荒芜污浊的诗风, 千百后, 自有定, 为摩他没有愈合呢? 梅克森曾经写信给我, 文长是我的朋友, 他的病比他的人齐。 他的人比他的诗齐, 他的诗比他的书法齐, 他的书法比他的文齐, 他的文比他的话齐。 我文长是没有摩齐的人。 正因 为没有摩齐, 因此没有摩齐顺顺当当的。 可悲亚 梦生 虎秋 明媛红道 虎秋去尘可期, 其山无高岩岁鹤, 独以静尘, 故霄古传, 无日 无知 繁月之夜, 花之尘, 雪之细, 游人网, 分措如知, 而中秋未游甚。 美至逝日, 清晨合护, 必而至。 衣冠室, 下带布屋, 莫量装服。 众英席, 至九郊渠间, 从千人时上至山门, 至彼如。 弹板秋姬, 尊雷。 云谢, 远而望之, 如燕瓶沙, 霞扑江上, 滚电或, 无得而。 不习之初, 唱者千百, 声句文, 可辨。 分曹布属, 竟以歌喉香。 斗, 雅俗既成, 言吃自别。 为己而摇头顿足者, 的识人而已。 以而明月。 浮空, 时光如, 以瓦府, 既然停身, 属而合者, 才三四倍。 一瓦, 一。 寸管, 一人缓板而歌, 竹肉相发, 轻声彻, 听者浑霄。 笔至夜深, 月影。 横斜, 杏早铃, 则消板易用, 一夫登场, 四座丙席, 音细发, 响。 彻云记, 每一字, 几近一刻, 飞鸟味之徘徊, 壮世听而下矣。 见全身可测, 飞檐如靴。 千顷云的天池珠山作案, 鸾鹤敬秀, 醉可。 伤可。 但过五则日光设人, 勘酒作儿。 文昌阁一家, 宛树游可观。 免。 魏平远唐旧指, 空旷无际, 景于山一点再望。 唐发已久, 于宇将敬之谋所。 以赴之, 御辞为苏州, 白天诸公于其中, 而并寻作, 于祭其归, 孔敬之。 知心亦兰矣。 山川心肺, 幸有时哉。 五载, 灯虎丘者。 最后宇将敬之, 方子宫同登, 持月生宫时尚。 歌者闻, 皆必去, 于应未尽之曰, 圣以, 乌杀之痕, 造之俗哉。 他日去观, 有听屈此时尚者, 如月。 金于杏的解观称无刻矣。 虎丘之, 月, 之上于言否耶。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圆红道及尖笑。 虎丘成约七, 这座山没有高峻的山峰与幽深的峡谷, 只过。 因为靠近城市, 因此奏着音的游船, 没有一天到那而去。 凡事有月。 的夜晚, 开花季节的早晨, 下雪天的黄昏, 游人网穿梭, 犹如枝布一样。 而以中秋最为繁盛热闹。 每到这一天, 全城庇护, 携手并肩而。 是大夫。 相声, 大家父, 以致平民百姓, 全都涂脂抹粉, 先衣美服, 重重叠叠的。 铺设席毡, 将酒摇摆在大中间, 从千人时一直到山门, 如疏尺于斑密。 吉乡。 坛板聚积如小山, 尊雷似云霞般倾泻, 远远望去, 犹如成群的大。 燕漆在平坛的沙滩, 彩霞铺满江面, 便闪明, 无法具体描绘她的形。 刚开始承设席位时, 唱歌的人成百上千, 声音如团聚在一起的文字。 没法分辨认。 等到分队安排, 真相以歌喉比高低, 雅和俗各个呈现。 后, 美和丑自然区别开。 多时, 摇头顿脚按节拍而歌的, 只过几时。 个人而已。 一会儿, 明月升到天空, 月光照在时尚犹如洁白的卷筹, 所有。 粗俗的歌, 在发出声响, 跟随着唱和的, 只有三四个人。 一支霄, 一。 寸管, 一人慢慢地打着歌板唱着, 管扮着歌喉, 声音清脆流, 使听的。 人深受感动。 等到夜深, 月膝斜, 树影散, 于是消板也用, 一个。 人登场, 四围的人平住身袭, 声音如细而直上的毛发, 响彻云端, 美吐一。 四, 几乎托长达一刻之久, 飞鸟听味之回祥盘旋, 壮士听感动的下。 眼。 见全身得无法测, 陡峭的岩石如浮霄一般。 千寝云因为有天池等山。 作为己岸, 山峰峡谷, 珍奇斗秀, 是请客饮酒的好地方。 但是过中午。 阳光逼人, 能久坐。 文昌阁也错, 晚上中的景色游位迷人。 朝尾。 平远堂就指, 空旷没有遮拦, 紧紧远远望于山, 如小小的黑点。 堂荒无。 已经很久, 我和将静之商修他的办法, 想在面供奉为应物, 白居。 等人, 但久生病, 我既然已经辞官, 恐怕静之的性质也宵尽。 山川的兴旺和荒废, 确实有他的运纳。 再无限作官, 登虎秋山次。 最后一次和将静之方子宫一起。 登, 坐在升宫时上等候月初。 唱歌的人听线道, 都躲避开。 我因此对静之, 做官的横气盛, 牙抑雍俗粗也, 是多么厉害呀。 以后, 做官, 有在这时上听歌的, 有乐位正。 现在我有幸得以免去官职。 客居无限, 虎秋的月知道还记得我的话吗? 梦生。 幻花西记。 明中心。 出成都南门, 左卫万桥。 西折鲜秀长驱, 锁如环, 如绝, 如带。 如龟, 如钩, 色如剑, 如廊杆, 如陈瓜, 咬然身必, 迎回陈下者, 接换。 花西尾也。 然必至草堂, 而后换花有专名, 则已少换花居在燕尔。 三, 四位清阳宫, 西时远时静。 竹波苏苍然, 隔岸阴森者, 静兮。 平旺如迹。 水目清华, 神夫达。 自宫以西, 惠而乔者三, 相聚各半。 于夫云通贯县, 或所云, 将从贯口侍也。 人家住西左, 则西必时, 稍断则复西。 如是者处, 复柴边竹。 颇有次地。 桥静, 一亭树到左, 蜀曰, 原江。 过此则武侯此。 此前跨。 西位板桥一副以水剑, 乃渡, 换花西提榜。 过桥, 一小周横斜插水间。 如梭, 西周之, 非桥通。 至亭齐上, 提约, 百花潭水。 由此亭海。 桥过范安寺, 使未渡功不辞。 相颇清谷, 必求消, 想当而尔。 时刻相依。 复义本传, 何人种别嫁属华阳时所为也。 碑皆堪。 中子曰, 杜二居, 换花清远, 东屯险奥, 各相习。 严公死, 换。 西可, 患难之余朋友大已灾。 燃天浅此翁增魁门一断其耳。 穷愁奔走。 游能则圣, 胸中辖枕, 可以应世, 如孔子为辅主司成真子时也。 十万星亥十月十七日。 出尘玉宇, 请知记。 使客游者, 多游间思郡。 一招影, 关盖愁拙, 庆哲宣矣。 破目去归。 是日清晨, 偶然独网。 处人中。 星际。 选自天启刊本, 影秀宣集。 出尘都尘南门, 左边是万桥。 向西折的细而美, 长而弯, 所向。 套的圈儿, 向开口的玉环, 向带子, 向圆归, 向弯钩, 水色向明镜, 向。 碧玉, 像浓色的瓜, 深幽幽的呈现一派青碧色, 在城下回旋着的, 都是, 幻花溪水聚的地方。 然而一定要到草堂一带, 然后才有, 幻花溪这一。 专门名称, 这是因为杜甫的幻花故居在那儿的缘故。 走三, 四就到清阳宫。 西一回而远, 一回而尽。 清竹翠伯玉。 玉匆匆, 显得对岸浓阴森森, 一直延伸到西的尽头, 远远望去像一片济彩。 水光树色, 清幽而炫, 使人表成澈, 神清气爽。 从清阳宫以西, 从三。 处地方西会合在一起, 上面见有桥, 彼此相隔都倒伴, 叫夫通。 像冠线, 或者这就是所谓, 将从冠口的法吧。 西东面柱有人家, 这时西身被污舍遮住, 能常常看, 稍有空缺。 西水虫又展现在眼前。 像这样的情形有好几处。 西岸人家用树枝, 逐条边。 扎城门户和离墙, 很适起枕。 走进桥, 旁边这一座亭子, 提写着, 圆。 将几个字。 过这就到五侯祠。 祠前有一座木板桥跨越西深, 桥。 上有水的干腹围着, 到此才看提着, 换花西字样的匾额。 过桥。 是一片小小的的, 像梭子那样横斜着插在水中, 溪水四面环绕着它, 梅。 有桥无法通。 小舟上娘建造一座亭子, 提字位, 百花潭水。 从这。 座亭子折回园, 走过桥经过范安寺, 这才到渡公不辞。 杜甫的像话的。 十分清古朴, 的一定强求为妙为孝, 但想杜甫应当是这个模样。 还有一块刻在碑石上的肖像, 附着杜甫的传记, 是通畔和仁仲在戴华阳。 现实所制作的, 碑文都没法。 中子, 杜甫的处居所, 在成都换花西的, 环境幽远, 在奎州东屯。 的, 地方显僻, 者互相同。 假如延武死, 杜甫就可以再换花西盼安。 然过晚, 患难时事太需要朋友。 然而是天意要派定这位诗人添加。 出奎州的一段非凡表现罢, 在奸南辽岛中奔波, 却仍能选择圣地处。 身, 胸襟安闲从容, 可以应付世事, 这同孔子便换服装, 客居在私城真子。 家避难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呢。 其实未万三十九十月十七日, 出城时向市要下雨, 一回耳云。 开天晴。 朝廷使臣出游玩的, 大多游按查使货州县长官邀请家饮宴。 官场中人愁杂而浑浊, 向石庆那般弯曲着身子打工作衣, 喧闹声充满四方。 将近黄昏时分忙回家。 这天清晨, 我偶然独自前往。 楚人忠心作祭。 始朝 由黄山日记, 后 明徐红祖 务武九月初三日出白月郎梅安, 至桃园桥。 从小桥右下, 抖肾, 急救 向黄山也 七十, 宿江村 初四日十五, 至汤口。 五, 至汤四, 寓于汤匙。 扶杖望诸沙安儿。 登 十, 上黄纲。 向石云珠风, 渐渐透出, 亦渐渐无障底。 转入 十门, 月天都知邪而下, 则天都, 花二顶, 巨秀出天半。 庞义齐东上, 乃昔所谓智者, 岁前驱直上, 几达天都策。 腹上, 石下中, 石丰片片。 家起, 婉转时间, 者凿之, 斗者急之, 断者驾目通之, 选者直踢皆之。 下看翘赫阴森, 风松相见, 五色分批, 灿涂秀。 因黄山当身平其懒。 而有其此, 前未一探, 滋游快且溃矣。 石夫蒲俱祖险后, 于一亭浮上, 乃依其境, 绝隐于独网。 祭登。 风头, 亦安亦然, 未闻书院, 亦于席玉登未登者。 左天都, 又花, 北。 以欲平风, 风秀色, 俱可守栏。 四顾其风措, 众鹤纵横, 真黄山绝胜。 处。 非在智, 焉知其其词。 欲游森成缘智, 兴盛勇。 时已过五, 奴背誓。 智, 安前, 指点风。 安森卫, 天都虽静而无, 花可登而遥。 指一静盼天都, 明日登顶。 于从, 决意游天都。 邪成缘, 奴子人下。 霞, 至天都策, 从石蛇而上, 攀草千集, 石块从起则快, 石崖策。 肖则圆崖。 美智手足无可这处, 成缘必先登垂阶。 美上即如此, 下何以? 看。 终亦故。 显次, 遂达封顶。 唯一石顶必起游石杖, 成缘巡视。 其策, 得及, 斜于以登。 万风无下浮, 独花与抗尔。 石农物半作半, 寺。 每一阵志, 则对面。 跳花诸风, 多在雾中。 独上天都, 雨至其前。 则雾喜于后, 雨月其右, 则雾出于左。 其松有有驱挺纵横者, 薄虽大干如。 必, 无平贴时尚如台显然。 山高风聚, 雾气去无定。 下判诸风, 石出。 卫碧桥, 石梅卫银海。 在跳山下, 则日光晶晶, 别亦曲雨也。 日渐木, 碎。 前骑族, 首相后聚的, 坐而下托。 至险绝处, 成员并接首相接。 险, 下。 至山凹, 名色已和。 父从侠站已上, 指纹书院。 初五日平民, 从天都风傲中下二, 石碧亚然。 其下花震雨前。 坑石笋对质, 遗物悠然。 别成员, 下山至前其侧, 向花风而驱。 一。 言为必夕, 凡在身, 将下百步云梯, 有可直击花风。 既智而瞪绝, 一而复下。 隔风一森高呼曰, 此震花道也。 乃从石颇测石系, 静。 小儿郡, 风顶皆巨石顶至, 中空如是。 从其中叠即直上, 即穷转, 曲曲。 其轨, 如下上阁中, 望其郡出天表也。 一。 的毛, 以石下中。 方牌。 怀玉身, 则浅呼道之森致矣。 森浩灵须, 睫毛于此者, 遂与把臂置顶。 顶。 上一时, 玄格二丈, 森曲梯矣, 其巅然。 四望空臂, 集天都亦扶手矣。 盖世风居黄山之中, 独出诸风上, 四面炎臂还耸, 欲朝阳济色, 先应曾发。 人狂叫欲武。 九之, 反毛安, 灵须出舟相想, 绰亦于。 乃下至其侧, 过大碑顶。 上天门。 三, 至台。 寻台嘴而下, 关玉屏风, 三海门诸风, 西从身。 雾中必起。 其台一缸中垂, 颇无其郡, 唯看翠围之背, 雾中风轮挫耸。 上下周应, 非此尽瞻跳之其耳。 还过平天空, 下后海, 入至空安, 别焉。 三, 下狮子, 驱使损空, 至向所登尖风上, 以松而坐。 看雾中风时。 回攒, 早会满眼, 使绝筐, 石门, 或聚一体, 或缺一面, 此枝红薄。 腹也。 九枝, 上阶影牙, 下跳雾中, 阴阴绝有。 腹至刚上尖风侧, 简。 石, 圆极草, 随坑而下, 越下越深, 珠风自相掩蔽, 能一目尽也。 日。 木, 反狮子。 初日别霞光, 从山坑向陈相缘下。 七, 至白沙。 霞光复至, 阴。 鱼玉关牌时, 孔白沙安无止者, 追味道。 碎铜上, 指幼隔坡, 有。 石从, 下分上病, 即牌时也。 鱼玉于坑宿建, 直噪而下。 森卫, 即。 迷诀, 必能, 此坑直下成相缘, 必赴上此, 欲从先登而往。 即有此东向。 鱼从之, 寻己。 横更天兜, 花之, 霞盛。 旁荣族, 南阶重丰家印。 静下, 仰瞻又丰汗时, 圆头突顶, 眼。 然而森也。 下至坑中, 鱼剑而上, 共四, 登仙登。 南向, 正对天兜。 知音。 森架隔板于外, 而内由穷然, 天去未尽堪也。 赴南下三, 过城。 向缘, 山间一家的儿。 其安颇枕, 四顾无奇, 进入。 赴南向寻山腰无。 剑下, 剑中全身费然, 从时间九集下谢, 每集一下有弹渊碧, 所谓九。 弹也。 黄山无玄飞铺, 为此儿。 又下午, 过苦竹滩, 转循太平线。 向东。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徐霞客游记。 明晚四十九月初三, 我们一开白月山廊梅安, 到桃园桥。 从小桥右面而下, 山长陡峭, 这就是上次由黄山时所走的。 往前走。 七十, 夜宿在江村。 初四日不时五到达汤口。 在五, 到汤四, 在汤匙洗澡。 主着手杖朝朱沙安方向攀登。 走时, 登上黄缸, 原先被云雾遮。 梅的珠山风, 渐渐显出, 又渐渐到我的手杖底下。 转入石门, 惊。 天兜风半山腰而下, 则天兜, 花作风顶, 都以秀美的英姿雾在半空。 旁有一岔道朝东而上, 却是昔日所谓道之处, 于是往前直上, 差多道。 达天兜风旁。 在网而上, 攀在石系之中。 只侧风时一片片加至儿。 起, 山道迂回曲折于岩时间, 遇到山时祖旧凿通他, 遇到山崖陡峭就起。 起石阶, 遇上断壁则架木搭桥修通他, 遇到悬崖就架上梯子接起。 辅士。 孤峭的山谷一片阴森, 枫树和松树交错相杂, 五彩缤纷, 犹如画图与锦绣。 班残。 因而想到黄山当的起是一生中所到的奇观, 而且是如此奇特。 往日未曾一探究竟, 这次重游但快胃, 而且很觉惭愧。 这时脚夫仆人都因山险阻而在后头, 我也停住在网上。 但一, 上的奇景, 又知觉地吸引我独自前往。 既登上山头, 旧望有座佛寺。 的屋檐犹如飞鸟展翅一般, 即是文书院。 这也是我上一次想登懒而又为。 登上的地方。 文书院左面是天兜风, 右面是花风, 背面靠着玉瓶风, 天兜, 花风的秀景色, 简直伸手可摘。 环顾四周指其封错杂牌。 众多的山谷纵横交错, 却是黄山景色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如果是这次重游, 怎晓得黄山竟是如此之神奇。 洽玉云游和上成员道, 游性很高。 十。 兼已过午, 仆人们才上, 大家站在文书院前, 指点着左右座山峰。 四。 的和尚, 天兜风虽尽却无可攀, 花风可登但途遥远, 只好在 附近看看天兜风, 明日在灯上花顶。 我愿听从, 决心亦游天兜风。 加持着成员和仆人, 仍从山峡小而下, 到达天兜风旁。 再从京西水冲, 急而动得山时中复复爬而上, 或抓住野草, 或者荆棘, 越过丛棘的。 石块, 攀上削的山崖, 每到手脚都无法折的地方, 成员总是抢仙灯。 上, 再垂手接应。 每每想到上山既如此艰难, 下山怎么的。 但终于也。 故这许多。 经几回艰险, 终于到达天兜风顶。 纸顶上有块牙石像。 薛碧一般直而起, 约高石杖。 成员巡视其侧面, 发现有石阶, 扶我。 登上。 为千山万五浮浮在下, 独有花风和它抗衡。 这时浓雾时起。 石指, 每一阵飘过, 则对面也看。 远跳花等珠山风, 多半淹没。 再云雾。 唯独登上天兜风, 我走到风前, 云雾则一到风后, 我到风后。 云雾则出于风左。 风顶上还有生长的曲折挺拔, 横纵交错的松树, 而柏树。 则虽干带如壁, 也无平贴在牙石上, 犹如苔藓一般。 山高峰猛猛, 雾气飘。 呼顶。 俯视珠山风, 一会儿透出壁的尖顶, 一会儿又淹没为一片银。 海。 在眶望山下, 指阳光明媚, 仿佛别是一个世界。 暮色渐渐。 于是大家族身前, 双手向后贴的, 坐着往下, 到极显之处, 成员。 坚守并用椅香接应。 过危险地带, 下到山凹时, 夜色已照大地。 再从山峡间登站道而上, 夙于文书院。 初五日天纲, 从天都封山凹中向而下二, 这时必深邃。 再。 它下面的花恰好和乾坑的石笋相对质, 山凹长幽静。 告别成员。 下山到前面的岔道旁, 向花蜂而去。 依上沿着围崖绝壁往西走。 经过多次上而复下, 在将要下百步云梯时, 有可直上花蜂。 既登之后, 却找十级, 新生一律, 旧又下。 隔风有位和上高声喊道, 这阵。 是登花蜂之。 于是从石坡侧面穿过石系, 山峡小而险峻, 风顶上。 全是巨石顶至对着, 中间空荡荡如同房屋。 从当中层层时及直登而上。 急静转, 曲折其, 犹如上下在阁中, 几乎忘记它是高耸异于天外。 约走仪, 一毛屋, 靠在石系之中。 正在犹豫觉想再往上登至。 时, 指刚才高呼指的和尚。 和尚号灵须, 结一毛安在此。 于是和。 他挽着手臂登上封顶。 顶上有块牙石, 悬空二丈, 灵须搬梯子爬上去。 山巅上非常空旷。 环顾四周, 天空一片壁, 即使天兜风也仿佛低着头。 因为此风居黄山之中, 独高耸于珠峰之上, 四面岩壁环绕耸, 遇到潮。 阳身起, 天气晴之时, 层层风鸾映射出鲜艳的色彩, 人心喜狂叫, 简。 直偏偏欲舞。 在封顶待很久, 才返回茅安。 灵须和尚端出粥款带, 我喝一波。 鱼。 鱼是下道岔道旁, 过大碑顶, 登上天门。 在走约三, 到达台。 沿着台口而下, 观览玉屏风, 三海门等山峰, 竟是从深谷中如削壁一般拔。 得而起, 那台一刚垂于从山之间, 丝毫没有齐菌拔之感。 只是浮。 是翠为风背面, 山雾中风轮交错耸, 上下周围交相映衬, 非在此能尽。 懒山色之奇妙。 返回经过平天空, 下后海, 步入至空和尚主持的佛寺, 向他告别。 走三, 下狮子, 往十损空走去, 到昔日曾登揽过的间。 风之上, 被靠松树而坐。 俯瞰山雾中, 风时回环促距, 满眼镜是如锦四袖。 的景色, 才觉得山, 石门山, 或只具备黄山的某一体态, 或缺少黄山的。 某一方面, 如黄山这样红薄附。 观看很久, 才登上街引牙。 往下看。 山雾中, 觉得阴森森的别有一种齐菊。 再回到刚上尖峰旁, 脚踩着洞的石块, 守着荆棘野草, 顺着山坑而下, 越下越深, 珠山风互相遮蔽。 五, 把一眼望到尽头。 太阳下山, 才返回狮子。 初日告别霞光河上, 从山坑向陈像源方向而下。 走七, 到 白沙。 霞光河上又随后到。 因为我想观览牌石, 他担心白沙安无人。 隐, 所以追赶坐向导。 于是一起登上白沙, 霞光指着右侧对面的。 山坡, 有从深的山石溢着, 下杆分开而上杆河, 那就是牌石。 我, 想越过山坑, 沿山溅上, 然后直屈而下。 霞光, 荆棘遮靡, 山足。 绝, 必定无法通。 如果从山坑直下陈像源, 就无需再上此, 要是想从。 先登前往, 如就从这向东去。 我听从他的意, 沿着几儿。 白沙横更天兜, 花封面, 极其狭窄, 旁简直一只脚也无法容。 那, 南面竟是高山郡家相应。 到白沙镜头再往而下, 仰望。 右侧山峰上的汉石, 源头秃顶, 俨然像是二个和尚。 下到山坑中, 月山。 剑而上, 共四, 登上仙灯。 口朝南, 正对着天兜风的面。 和尚。 修筑站到余外, 而内依然那样广阔深邃, 保持着天然的情趣。 在朝南, 往下走三, 过成像园, 过是山间一块狭窄的平地而已。 有座佛寺修。 见得颇为整齐, 环顾四周, 无甚奇特之处, 终于没有入内。 再向南沿着伴。 山腰走五, 逐渐下山, 呼听山剑传喧闹的泉水声。 泉水从山时, 尖分九级下泻, 每一级下面都有又深又壁的水潭, 就是所谓九潭。 黄山。 除此潭之外, 没有别的玄飞铺。 在下山走五, 金库竹滩, 转向沿着 太平线的, 往东方向走去。 高张彩。 何周记。 名为学医。 名有其巧人曰王书远, 能以尽寸之墓为公事, 器皿, 人物, 以至鸟寿。 墓时, 网音是象形, 各具情态。 常移于何周一盖大苏范赤碧云。 周首尾长约八分有其, 高可二属许。 中宣厂者位仓, 若彭富之。 旁开。 小窗, 左右各四, 共八闪。 起窗而观, 雕香望烟。 避之, 则又克, 山高。 月小, 水石出, 左客, 清风徐, 水波兴, 石青生枝。 船头坐三人, 中额观而多然者位东坡, 佛应居右, 直居左。 苏, 黄。 共月一手卷。 东坡右手指卷端, 左手辅直背。 直左手指卷末, 右手指。 卷, 如右所欲。 东坡线右足, 直线左足, 各围策, 其膝相比者, 各隐。 卷第一者中。 佛应绝迷, 谈凶辱, 角手昂视, 神情与苏黄鼠。 我。 右膝, 屈右臂之船, 而树其左膝, 左臂挂诸以之, 诸可也。 周围横卧一极。 极左右周子各一人。 居右者追记仰面, 左手以一横目。 右手攀右指, 笑呼。 居左者右手直脯奎善, 左手辅, 上有弧, 其。 人是端荣记, 听声然。 其传备稍移, 则提名其上, 文曰, 天启仁须秋日, 于山王一书远辅。 课, 系文足, 勾画, 其色末。 又用传章仪文曰, 出平山人。 其色。 通济一周, 为人武, 为窗疤, 为若鹏, 为吉, 为, 为胡, 为首卷。 为诸各一, 对, 提名并撰文, 为字共三十有四。 而既其长, 曾迎寸。 盖剑陶和修辖者未知。 为子祥主既必, 差曰, 西, 既意怪已哉。 庄, 所在, 称经。 有鬼神者多, 然谁有游消于寸之之, 而须迷了然者。 甲友人焉, 举我。 言以赋予我, 亦必以其狂。 乃经轻度之。 游丝以观, 及之端, 未必可。 为母侯也。 西, 既意怪已哉。 选字文学古籍勘设排印本, 于初心志。 明朝有个手艺奇妙精巧的人叫王书远, 他能用直径一寸左右的木头雕。 课程公式, 器皿, 人物, 以及飞鸟走兽, 树木石头, 而且无按着木头的。 圆形雕是模拟物态, 因而雕刻的各有各的情趣神态。 他曾经赠送我一纸。 用陶河雕刻成的小船, 刻的是苏东坡泛州游览赤壁的情景。 河州从头到尾大约有八分多长, 高二分左右。 中部高企而宽敞的地方, 是船舱, 上面覆盖着弱竹船棚。 船舱旁开有小窗, 左边和右盘各四闪。 总共八闪。 打开窗子看, 可雕花的船杆, 左右相对。 关上窗子, 可心。 赏道右盘窗上刻着, 山高月小, 水石出八字, 左边窗上刻着, 清风徐。 水波心八字, 都涂石青颜色。 船头上坐着 三个人, 当中戴高帽满腮胡须的是苏东坡, 右盘是佛印和。 上, 左边是黄植。 苏, 黄人正在共看一幅手卷。 东坡右手拿着手卷的。 右端, 左手搭在植的背上。 植左手拿着手卷的末端, 右手指着手卷。 好像在讲魔话。 东坡出右脚, 直出左脚, 各围侧着身体, 它们紧。 靠着的膝, 各引线在手卷底下的衣服皱着中。 佛印极像弥佛, 敞开胸。 怀, 双乳, 抬头仰望着天空, 神态表情与苏, 黄二人一样。 他平方。 右膝, 曲着右臂支撑在船板上, 左腿曲膝竖起, 左臂挂着猪靠在左膝上。 猪可以一一清楚地出。 船尾横放着一只讲。 讲旁个有一个船夫。 右甲那个梳着锤行法际。 仰念朝天, 左手靠在一根横幕上, 右手扳住右脚趾头, 像作者嘴唇在吹口。 哨的样子。 左边那个右手拿着一柄铺盔扇, 左手摸着紫, 紫上放一把。 水壶, 那个人目光注视, 脸色平静, 好像在凝神倾听水烧煮的声音。 这只船的底部比较平坦, 就在上面提上名字, 提的字是, 天启仁虚秋。 日, 于山王一书远辅刻, 笔画细的像蚊子脚, 一勾一画都清清楚楚, 字。 色黑。 又用上一颗撰字印章, 文字是, 出平山人, 红颜色。 总计这只船上, 刻有五个人, 八扇窗, 若竹船棚, 船桨, 水壶。 首卷, 诸各一件, 对, 提名以及撰字印章, 刻的字共有三十四个。 刻。 是河洲的长, 甚至还满一寸。 这原是挑选辖长的陶和雕刻成的。 为子仔细地看这只河洲后, 惊叹道, 一, 记忆也真是神奇呀。 庄。 子, 子, 书中所记载的能工巧匠, 被誉为像是鬼斧神工的事情很多。 可是有谁在到一寸的材上运刀自如的静雕刻, 而又能刻的胡须眉毛。 都清清楚楚的。 如果有那么一个人, 拿我的话告诉我, 我也一定会怀疑。 他在谎。 可现在这, 却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从这件作品看, 在集目的尖端, 未必, 能雕刻出母猴。 一, 记忆也真是神奇呀。 曹光福, 陶安梦一序, 明章带, 陶安国破家亡, 魔所归旨, 批法入山, 害害未也人。 故旧之, 如独。 要猛兽, 恶望敢于皆。 作, 自婉师, 美欲隐诀, 因, 石窥书, 未成。 上世席人士, 然凭肃庆, 能举火。 使之守羊儿, 直头饿死, 十周。 肃, 还是后人装点羽也。 因思席人生长王谢, 颇事豪华, 今日此果报, 以报炉, 以溃报种。 愁簪也, 以纳报求, 以注报纸, 愁清暖也, 以祸报肉, 以利报章, 愁甘。 至也, 以箭报床, 以石报枕, 愁温柔也, 以神报书, 以问报友, 愁爽恺也。 以烟报木, 以粪报笔, 愁香燕也, 以图报足, 以囊报奸, 愁于从也。 种种。 罪案, 从种种果报中之。 鸡鸣枕上, 业气方回。 音响于生平, 繁华迷, 过眼皆空, 五十。 总成一梦。 经当属熟黄粮, 炫以学, 当作如何销售。 瑶思往事, 一集书。 知, 持问佛前, 依依忏悔。 四岁月, 谱也, 分门, 别, 智。 也。 偶念一则, 如由就敬, 如故人, 成国人名, 翻用自喜。 真所谓痴人。 钱的梦已。 习有西脚夫, 为人丹久, 师族破其问。 无以常, 吃坐住享约, 的。 是梦好。 亦涵是相识中事, 方复明艳, 恍然, 恍然犹意未争, 自念其必曰。 莫是梦否。 以梦尔, 唯恐其非梦, 又唯恐其是梦, 其为痴人则亦也。 于今大梦将物, 犹是雕虫, 又是一番梦意。 因叹慧夜闻人, 明星难化, 正。 如寒丹梦断, 静忠明, 身以表, 由斯摩塔二王, 以传后事, 则其名。 根一点, 坚固如佛家舍, 结火猛, 由梢之师也。 选自光绪刊本, 狼宣文集, 陶安国破家亡, 无可归宿之处。 披头散发进入山中, 行可怕的变成。 野人。 亲戚朋友一看到我, 就像看到毒药猛兽, 恶然的望着, 敢语。 我接触。 我写, 自晚诗, 自想字, 但因, 实贵书, 未写完, 所以。 还在人间生活。 然而望中经长五米, 能煮饭机。 我这才懂得守阳山的。 薄仪, 舒奇二实在是饿死的, 他们愿吃粥素, 还是后人夸张, 粉饰。 的话。 由此而想到以前身长鱼王, 谢之家, 很享用过豪华的生活, 今日遭到。 这样的果报, 以竹作为头的报应, 以草鞋作为足根的报应, 用根以前, 享用过的华美观相对, 以纳衣作为穿皮球的报应, 以麻布作为服用戏格。 布的报应, 用根以前又轻又暖的衣服相对, 以豆作为食肉的报应, 以粗作为精米的报应, 用根以前的美好食品相对, 以草剑作为温暖床褥。 的报应, 以石块作为柔软枕头的报应, 用根温柔之物相对, 以神书作为 优的护书的报应, 以瓮有作为名的窗的报应, 用根干燥高爽的居士。 相对, 以烟熏作为眼睛的报应, 以愤臭作为鼻子的报应, 用根以前的响。 受香烟相对, 以跋涉图作为脚的报应, 以背腹囊作为肩膀的报应, 用根以前的叫马仆役相对。 以前的各种罪案, 都可以从今天的各种果报中看到。 在枕上听到鸡的提声, 纯洁清净的心静刚刚辉, 因而回想我的一生。 繁华谜语转眼之间, 以化为乌有, 午时, 总只过是一场梦幻。 显。 在黄粮都已煮熟, 子已从已学回, 这种日子应该怎样打疤。 只能追。 想遥远的往事, 一想到就写下, 拿到佛前衣装装的忏悔。 所写的是, 按月先后为次序, 以语普香, 也按门排比, 以语, 至, 香。 差别。 偶尔拿出一则看看, 好像是在游览以前到过的地方, 欲以前。 的朋友, 虽成郭依旧, 人名已非, 但我却反而自己高兴。 我真可是。 能对之梦的痴人。 以前西地方有一个脚夫, 为人挑酒, 胜爹一交, 把酒坛子打破。 估计无从赔偿, 就长时间待坐着想到, 能是梦好。 又有一个瓶。 穷的书生考取举人, 正在家明宴, 恍恍惚惚的还以为 这是真的。 咬着自己的手臂, 别是做梦吧。 同样是对于梦, 一个唯恐其事梦。 一个又唯恐其事梦, 但他们作为痴人则是一样的。 我现在大梦将要醒。 但还在雕虫小记, 这又是在梦化。 因而叹息具有惠业的文人, 其好。 明知心真是难改, 正如身在邯郸梦已要结束, 天就要的时候, 再起疑。 表中还想把 其摩托二王的书法 传后事一样。 因此, 其一点明根, 实在是。 像佛家舍字那样坚固, 虽然用猛的结火烧它, 还是烧掉的。 张培衡 西湖七月半 明张带 西湖七月半, 亦无可看, 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看七月半之人, 以无看之。 其一, 传销谷, 鹅观盛装, 灯火游戏。 生光香, 名为看月而识月者, 看之, 其一, 亦传义, 名娃归秀。 斜姬铜鸾, 笑蹄杂枝, 还坐台, 左右盼望, 身在月下而识看月者, 看。 之, 其一, 亦传义声歌, 铭记贤森, 浅针滴唱, 若管青丝, 竹肉相发, 以。 在月下, 亦看月, 而愈人看其看月者, 看之, 其一, 周, 山泽。 酒醉饭饱, 呼群三五, 激入人从, 昭庆, 断桥, 叫呼嘈杂, 装甲醉, 唱无。 枪躯, 月一看, 看月者一看, 看月者一看, 而时无一看者, 看之, 其一。 小船清晃, 敬己宣, 当炫竹, 宿辞禁地, 好友家人, 腰月同坐, 或。 影树下, 或陶箫湖, 看月而人其看月之态, 亦坐亦看月者, 看之。 旁人游湖, 四出有归, 碧月如愁, 世系好名, 逐对真出, 多靠门君酒。 钱, 叫夫勤, 四岸上, 移入周, 宿周子急放断桥, 赶入盛会。 已故而, 故以前, 人声鼓吹, 如沸如汗, 如眼如意, 如如雅, 大船小船一起奏案。 亦无所, 指高极高, 周处周, 肩磨肩, 面看面而已。 少客心静, 官府习散, 造贺道去。 教夫叫船上人, 不宜关门。 灯。 火把如星, 依依猝拥而去。 岸上人意逐对赶门, 见膝见薄, 请客散静矣。 无被使以周静暗。 断桥时邓使良, 习其上, 呼客纵影。 此时月如静心魔, 山腹枕装, 胡腹偷面。 向知浅真低唱者出, 引述。 下者一出, 无被网通生气, 与同坐。 运有, 冥记至, 悲注安, 竹肉发。 月色苍凉, 东方江白, 客方散去。 无被纵粥, 酣睡于石荷花之中。 香气居人, 清梦甚切。 选字, 酷, 本, 桃安梦义。 西服的七月饭, 没有魔可看的, 只可以看看七月饭的人。 看七月饭的人, 可以分无看。 其中一, 坐在有事的游船上。 吹消几鼓, 带着高官, 穿着飘整齐的衣服, 灯火明, 幽灵, 无从相随。 身与灯光相挫达, 名为看月而事实上并未看月的人, 我就看看他们。 一, 也坐在游船上, 船上也有事, 带着游泥的美人和贤心有才的子。 还带着鸾童, 嬉笑中夹着打趣的啼哭, 在船台上团团而坐, 左盼右顾, 至, 身月下而事实上并看月的人, 我就看看他们。 一, 也坐着船, 也有音。 和歌声, 跟着铭记, 清闲僧人一起, 慢慢喝酒, 慢声歌唱, 消敌, 情。 色之轻柔细缓, 思逐声与歌声相互生法, 也置身月下, 也看月而又息。 望别人看他们看月, 这样的人, 我就看看他们。 右衣, 坐船程。 穿上衣带头巾, 喝足酒吃饱饭, 叫上三五个人, 成群结队的几入。 人从, 在朝庆寺, 断桥一带高声嚷喧闹, 假装发酒疯, 唱成腔调的歌。 去, 月也看, 看月的人也看, 看月的人也看, 而实际上摩也没有看。 的人, 我就看看他们。 还有衣, 乘着小船, 船上挂着细而薄的围满。 挤洁静, 温热, 当很快地把水烧开, 白色瓷碗轻轻地传递, 约好。 有美, 请月和他们同坐, 有的隐藏在树荫之下, 有的去湖逃避喧闹。 尽管在看月, 而人们看到他们看月的样子, 他们自己也刻意看月, 这样的人, 我就看看他们。 杭州人游西湖, 上午十点左右出门, 下午点左右回, 如愿愁似的。 躲避月。 这天晚上爱虚名, 一群群人争相出城, 多赏把守城门的士族一。 歇小费, 教夫高举火把, 在岸上对等后。 一上船, 就催促船家迅速把船。 化道断桥, 赶去加盛会。 因此二谷以前人声和谷声 恰似水波涌腾, 大 的震荡, 又犹如梦魇和一语, 周围的人们既听到别人的化声, 又无法 让别人听到自己化的声音, 大船小舟一起靠岸, 摩也看, 只看到 船高与船高相撞, 船与船相碰, 肩膀与肩膀相摩擦, 脸和脸相对而已。 一会儿兴致敬, 官府宴席已散, 尤牙一吆喝开道而去。 教夫招呼传。 上的人, 已关城门恐吓游人, 使他们早归, 登和火把相宜兴兴。 一一簇拥着回去。 岸上的人也一批批几附城门, 人群慢慢稀少, 久就全。 不散去。 这时, 我们才把船靠近湖岸。 断桥边的石凳也裁凉下, 大家。 坐在上面, 招呼客人开怀畅饮。 此时月仿佛刚刚磨过的铜镜, 光洁明, 山巒重新整容装, 湖。 水重新整齐面目。 圆慢慢喝酒, 慢声歌唱的人出, 隐藏树音下的人。 也出, 我。 我们这批人去和他们打招呼, 同席而坐。 风雅的朋友, 出名的。 寄也, 杯快安置, 歌齐发。 直到月色灰白清凉, 东方即将破晓, 客人刚刚散去。 我们这些人放船。 在石荷花之间, 畅快的安睡, 花香飘绕于身边, 清梦非常舒适。 张培衡。 马子书。 明张带。 南京马子, 黎黑, 满面蕾, 悠悠呼呼, 土木行孩。 善书。 一日。 书一回, 定嫁仪。 十日前仙宋书帕下定, 常得空。 南京一时有情。 人, 王月生, 马子事也。 于听其景阳港武松打呼, 白文语本传大。 其描写刻画, 围入豪法。 然又找劫干净, 并唠叨绝。 深如巨钟, 至今劫处, 叱咤叫喊, 凶凶崩。 无。 武松道殿姑久, 殿内无人, 婆得一吼, 殿中空刚空辟皆 问问有声。 闲。 中着色, 细微至此。 主人必丙袭静坐, 轻耳听之, 笔方吊舌, 捎下人贴壁耳语, 听者欠。 身有眷色, 折颜, 顾得强。 美至丙叶, 是桌简灯, 素词尽触, 款款言。 知。 其及徐轻重, 吞吐易扬, 入情入, 入经入骨, 摘世上书之耳。 耳。 使之地听, 怕其诈舌死也。 麻子冒其丑, 燃其口脚拨翘, 眼目, 衣服田径, 直与王月申童。 其婉轮, 顾其勤政等。 选字, 酷, 本, 陶安梦义。 居住南京的麻子, 肤色黎黑, 满脸般八疙瘩, 而替躺放弹, 轻视外。 物, 内心丰富, 众行貌。 擅长书, 每天书一回, 定价以银子。 十。 天前就送上下定, 他还常常没有空。 在南京, 同时有个非常识的。 人, 那就是铭记王月申, 舒马子。 我听他锦阳港武松打虎, 其基本内容也和, 水狐传, 大相同。 苗, 写刻画, 细致入围, 限期必备, 但在该补序之处, 加以补充, 该停止之。 处, 又截然停止, 并唠唠叨叨, 重负矛盾。 他的身影响如聚集中, 道。 关键紧要之处, 叱咤叫喊, 如同波涛汹涌, 有正乌欲崩之事。 讲武松道九。 殿姑九那一节, 武松入殿, 其中无人, 忽然大声一吼, 殿中的空缸空蹦之, 都问问的有回声。 他在并非紧要之处加以渲染, 竟也细为道这样的的。 不。 请他书, 主人必须平住身席, 静静坐着, 轻耳而听, 他才开始讲。 稍微到底下有人低声耳语, 或听者打喝欠有疲倦之色, 刻在网下。 因而能强迫他。 他常常试到午夜时分, 试妈桌子, 挑灯花, 慈中期。 静心而触, 然后从容, 其节奏的快慢, 吐字的轻重, 声音的收放。 音调的异扬, 但入情入, 而且入经入谷, 如果让世界上书之人, 都。 轻耳地听, 怕他们渡门折舌, 羞愧而死。 马子的相貌极其丑, 但他的言辞极有风质, 目光, 衣服素敬。 简直与王月生同样美好, 所以他们的情也正相等。 张培衡 五人墓碑记 明张璞 五人者, 盖当周周公之被逮, 积于义而死焉者也, 至于经, 郡之贤。 是大夫请于当道, 及除未焉被辞之之之以藏之, 且时于其木之门, 以经其, 所为, 乌乎, 亦甚已哉。 夫五人之死, 去经之木而藏焉, 其为时止时有一月而, 夫时有一月之。 中, 凡富贵之子, 慷慨得志之徒, 其疾病而死, 死而淹没足道者, 亦以, 众义, 旷草野之无闻者于, 独五人之脚脚, 何也, 与游记周公之背带, 在丁卯三月之望, 无舍之为事先者, 为之身矣, 资财, 以诵其, 哭声震动天地, 提其暗箭而前, 问, 谁为哀者, 种, 能堪, 赤而扑之, 事实以大忠臣服务者, 为为之私人, 周公之歹所有始, 也, 无知名方痛心焉, 于是臣其力生以喝, 则造而相逐, 终臣于混帆以, 免, 继而以无名之请于朝, 暗诸五人, 曰, 言配为, 杨儒, 马杰, 杨, 周文元, 及经之累然在目者也, 然五人之当行也, 义气洋洋, 呼忠臣, 知名而立之, 谈笑已死, 断头至臣上, 颜色少变, 有贤士代符发五时, 买五人之痘而含之, 醋与诗和, 故经之目中, 全乎为五人也, 杰夫, 大焉之, 尽生而能其智者, 四海之大, 有己人于, 而五, 人生于编舞之间, 素文, 诗, 书, 知讯, 激昂大义, 导死故, 义, 何故哉, 且绞照分出, 勾党之不便于天下, 促以无俊之发愤一击, 赶赴, 有诸志, 大焉义勋寻未义, 非常之谋, 难于促发, 待圣人之出而头还道, 可谓非无人之也, 由是观之, 则经之高觉显位, 一旦抵罪, 或脱身已逃, 能容于远近, 而又有见法度门, 阳狂之所知者, 其辱人见, 是无人之死, 轻重故何, 如哉, 是以周周公中意于朝廷, 赠是美贤, 荣于身后, 而无人亦得以, 家其土风, 其姓名于大帝之上, 凡四方之事, 无有过而败且弃者, 思, 故百事之欲也, 然, 无人者保其手 以于护有之下, 则尽其天, 人皆得以使之, 安能屈豪杰之, 恶万目道, 发其志士之悲哉, 故语语, 同设诸君子 哀思目之徒有其时也, 而为之计, 亦以名死身之大, 匹夫之有, 重于设计也, 贤士大夫者, 炯卿英之吴公, 太史文启文公, 孟长遥公也, 选字名课本, 七斋文集, 这五个人, 是在周公周被逮捕时, 基于大义而死的, 到如今, 吴俊, 的贤民是大夫向当局申请, 就把为中贤废辞的地基加乙青, 用埋葬他, 门, 而且在其木门前数十杯, 以表扬他们的所作所为, 爱, 这也真是, 甚哪, 这五人的死亡, 开今天的贱木埋葬, 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时, 一个月中, 富贵的人, 意气激昂, 致得异闷之辈, 由于疾病而死亡, 死去, 以后就此名末, 再值得称道的, 也已多得很, 何况是民间的没有名声, 的人呢? 但独独这五个人仍然光明昭著, 这是何缘故呢? 我还记得周公的被捕, 是在天启七丁卯三月十五, 我们附设中那些, 在为上位世子带头的人, 为他宣扬正义, 聚集钱财, 乃送他, 哭声, 震天动地, 逮捕他的锦衣卫官校手按剑柄, 跑到群众面前, 喝问道, 谁, 再替他哀哭, 大家再也能忍受, 就把他们打得跌倒在地, 当时已忠, 臣的官贤而担任吴德巡抚的, 是为忠贤的党羽, 周公的被捕就是由于他的, 知识, 当地人民正对他满心痛恨, 于是趁他立身喝则之时, 鼓噪起, 上, 前追逐, 忠诚躲藏在厕所的篱笆内, 才得以幸免, 其后就已无得人民生, 报朝廷, 处死五人, 严配为, 杨如, 马杰, 杨, 周文元, 也就是现在, 高居于墓中之人, 然而这五人行时, 意气自得, 喊着忠诚的姓名是骂者, 在谈笑中从容就义, 砍下的头挂在城上, 脸色毫无改变, 有贤名低事大夫, 拿出五十银子, 买下五人的头颅, 用盒子宝藏起, 最后与尸体合在一, 起, 所以, 现在的坟墓中是完整的五个人, 爱, 在那个阉人头子阵时, 为观作宰而能改变其智操的, 虽以添, 下之大, 又能有几个人呢? 而这五个人生于民间, 从没有听到过儒家经, 脸所宰的训诫, 却能为大义所激昂, 深倒死地而毫顾惜, 这是魔缘故, 呢? 况且当时伪造的诏书纷纷下达, 整个天下都在逮捕所谓, 勾挡, 罪, 后由于我们地区的这一次发奋抗击, 才敢再诛, 迫害别人, 为忠贤者, 各阉人头子也犹豫畏缩, 害怕大义, 谋朝篡位的阴谋感冒然发动, 呆道, 圣人, 崇祯皇帝即位而在上上吊字, 这能是由于这五个人的, 吧? 杀死唇处敲处坑然木稀脑谎原那耍坏烧身钢狼乃叫音, 痛惧的就脱身逃走, 而无在远的或近处都能获得容身之地, 也 有的剪掉头发, 关其门, 假装发疯而知道何处去好, 他们使自己的位 人受到侮辱, 品变的卑贱, 与这五个人的死亡相比, 其轻重镜如何呢? 所以, 周周公的忠义白于朝廷, 被赠予美好光明的嗜好, 荣耀于生死。 之后, 而这五个人也得以增高其坟墓, 把他们的姓名排于大堤之上, 死。 方人是经过此的没有下败而哭泣的, 这实在是百事一逢的遭遇呀。 否, 则, 使这五个人保全其头颈而死于家中, 那么虽然能活满其自然的寿, 但人们都能意识他们, 又怎能使豪杰疑人为知倾倒, 在墓门前握腕痛惜。 抒发其志士的悲感呢? 因此, 我与同社诸君子哀伤此木徒有墓碑而为他写。 这篇, 《墓碑记》, 也是想要民生死之间的巨大意义, 平民对于国家的 重要性。 上文所得贤明是大夫, 乃是太朴寺亲吴公英之, 太史文公文启何瑶。 公孟长, 张培恒, 狱中上母书, 名下顽纯, 孝顽纯今日死矣, 以身训妇, 得以身报母矣。 痛自严君辈, 春秋, 冤枯日生, 奸心静。 本徒赴天日, 以 报大仇, 叙死容生, 告成黄土, 天佑我, 中月仙朝, 以财心, 成 几分 去之举, 纯以自分必死, 谁知死, 死于今日也。 经经言此而 知命, 疏水之养无依日焉。 至此君脱机于空门, 生母记生于别姓, 以门飘。 伯, 生得相依, 死得相问, 纯今日又刻然先从酒精, 孝之醉, 上通。 于天, 呜呼, 双词在堂, 下有魅, 门座衰薄, 忠仙兄弟。 纯以死足席, 哀哀八口, 何以卫生。 虽然, 以以, 纯之身, 父之所仪, 纯之身, 君之所。 用, 为父为君, 此意赫赴于双词。 但此君推干旧师, 教习师, 十五如。 一日, 敌母慈慧, 千古所难, 大恩未仇, 仁痛绝。 慈君托之义荣。 凶, 生母托之昭南帝。 纯死之后, 心腹已腹的熊, 以为家门之幸。 如其然, 万物至后。 慧姬大望, 至今而及已。 节义文章, 如我父子者几人哉。 遗消后如。 西明先生, 为人所构孝, 何如之为悦耶。 呜呼。 大造茫茫, 总归无后。 有一日忠心在造, 则妙时千秋, 只卖饭屯提, 为哪鬼而已哉。 有望。 言后者, 纯且于仙文中在明明诸籍完吟, 绝肯舍。 兵戈天地, 纯死后, 且未有定期。 双词善宝玉体, 无以纯为。 而。 时后, 纯且于仙文中未知举矣。 物碑物碑。 相托之言, 圣物相赴。 武功身将大器, 家世竟已为之。 寒食于, 一杯清酒, 一盏寒灯, 智。 作傲之鬼, 则无怨必以。 心腹竭离儿, 贤孝宿者。 武功身好为我善待之, 亦武功为阳情也。 与无赐, 将死言善, 痛哉痛哉。 人身孰无死。 贵的死所耳。 父的为。 忠臣, 子的为孝子。 寒孝归太虚, 我分内侍。 大道本无身, 世身必喜。 但为气所积, 原物天人。 梦十七, 报仇在世。 神游天地间, 可以。 无愧以。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 下完纯集。 笑完纯而惊死。 以身体奉献给父亲, 能再以身体报答母亲。 自从父亲我而去, 悲痛的过去个头。 怨恨惨痛越积越深。 尽艰难辛苦。 本西图众天日, 以报大仇, 使死者得到赠序, 生者祸。 的荣耀, 向九泉之下的父亲报告我们的成功。 无上天保佑我们, 把灾。 祸集中于先朝, 一支军队刚一起, 就集被粉碎。 去的一举, 我已自。 以为非死可, 谁知当时死, 却死于今天。 短短的延续的生命, 却没有一天得以效养母亲。 以至尊贵的慈母脱身于空门, 生母则寄生在。 性之家。 一门飘泡, 活着能相互依靠, 有人死也能相互安慰, 我今。 日幼掩护先父九泉, 笑之醉的身重, 上天都已知晓。 爱。 为母亲都健在, 下面又有妹妹, 而, 家运衰败, 并无兄弟。 我死病足惜, 我所哀痛已的, 是家庭的众多人口今后怎么生活。 虽, 然如此, 但是, 就这样吧。 我的身体是父亲已给我的, 我的身体是为国君。 所用的, 为父为君而死, 又哪是姑父为母亲呢? 但尊贵的慈母对我爱。 护辈志, 教我学习诗, 十五从未改变, 嫡母如此慈爱恩惠, 千百。 所少有。 大恩未曾报答, 使我悲痛到极点。 现在我只得把尊贵的, 慈母托付给义荣姐, 把申母托付给昭南妹。 我死之后, 如果妻子能得到一个姨父子, 那就是家门的幸运。 如果。 然, 千万要令后四。 慧姬的大妄族至今如此以及。 节义文章向我。 父子这样的有几个呢? 像西明先生那样的一个宵的后四, 为旁人所够。 骂姬笑, 还如为好。 爱。 天地是无穷无尽的, 家族却可能永远眠。 言诀。 有一日朝廷中心重建, 那么, 我们就能千百的在庙中接受祭祀。 供养, 又哪只是享受卖饭囤体, 致成为恶鬼而已呢? 如果有人望眼灵。 后四, 我与父亲在明中一定要诛这个顽固愚蠢之人, 绝饶恕他。 兵戈遍布天地, 我死之后, 战会有停止之日。 为母亲请好好保。 众玉体, 要再把我挂在心。 二十之后, 我跟父亲将要扫平方边境。 要悲伤, 要悲伤。 我所嘱托的话, 千万要违背。 武功身世为大有。 成就的人物, 家的事都交托他。 寒时结合七月十五, 以一杯清酒, 一盏。 寒灯公我, 使我置于成为无人祭祀的恶鬼, 我的愿望就已达到。 妻子与我成婚二义, 贤孝素为人所生之, 武功身为我好好的看。 呆他, 这也是武功身的为阳之情。 与无次, 而这都是将死之时的肺腑之言。 悲痛, 太悲痛。 但是, 人有哪个是死的呢? 跪在死得其所。 父亲能成为忠臣, 儿子能成为孝子。 寒孝归天, 完成我的分内之事。 从佛教的缘, 仪式物本都未尝身。 存, 我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像破旧的鞋子一样的足珍惜。 我只是未刚正之, 气所饥, 因而懂得天人之。 十七只是一场梦, 报仇在于世。 我的神魂将熬游于天地之间, 我对衣都毫无愧作。 张培衡。 张南原传。 亲吾伟业。 张南原名, 南原骑字, 华亭人, 喜秀周, 又未秀周人。 少学化, 好。 写人像, 兼通山水, 遂以其一时, 故他一胜者, 其时最功, 在他人。 为之莫能及也。 百渝, 为此记者学展颜倩特, 好事之家取一二。 十, 标之约风, 皆从他一致, 绝成因, 坏道, 人有传汗, 仅得而至。 落以巨环, 故以铁枝, 行身下拜, 禅言客字, 勾田空清, 穷龙奄奄, 在。 乔悦, 其难也如此。 而其旁又驾为, 踢鸟道, 由之者勾荆棘, 急。 者, 雨楼入身, 门闭头下, 等戏海。 南原过而笑约, 是知未山者。 耶, 经夫群风造天, 身延碧日, 此夫造物神之所为, 非人所得而至也。 旷其地则跨柏, 而无以银杖之指, 五尺之钩, 由而笑之, 何事人薄。 土以欺而同哉, 为夫平刚小板, 父碑陀, 板柱之功, 可祭日已就, 然后, 然后, 错之以时, 其至其间, 辽以短缘, 亦以密笑, 似乎其风绝障, 呼强。 外, 而仁祸之也, 其时迈之所奔柱, 扶而起, 突而, 为师敦, 为寿绝。 口鼻含哑, 哑错聚悦, 绝莽, 范轩迎而去, 似乎处大山之路, 截兮, 断骨, 思此时者为无有也。 方旷时序, 以驱暗回沙, 遂踏雕营, 改为, 清非白乌, 竖取其雕者, 松山桂瓜, 杂之城, 时取其智者, 太狐遥。 风, 随意不智, 有权之美, 无灯顿之, 亦可忽。 华亭董宗伯玄载, 陈真君众纯吉称之曰, 江南诸山, 土中代识, 黄义丰, 无众归常言之。 此之夫化迈者也, 群宫交书走壁, 遂无律十家, 有能应者, 用味大。 恨, 顾遗君, 惊喜欢笑如初。 君为人肥而短黑, 性机, 好举向邪谢以为辅长之姿, 或臣与旧闻。 反依此受人舟, 亦故也。 与人交, 好谈人之善, 则高下, 能安同。 依此由于江南诸郡者五十余。 自华亭, 秀周外, 于白门, 于沙, 于海。 于, 于楼东, 于臣, 所过碧月。 其所为缘, 则公布之痕云, 于观察。 知语缘, 王凤长之交, 前宗伯之浮水, 无不知竹亭未醉者。 金银粉本。 高下浓淡, 早有陈法。 出土山, 数十未天, 言和以聚, 随村随改, 烟云。 渲染, 补入无痕。 集一花一竹, 疏密七邪, 妙的抚养。 山未尘, 先撕着屋。 屋未旧, 又撕其中之所施设, 窗林几踏, 是雕士, 雅和自然。 主人解释。 这, 均受猝破, 四地结构, 其或任行自用, 得以违背曲折, 后有过者。 折探席曰, 此必非难原一也。 均为此祭祭久, 吐石草树, 贤能其性情。 每创守之日, 时, 或握或以, 均愁除四顾, 正式策封, 恒之术, 皆莫在心, 戒成众手。 长高做仪式, 与客谈笑, 呼一夫曰, 某树下某时可至某处。 目转式, 手在指, 在也, 甲腐凿。 甚至施肝结顶, 悬而下坠, 尺寸雾爽。 观者以此福其能矣。 人有学其术者, 以为曲折变化, 此均生平之所长, 静。 其心以求仿佛, 出祸四, 九观折飞。 而均读规模大事, 使人于日之。 内, 寻账之间, 南河, 及其祭旧, 得天舵得出, 得未曾有。 曾与友人。 斋前坐经, 观彼, 对质评测, 已过五旬, 坐一折, 呼于其颠, 僵食。 盘护得势, 则全体飞动, 苍然群。 所谓他人为之末能及者, 盖以此也。 君有四子, 能传复述。 晚岁此桌向国之聘, 遣其众子, 退于渊。 湖之策, 劫三营。 于过之未于曰, 自无以此树游将以南也, 时。 明远别树其故主者, 比比多矣。 荡于冰火, 煤于金针, 其花时, 他人。 取一去, 无人为之营至者, 折烟。 无巨石之族无名, 而遇得子。 文以传之也。 于曰, 宗原为, 子仁传, 未有得于金国致名之旨。 经, 官张君之术, 虽袍丁解牛, 公书刻骨, 无以赴过, 其意而何于道者于。 君子作无意, 穿持住台, 春秋, 所见, 而王公贵人, 歌舞般, 此欲。 商财, 独此为耳目之官, 稍有何于清净。 且张君因身旧高, 何自然, 习人。 此学于公之术而变焉者也, 其可传也已。 作, 张南原传。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梅村家葬稿。 张南原名叫, 南原是他的字, 本是华庭人, 后宜居秀州, 所以又, 算是秀州人。 他从小学画, 喜欢画人像, 又善于画山水, 就以山水画的意。 近时气造假山, 所以他别的记忆都著称, 只有石造山最为擅长, 别。 人干这一的没有谁能赶得上他。 一百多, 从事石造山记忆的人大, 都把假山造的高凸显郡, 修建员的人家往往搜一二块旗的石头, 称。 他为风, 都从别的地方用运, 为此而挖大城门, 绝坏道, 夫和甲。 得牛兜的气喘吁吁, 汉家被, 才得以运到。 他们用长而粗的神把, 巨石绑扎, 用融化的铁枝灌到他的空。 戏中去, 安放以后像祭祀那样载身下拜以示敬意, 再开始在他的镇上。 方凿刻提字, 又在凿好的字上填上青色, 使具石像高耸显郡的山峰, 造。 这种假山竟是如此的艰难。 假山旁显要之处又架上小木桥, 铺设狭窄的山。 让头戴方巾, 足灯爬山斜的游客顺着曲折盘旋的山攀登, 弯着腰钻。 静深深的山, 在悬崖峭壁之处扶着山壁颤颤抖, 惊恶顿势。 张南元晶。 过时笑着, 这难道是懂得造山的记忆吗? 那群峰高耸入云, 深山影天。 闭日, 这都是天地自然造成的, 是人所能达到的。 何况天然的山网。 网跨越几百, 而我用方圆一丈多的地方, 五尺长的勾曲仿效它, 这与 即是上的人取土块红片儿童又有魔区别呢? 只有那平缓的山岗小。 坡, 土山高地, 营造修建, 可以继日而成, 然后在中间纵横交错安放山时。 用短墙将它围绕, 用茂密的竹子把它遮蔽, 有人从墙外望, 就好像其风。 郡重重叠叠的样子。 这种石而成的甲山的脉络走向, 呼伏呼起, 又凸。 又翘, 像狮子蹲伏, 像野兽铺石, 张牙舞爪, 奔腾跳跃, 穿越草丛间。 直奔厅堂前柱, 使人感到似乎深山路溪谷之间, 而这几块山石乃是我个 人所有的方形的池塘和石器的沟渠, 改建位曲折迂回的沙岸, 深邃的内。 门和雕花的柱子, 改造成黑漆的门和石灰抹墙的屋子。 悬取雕泻的树。 木, 如松, 山, 桂, 瓜枝, 混杂种植成, 再用融得到的石头, 如钛。 湖石, 摇风石枝, 按自己的意思加以布置。 这样既有山水的美景, 又无。 登攀的苦, 也是可以的吗? 华亭的南京部尚书董奇昌, 真君臣记。 如都非常称赞张南元的构思, 江南各山, 土上有石, 黄公望, 吴镇。 经常到, 这是深知绘画的构图和布局的。 豪富官幻门书信相邀。 上门。 聘的, 每都有几十家, 有些张南元实在即应聘的人家, 因此十分。 遗憾, 等一张南元到, 惊喜欢笑就和当初一样。 张南元深的黑而矮胖, 性格机, 喜欢拿街头像尾荒唐金的传作。 未谈笑的资。 有时因为文成就, 反而受到别人调笑耍, 也挂在心。 他和别人交往, 喜欢讲别人的好处, 管别人地位的高低, 能够与 痛爱好的人相处, 因此在江南各府县网活动五十多。 出华亭, 秀州。 外, 在南京, 沙, 长熟, 太苍, 昆山, 每次经过必定要斗好几个月。 他所建造的园, 已公布主是逢生的横云山庄, 正于大富的御园, 太。 长少亲王十名的郊园, 不上书前千亿的浮水山庄, 不闻选郎无昌石。 的竹亭别墅未最著名。 他在绘制营造草图时, 对高低浓淡, 早已做规划。 刚刚堆造土山, 树木和山时还未安置, 山沿峡谷已安排妥贴, 随机应变的。 选用各种山时出假山的脉络, 轰托他的气势, 而下人工的痕迹。 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 他的疏密倾斜, 从各个角看也都是非常巧妙的。 假山上未成, 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 房屋还没有造好, 又撕其中的。 布置, 窗家具, 都加以雕鑿装饰, 十分自然。 主人通达式的, 张南。 圆可以受催促勉强, 逐一建造, 遇到要凭自己意图建造的主人, 得以。 而委屈顺从, 后过人道, 就会叹息, 这一定是张南圆的构思。 张南圆从事这记忆的时间一长, 土石草树的性质特征都能掌握。 美。 当开始动手造作的时候, 石成堆, 有的平放, 有的斜歌, 张南圆徘徊。 前, 四下观察, 三十的政策横数, 行文, 都默默地记在心中, 借注重。 人的修筑成功。 他经常高坐在一间屋子, 一边与客人笑笑。 一边呼唤工匠, 某一棵树下的某块石头可以放在某某地方。 眼睛。 往那儿看, 手也向那儿指, 好像鼠椅在内也, 就必再借助于府。 凿锤即。 甚至安放梁柱和封顶后, 用玄坠检验, 也一寸都差, 观。 看的人因此十分佩服他的技能。 有学他技艺的人, 认为他平身所掌权在于, 建造的曲折变化, 所以就静心静的加以模仿, 初看还有点相似, 细看就。 觉得像。 而张南原独自规划总体布局, 使人们在开始建造的几天之内。 方圆几丈之间, 很难解他的设计建造意图, 等到造好以后, 就向天生地。 初, 妙和自然, 使人觉得从未过。 他曾在朋友的书房前模仿金号, 观同。 得山水化比翼造假山, 山对质, 左躯右平, 向上只已过四丈, 左。 一点曲折, 忽然在他的顶端, 将几块山石相互交错造成气势, 则整座假山。 具有洞之感, 一片轻, 与众同。 所谓别人建造的没有能及得上他的。 原因, 就在于此。 张南原有四个儿子, 能够继承父亲的记忆。 他挽谢绝桌向国讽权。 的聘请, 派他第二个儿子前往, 自己在渊湖边造三幢小屋, 引退养。 我去访问他。 他对我, 自从我用建造园的记忆往于江南, 几时, 看到, 明园别墅变换主人的事到处都有。 在战火中荡瓶毁坏, 因煤荒废在今珍从。 终, 其花石被别人载取走, 但我仍然再次为他们迎建的园, 也已多。 四道。 我担心山之石能使我的名字传, 所以想得到您的文章。 传我的名字。 我, 宗元座, 紫人传, 从其中可以得到治国。 加和人民的大义。 现在观察张南援军的记忆, 虽然袍丁解牛, 班至座木, 却, 也能超过他, 他的记忆是符合原建造规的喝。 君子做无意的。 是, 挖持住台, 是, 春秋, 劝戒的, 但是那些王宫显贵, 歌舞游, 耻奢。 放纵, 耗费钱财, 只有原作维尔木的观赏, 稍微符合清静之道。 而且张, 君因地制宜的挖持山, 依照自然, 爱惜人, 这是学于公仪山而改变。 一下方式, 可以为他写撰文。 于是就写, 张南援撰。 陈驾河, 九牛霸观止戏记, 亲朋世望, 树首富悠悠之吉于九牛霸毛斋之下, 物武润月除日, 有味角止之戏。 这, 种门告曰, 其意有意于公, 首孝儿汉之, 应设场于西树之下, 密, 云未雨, 风暮凌然, 婴儿造。 于是林幼身周氏之族之兵之有妻, 山者墓。 桥, 根者离独, 丹登者, 水浮集者, 闲亭氏而聚观烟。 出则重案, 一副仰卧其上, 树双足成八岁儿, 是副卧其, 或骨河。 掌败贵, 又或兼皆足, 而知足亦养树, 伸缩自如, 兼又亦足成儿, 而全。 驱如出水, 其下则二男子一父一同, 与一父鸣鼓, 礼歌杂佛驱。 何知, 酒乃下, 又一副登场, 如前卧, 树成一岸, 旋转周四角, 反侧。 背面沉之, 而复岸上, 拜起如前移。 而下, 则又沉一目垂, 垂长尺有半。 静半之, 足远转, 或树抛之而复沉之。 复济罢, 亦男子登烟, 足人数。 成一梯可五级, 而上至绝顶, 赴道树穿击而下。 守敏齐, 赞袭, 引之。 九。 齐人以场他处, 则草浅平坡地, 去瓦石。 乃街木未敲, 距地八尺许。 亦男子齐上, 赴粉墨灰扇杂歌笑, 阔步坦坦, 石祸跳跃, 后五大刀。 回祥终结。 此戏无相继将左时有之, 有高障于者, 但不能无。 最后舍。 软, 高障许, 常被之, 同烟。 手持一竹肝, 头载时如持痕, 至。 近处, 折道步, 或仰卧, 或一足, 或眼, 或腹肝如丹, 或时坠卦。 复月起。 下谷歌何之, 白聚有名目, 为时醉酒, 可时许可。 下, 复。 怕蒙双目为鼓者, 翻月儿灯, 作芒, 东西探步, 石跌坠, 复摇晃四战。 聚, 酒之乃矣。 仁池干, 石家重, 盖其狠野。 方登场时, 观者其险, 贤卫之谷, 毛发树, 目眩, 坠坠为孔其。 清坠。 首饰场上人, 皆辖枕从容而尽, 八岁而易斋如先被逐境, 如入定。 僧。 此皆臣一之所致, 而专用之于习。 惨谈功苦, 搓跌而迁, 省其机。 以应其事, 以得其智之所在, 其之又久, 乃至精熟, 师豪芒, 乃时出。 而是, 举天下之智贤祖者皆未减, 夫取义则亦有然者矣。 以事之智巧, 出于智平。 盖以智宁其器, 气动其天, 非鲁莽涅之所能孝此。 其义装身, 其义装身, 知之, 思其身已用于天下, 以, 情义之之, 且习之, 以仁国系, 私富贵。 以自贼其身于名, 装所称之丸, 袍丁之解牛, 宇楼之成条, 寄审子之。 养鸡, 推之薄昏帽人千任之息, 族群寻垂二分在外, 丈人出莫于玄。 水三十任, 莫四十之间, 何莫非是? 其神权也。 所幼已是观者, 九亿。 望其危险, 吴康庄大道中, 与之巨化。 圣义, 习之能宜人也。 其人为所言, 祖自河南, 传业者三世, 土百于人, 家有薄田。 颇苦父义, 携其父与父之地四, 兄之子, 提报之婴孩, 胡其口于四方, 迎。 则以公田父。 所至将, 这, 月, 颠, 前, 口外掘角之地, 皆不丹, 器具。 外带, 安草木之性, 俊直叙实, 亦以补其而。 首是其人依必运, 飘泊机。 穷, 陶然有自知色。 群居圣何事, 难五岁及授济, 而修烟, 皆有。 以自己, 以道为家, 以戏为田, 传授为事业。 其机体为寒暑风与冰雪之。 所玩, 至亦为跋涉 奸远人情之所锦触魔力。 南腹至皆玩顿, 宣敏机。 结于圆挠, 而其性旷然如迷。 首因之众有感义。 先生之教, 久以夫名作。 其人田自处于忧孝乌习之间, 卫下众欲。 之所生疾, 然亦知天地之大, 物各岁其身臣, 拜道病时, 无偏颇也。 彼顾, 自以为戏, 所有几千万, 高明巨之家, 以戏三家一门之所事, 亦无。 以戏是之, 手读以为有所用。 生乙, 能是平辟矿, 亦安所得以是其。 守之药, 脱空眼乙记之。 故哉, 王界府为, 鸡鸣狗道之出其门, 是之。 所以之, 能治鸡鸣狗道尔, 会轻被之禅慢, 曾鸡鸣狗道之。 鸡鸣狗道之出其门, 亦足以至天下之其事, 而孟常为足以之之, 信, 焰。 招之之, 所以收将, 薄, 涂者之用, 千世死马之骨, 而遂以报其愿。 送。 亦有张缘, 吴浩, 虽寒, 犯能用, 以滋西下。 吴父以所谓戏言也, 悲。 夫。 选字道光课本, 唐九子文超, 彭公眼文超。 树手怀着身重的忧伤居住在九牛坝的茅草屋。 悟无润三月的罪。 后一天, 有一个从事杂技表演的戏班子, 上门请求, 我能能为您提。 功效浅。 翁笑着点头同意。 于是在西边大树下开场子。 密云四步。 但没有下雨, 风吹着树有寒意, 天气阴凉而干燥。 这时邻居姓周的有。 深的全家, 周家的客人, 朱青好友, 以及山上牧牛砍桥的, 地府黎千牛。 的, 挑弹打散赶的, 水上操奖周的, 都停住步, 放下东西, 为拢官。 看演出。 一开始叠起好几张桌子, 一名父养卧在上面, 竖起双足拖着一个八。 碎的小孩, 小孩或正卧或反卧或起, 或单腿站, 双手和掌败跪, 或者, 右向后屈身以至肩与脚相接。 小孩的脚也能养树而伸缩自如。 富有。 石幼用一族托住小孩, 小孩的身体就会弯曲的像花出水一样。 桌子下面, 则是二个男子, 一个父, 一个孩和一个父, 敲锣几鼓, 用名歌。 小调夹杂着佛教诵曲作为伴奏。 表演很长时间才下, 又有一名父登。 场, 和前面一样仰卧, 用双足把一只按桌竖着托起, 然后足登按桌的四脚。 使之旋转, 接着让按桌反面朝上停住, 让小孩再站在上面, 像前面一样伴。 跪起。 小孩下, 则又换上一只大木锤, 木锤长一尺半, 圆径有锤长的。 一半。 他脚停地旋转木锤, 或者向上抛起再接住。 副表演完, 一。 名男子登场, 还是足竖着拖住一架扶梯, 约五级高, 小孩向上爬到梯顶。 在人向下道爬足迹而下。 树手很爱他们的, 叫他们暂时歇息, 用。 酒招待他们。 那伙人又移到别处开场子, 选择一块草浅扑平的地方, 捡去瓦石。 然后将长木结成高桥, 地面约八尺高。 一名男子踩在上蓝, 脸上敷着。 粉末, 摇着扇子又唱又笑, 大步走险得非常自如, 并且还时跳跃, 接。 这是挥舞大刀, 回旋转身都非常合乎节拍。 这个节目, 我们家乡即江南。 一代时常可以到, 甚至有高达一丈多的, 但只能步而能跳舞。 最后, 他们架起软绳, 高一丈左右, 长二丈多, 一个小孩踩上去, 手拿着一。 跟竹竿, 头拴着石块, 就像趁杆一样保持平衡, 走到神尽头, 就到。 回, 时而仰卧, 时而丹足而, 时而养生而, 时而扛着竹竿如挑弹而。 时而又坠以足挂神重新跃起。 下面的人击鼓歌唱而伴合着他, 通过。 白衣衣爆出表演的明目。 这个节目演的时间最长, 大约有时刻钟光景。 还下, 另一名副药一块手帕蒙住双眼装成瞎子, 翻身跳上神。 假作看的模样, 回摸着举步, 时而跌倒向药掉下去, 时而左右摇。 晃似乎非常害怕, 演好久才结束。 他也是手拿着竹竿, 而且拴着的时。 快中, 为的是保持平衡。 刚登场时, 观众他们如此惊险, 都为之下的腿发抖, 头发直竖。 木炫头, 又惊又怕唯恐他们跌下。 数手观察场上的演员, 则都是从 荣破的保持着镇静, 即使是八岁小孩也显得非常专心谨慎, 就像前代如 是修身养性时的庄重恭敬, 又像和尚在静心打坐。 这都是心智专一以后才 达到的。 他们一心用于习记忆, 苦思苦想的尽刻苦的训, 一再失败。 而改变目标, 研究动作成功的关键从而适应他的情势, 终于找到用。 的部位所在, 又反习很久, 直到非常纯熟绝无丝毫差错, 才开始拿。 初公开表演, 这时就是拿天下难最高的动作让他们做, 也都会变得 极其简单。 看哪怕是细小的技术也自有他的到哪。 由此可以知道, 即 精巧的技艺源于极平凡的训, 因为用意志凝聚他的精神, 用这种精。 神启动他的天赋, 这是青从事, 很快招致失败的人所能做得到这样。 的。 这层一死庄子是知道的, 但因为他爱惜自身而肯用于天下, 张仪。 苏秦也是知道的, 却以欺别人的国家作为演习, 想要贪图富贵结果自己, 毁灭自己的身躯或名声。 庄子所称赞的宜丸, 袍丁解牛, 驼子捉蝉。 继身子养鸡, 直至博昏帽人站在千刃悬崖的小上, 向后倒退走, 腿跟。 几乎有二分在悬崖之外, 山的男子在三十刃高的瀑布之下游泳, 湍。 急得水冲出的泡沫直达四十以外, 没有哪件事是这样, 因为他们的精神凝聚而分散啊。 树手又扫视周围的观众, 这些人时间久也就忘。 既演员是在表演惊险的动作, 而觉得他们和在平坦大道上没有魔。 样, 因为精神上与他们完全融化在一起。 厉害呐, 习惯真能改变人呐。 那人对树手, 祖先是从河南到的, 记忆传下已有三代。 徒弟达一百多人。 家虽有几亩薄田, 却胜负税义的负担, 于是带着。 他的妻子, 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 哥哥的儿子, 抱在怀中的幼孩, 奔走四。 方麦亦以求虎口, 躺有余钱还可供奉田赋。 所到的江苏, 浙江, 广西, 云。 南, 贵州, 长城以外的边界地方, 都是挑担步, 也向别人借用表演器。 据。 所以熟悉各的的草木特性, 有时取补充时的族, 也用喂养。 他们的幼儿。 树手寻视那伙人, 他们穿着破旧的麻衣, 一副漂泊, 陷于穷。 困的样子, 却面带喜色, 自得其, 在一起相处的非常和谐融洽。 无难。 海海, 五岁就开始教他们功, 而在上场的, 也都能靠积蓄为, 持自己的生活。 他们以大卫家, 以表演杂技代替种田, 互相传授技艺成, 为本家族的谋生手段。 他们的机体被严寒酷暑, 风吹雨, 冰雪交加段。 得家健壮, 亦至今受跋山涉水, 艰难的涂成, 是太人情的魔因而处。 处小心, 所以难少都显得很愚笨麻木。 他们伸手脚节机敏, 胜过猿猴。 但他们的性格却温和得像米一样。 树手婴儿为之身有感慨。 前代君王的教会, 许久已宣扬推。 这些人处身于幽灵与乌喜者的, 而恬然自喜, 这是为下众欲所生痛绝。 的, 但由此也明白天地之大, 万物会各自顺应他们的归而生长发展。 就像稻子和拜草同时开花节时一样, 上天对他们使病偏心的。 他们固然, 自以为是在演戏, 所游经过的几千上万上, 从高深的大户人家。 以致人烟稀少的村庄, 也无以细看待他们, 而我翁独以为自有其作用。 我已经能在做嫖喜棉絮的事, 哪有上阵打仗以试验那手的药呢? 只是假托几空话剂一点感想吧。 的确是这样。 那, 王界俘曾, 鸡鸣狗道之徒出自孟长君之门, 所以世人由此而肯 去。 能招致鸡鸣狗道之徒道也罢, 只怕会轻之的献媚奉承何巧。 言欺骗, 甚至鸡鸣狗道之徒都如 唐鸡鸡鸣狗道之徒出自其门下, 指 会于招致天下的骑士, 而孟长君未必真懂得这个道。 杏君, 验昭, 王知道这点, 所以杏君收卖僵者, 赌徒, 屠夫并加以重用, 验昭王。 以前买下死马之骨, 终于收纳贤士报其国的仇怨。 宋朝也有张缘 吴 好 即使韩其 范仲淹这样善于拔财事的人都未能重用 反让他们为 西下笑 但愿要再以我翁的话为戏言 可悲那 邓长风 援军 清皇宗兮 有身之初 人各自私也 人各自也 天下有功而莫获心之 有功 害而莫获除之 有人折出 以一己之位 而使天下受其 以一 己之害未害 而使天下视其害 此其人之情 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夫已 千万倍之情 则己又想其 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人之君 而欲入者 许由 物光是也 入而又去之者 遥 顺事也 出欲入 而的去者 与是也 古之人有所在 好意 亦由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然 以为天下害之权 皆出于我 我以天下之境归 于己 以天下之害境归于人 亦无可 使天下之人敢自私 敢自 以我之大私 为天下之功 使而残焉 久而安焉 是天下为莫大之产业 传 之子孙 受想无穷 汉高帝所谓 某业所旧 属于众多者 其竹之情 决意之于此矣 此无他 古者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 凡君之所必是而经营者 为天下 也 今也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 凡天下之无的而得安者 为君也 是以 其为德之也 屠独天下之干脑 散天下之子 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曾 惨然 曰 我故为子孙 创业也 其记得之也 敲包天下之骨碎 散天下之子 以奉我一人之盈 是为当然 曰 此我产业之花 喜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 害者 君而以 向始无君 仁各得自私也 仁各得自 也 乌乎 设君之道 顾如是乎 顾着天下之人 爱戴其君 彼之如父 拟之如天 成为过也 今夜天 下之人 愿其君 视之如寇愁 明之为独夫 顾其所也 而笑如归归焉 以君臣之一魔 所逃于天地之间 至节咒之 由未汤舞当诛之 而望传 伯夷 书其无稽之事 乃照人万幸崩溃之血肉 曾夫腐术 天地之 大 于照人万幸之中 独思其依人 宜信乎 誓顾舞王圣人也 孟子之言 圣人之言也 后世之君 欲以如父如天之空明 尽人之窥似者 皆于 其言 至非孟子而 非岛源于小如乎 虽然 始后之为君者 果能保此产业 传之无穷 亦无怪乎其思之也 既以产业是之 人之欲的产业 谁如我 射奸腾 故冗欲 以人之志 能胜天下欲得知者之重 远者是 尽者即身 其血肉之崩溃 在其子 孙以 习人愿世事无身帝王家 而亦宗之与公主 亦曰 何谓生我家 痛哉思言 回思创业时 其欲得天下之心 有废然摧举者乎 事故名乎 为君之之分 则唐 于之事 人人能让 许由 物光非绝尘也 名呼尾 君之之分 则是井之间 人人可遇 许由 物光所以 旷后世而闻也 然 君之之分难名 以而请赢 无穷之悲 虽亦者亦名之以 选字 四部被要 本 名宜呆访 人社会开始之后 人都是自私的 也是自的 社会上对公众有 的事却无人侵犯他 对公众有害的事 也无人去除掉他 有这样一个人出 他以自己义人的义作为义 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义 以自己义 人的祸患作为祸患 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 那个人的情苦心 必定 是天下人的千万倍 拿出千万倍的情苦心 而自己却又享受义 这 必然是天下常人之情 所愿意的 所以古时的君主 考虑后 而愿就为的 是许游 雾光等人 就为而又为的 是谣 顺等人 其先愿就为而醉 中却未能为的 是大禹 难道古代人有磨痛吗 喜好安逸 眼 动 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呢 后代做人君的却是这样 他们认为天下的害大权都出于自己 我将天下的义都归于自己 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 也没有磨可 义的 让天下的人敢自私 敢自 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功 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 时间久也就心安的 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 产业 把它传给子孙 享受无穷 正如汉高祖所的 我的产业所达到的 成就 与二哥相比 究竟谁多呢 他的追逐意的心情 知觉已 于言辞 这没有其他原因 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 将君主看作是客 凡是君主 仪式所经营的 都是为天下人 现在将君主看作主 将天下看作是客 凡是天下没有意的能够得到安的 正是在于为君主呢 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 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 使天下的子散 以增多自己一个人 的产业 对此并感到悲惨 还 我本就是为子孙创业呀 当他 已得到天下 以得到天下后 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 散天下人的子 以供奉字 几亿人的荒 影响 把这事做所当然 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习 呀 既然这样 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 只是君主而已 当初假使没有君 主 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 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义 爱 难道舍 君主的道本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 把他比做父亲 你做青天 实在 是算过分 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 将他看成仇敌一样 称他 为 独夫 本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 但小如死守旧义 认为君臣间 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 难以逃脱 甚至向下劫 因咒那样残 尽还 商汤 周五王应他们 而编造船伯仪 书其的无从查考之事 把千 千万万百姓的死 看成羽鼠的死没有模样 难道天地这样大 却 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 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性 所以周五王是圣人 那 孟子的话 是圣人的言 那 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 像 天一般的空明 禁止别人 窥策军 军位的君主 都敢到孟子的话对自己 直到废除孟子配四孔子的地位 这难道是源于小如吗 虽是这样 如果后代做君主的 果真能保住这产业 把他永远传下去 也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 既然将他看作产业 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头 有谁像自己呢 于是用神捆井 用索加固 但一个人的智慧和 并能战胜天下 要得到他的众多的人 远的过几代 静的就在自身 他们 血肉的崩溃 就印在子孙的身上 过去南朝宋顺帝院以后 世世代代都 要投身到帝王家中 而明义宗对公主所讲的话 也 你为魔要生在 我家 这话真可痛惜哪 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 志在占据天下的雄 心 哪有垂头沮丧的呢 因此明白做君主的职责 那么堂遥 余顺的时 代 人人都能推让君位 许由 物光也并非超成绝俗的人 名作君的 职责 那么就是井之间 人人都想得到君位 许由 物光因而绝积于后 视而听道 虽然君主的职责难以明了 但用片刻的荒影响 值得 换取无穷的悲哀 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的 邓桥兵 此 亲故言武 五代史 逢道传 曰 亦此 国之四维 四维章 国乃灭亡 善呼 管身之能言也 亦 智人之大法 此 人之大劫 盖则 摩索取 此则摩索位 人而如此 则获拜王 亦摩索至 旷位 大臣而摩索取 摩索位 则天下其有 国家其有王者乎 然而 四者之中 此由未要 故夫子之事 曰 己有此 孟子曰 人 可以无此 无此之此 无此意 又曰 此之于人大意 未激便之巧 这 摩索用此焉 所以然者 人之 而至于被犯意 其原皆生于 无此也 故事代福之无此 是为国此 无关三代以下 是衰到为 弃亦 捐齿 非一朝一夕之故 然而 松波后 雕鱼碎寒 鸡鸣 以于风雨 彼婚之日 故未尝无 独醒之人也 请 颜世家训 严世家训 有云 其朝一世夫 常为无约 我有义儿 以时期 颇小叔叔 教其鲜碑语 鸡蛋琵琶 稍玉通解 以此服侍公卿 无宠爱 无时辅而达 灾 此人之教子也 由此业自制 倾向 亦愿辱曹尾 知 接乎 知推得以而 事于事 由畏此言 尚有 小碗 诗人之义 彼焰然魅 于事者 能无愧哉 众诉曰 教化者 朝廷之先物 使者 是人之美洁 风俗者天下之大 是 朝廷有教化 则世人有耻 世人有耻 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君之道 未有本于耻者 无子 曰 凡治国治君 彼 教之乙 知乙义 使有耻也 夫人有耻 在大族以战 在小族以守义 为辽子 言 国必有慈孝耻之俗 则可以死生 而太公对武王 将有三圣 一曰江 二曰江 三曰止玉江 故者 所以班朝治君 而兔居之武夫 皆本于闻王后妃之化 有淫除饶 且牛马 而未于百 幸者哉 后汉书 张焕为安定 蜀国都为 枪豪帅 敢换恩德 上马 二十匹 先求掌幼 以渠八眉 患病受之 而赵主步于诸枪前 以九类 得约 使马如羊 以入旧 使如素 以入怀 西以马还之 枪性贪而贵轻 前有八都为好财货 为所患苦 即患震生 结己 威化 大 呜呼 自古意 边世之败 有始于贪求者灾 无于东之事 有感 肚子美诗 安德 颇江 三军同艳绵 亦本作 耻江 诗人之意 未必及此 然无关 唐书 阎王必为五劫使 先是 土藩玉成屋 瞧 美于和 软仙筑财目 皆为劫帅 遣人前载之 尾于和 终莫能成 藩 人之必贪而无谋 先后移之 然后并亦成桥 仁筑月成首之 自试朔方欲 寇侠 至今为患 由必知读或也 故贪腐为帅 而编成婉开 得此意者 隐书宴 或可以至国乎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影印本 日之即是 五代史 逢道传 道 一尺 国之四维 四维章 国乃灭 王 妙瓦 管子的善于 义是制人民的大法 尺 是为人 身的大劫 大凡魔都可以拿 尺魔都可以做 人到这种 地步 那灾祸 失败 逆 死亡 也就都随之而 何况身为大臣 而魔都拿 魔都做 那末天下哪有 国家哪有亡的呢 然而在 这四者之间 尺尤其重要 因此孔子 即怎么才可以称为 是 道 个 人处事必须有齿 孟子 人可以没有齿 对可耻的事 感到羞耻 是无齿 又 齿对于人关系大吉 那些搞阴谋 诡计耍花样的 人 是根本谈上齿的 其所以如此 因为一个人的结 乃至于为 泛义 推究其原因 都产生在无齿上 因此 国家秀人物 是代付的无 齿 可谓国齿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 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 亦被抛弃 齿被冠载 一边 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势烈的东韩中 有雕的松波 风雨如晦 终有警示的鸡鸣 那些昏暗的日子中 实在未尝没有 独具拙的清醒着呀 最近到 严氏嘉训 上有一段话 其朝一个是 大夫曾对我 我 有一个儿子 已十七岁 颇能写点文件书 读魔的 教他讲先悲话 也 学淡琵琶 使之稍微通小一点 用这些技能事后 攻卿大人 到处受到宠爱 我当时低手答 怪哉 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 躺通过这些本能 使自己做到清香的地位 我也愿你们这样干 哀 言之推的已而出 事于是 尚且能这样的话 还有 小碗 诗人的精神 那些悲的线 媚于世俗的人 能感到惭愧魔 众塑 教化是朝廷集要的工作 此事是人忧的节操 风俗事 天下的大事 朝廷有教化 世人有耻 世人有耻 天下才有丰美 俗 古人治军的原则 没有以尺为本的 无子 凡是统治国 家和管军队 必须交军民之道手 免他们手艺 这事为使之有耻 当人有耻 从大处讲就能战功 从小处讲就能退守 为辽子 一个国家必须有词笑耻的习上 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 儿态 公望对打武王则 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 一是支的将士 二是有勇 的将士 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 因为有 所以朝治军者和粗野的 武夫 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 是 难道还有欺凌平民 抢劫牛马 儿 对百姓食残手段的魔 后汉书 上记载 张焕任安定蜀国都为 羌族的手感激他的恩德 送上马二十匹 先族的酋长又赠送他还 八枚 张焕一起收下 随即召焕属下的主部在羌族众人的面前 以酒 泪地道 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 我也让他们进马就 即使送 我的子多得如苏米 我也放进我的口袋 把河马全部退还 羌人 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轻的官 以前的八个都为 大都贪财爱或贵 羌人所怨恨 直到张焕镇直节 威望教化才得到发扬 爱 自古已 边疆局势的败坏 有从贪求财货开始的魔 我对东的事件能 无感 肚子美诗道 安德 颇江 三军同燕眠 有一种课本作 史 江 诗人本的意思 未必想到这点 但我 唐书 讲到王必作物 劫使时 以前土藩人想造乌桥 每次在河边岸上事先堆积木材 都 被劫使派人 暗暗地运走木材 投入河 桥始终没有造成 土藩人了解 道王必贪而无谋 先重重地会塌 然后加紧赶工造成桥 并且住 小城防守 从此以后 朔方防御清的战事就没完美 至今还成为编幻 都是由于王必的贪财引起的 所以贪财的人做将帅边关到夜间也开着 无人防守 懂得这个道 即使是隐书厌世的穿凿附会 或许也可以治 锅把 和满子 与有人门人书 清雇言无 扶尘教 勤勤恳恳 敏其之衰目 而道其学之无传 其为义甚甚 然欲使之孝囊者 二三先生 招门徒 名誉 以光显于世 则思心有所 愿也 乃西汉之传经 弟子长迁于人 而为父者至宫卿 下者亦为博士 以名其学 可谓荣于 而班式乃段之曰 盖之然也 故义夫 子之门人 且学干 子曰 三学 至于古 的也 而旷于 今日乎 经之为者 其无疾于金树也 为神义 穷所习过应世之闻 而问 以本经 由茫然之为何语 盖举堂以铁阔之浅 而又废之 其无异于学 也 传之非疑是以 审纳兹之 而目自者可谓俊义博士 为平儿 能喜业者 百人之中尚有依儿 疏而又皆造尽之徒 欲速成以鸣于世 语之以五经则愿学 语之以白沙 扬名之语 则欣然以 以其席而取 之也 其中小有才华者 颇好未诗 而今日之诗 亦可以学而作 五 天下诗语 语之课 堆积基案 代于瓦府名 而寇之以二难 雅颂 之意 能也 于此时而将无之道 其谁从之 大将为捉公改废 神莫 亦为捉涉便其构 殉众人之好 而自贬其学 以天下之人 而广其名誉 则是王道以从人 而我亦将有所侠 为是私道之在天下 必有时而心 而君子之教人 有私书爱者 虽去之百事 而由同堂也 所者 日之三十余卷 平生之之 与夜皆在其中 唯多写本 以一之同好 数为其害己者之所去 而有王者其 得以酌取焉 其亦可以必屈屈之 愿意 夫道之乌 各以其时 为己而求名 则无可以自免 必栽坑 坑所以于经之 先生者如此 高明何以教之 据四部从刊 本 庭诗文集 拜皆信 内容因勤恳 我灵的衰 而痛惜我的学业没有 传人 这番心意十分深厚 但是想要我仿效过去的 某些先生的做法 招收 门徒 庶民生 显耀于人士 则比义士愿这样干的 比如西汉时代 经师的传授经书 学生常常多至千余人 其中地位高的做到三公九卿 烧 伺的也可以做博士 使所受的学生扬名于是 能称为光荣魔 但是 斑骨 却平之约 这实在是人们走作观谋的道造成的结果 所以即使孔 子的弟子 尚且要学求求得做官之道 孔子道求学三去求官做的 人是荣道的 而 而旷 今日之事呢 当今世上追求富贵的人 其无需依靠经术是很明白的 一到头所学 得过是应考的实文 唐问他经书本文 还茫茫然知道是出于哪的 话 实在是唐朝铁阔之学的这点浅薄的寄送都丢掉 这种根本存心 智学的风气 相言指一代 何况那才捐官的智通 那些木丁 的人也可以当上浮现的教官 只有贫穷而能改业低世子 一百人中还有 一个 但又都是疏而急于求是功的一些人 希望肃成而得名于是 叫 他学五经可愿学 叫他成白沙 王阳明的语 却很高兴 因为习取 这些东西是很荣的 其中有些小有才华的人 颇喜欢作诗 而现在的那 歇诗 用学也可以做得出 我跑遍天下所到的诗集和语的课本 堆积积案的到处揭示 简直是一片震耳的噪音 而问他们 周南 照 南 亚 宋 的经义 却是出的 在这样的时代而想贯彻 我的主张 有谁肯听从呢 高明的木匠肯为捉的木工改变或放弃规 局 后裔肯为别角的射手改变其功的标准 躺层从事人的喜欢而 自己贬低其所学 以求招揽天下的人 张扬自己的名声 那是歪曲针 追随别人 那我也没有心情花这么多的闲工夫 过学树枝在天下 一定会有机会发扬 而古代君子教会人要学习私心所仰慕的闲者 哪怕比 此相聚以有百事之久也好像是同在一世似的 我所着的日之三十多 卷 生平的思想和学业都在这书 只有多抄写几本 用以分赠同志 也 须可以被害怕这书会妨碍他们的那些人所销毁 而一旦有正做世道的人 误出现 得以从我的书则取一点东西 这也就可以我一点微小的心愿 学术的衰败和昌盛 各有其时代的必然 躺为自己的追求而求 虚名 那就没有可以自我续免的 比如我固执的持已同于当今的仙 深闷的就是上述的原因 高明的您有魔教呢 何满子 鬼魏去日语光书 清侯方欲 菩切闻君子处己 欲自述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 今执事之于仆乃 有然者愿为执事臣之 执事仆之父也 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 相得盛欢 其后乃有欲 忠是执事而能者 执事当自追忆其故 必仆言之也 大人消官归仆 十方少美事 为常执事之才而皆习者迷日 吉普烧常之书求 有将戒徒 而大人颂之曰 有欲使成功勇者 虽与我未后尽 我常心众之 辱智当以为师 又有有方公孔照 辱当迟败于床下 与吉执事 吉执则成功以得罪去 谨方公 而其子以智者 扑 知肃交也 以此尘系过从 执事与方公 同位父当夜 然而赶着 执事当自追忆其故 必仆言之也 经执事 乃则 仆与方公后 而与执事 宝 一 亦过矣 忽一日 有王将军过仆圣功 每一至 必邀仆位诗歌 既得之 必喜 而为执事久奏祭 招有访 斜山姬 阴阴姬寻卷 执出解 祭而已矣 问将军 将军乃平人 以告执曰 是皆光所愿 那交于君者也 光芳 为诸君所够 愿以道之君 之有成君定身 无君刺猥 树梢兼呼 执 荣谢之曰 光身为贵卿 又少加宾客 足自于 安 用此二三书身为哉 执道之君 必众为君所觉 执督思从光游 幼妾孔无一光 乳香款八日 亦后 然的绝以 凡此皆执平心 称 自以为未胜太过 而直视固含乙 执成魔所逃罪乙 昨夜方请 而阳君文聪寇门过执曰 左将军兵且 都仍凶凶 光阳言于清一堂 云子于有救 且应之于内 子何乎 执乃之之 是独 而且恨之 欲智之足灭 而后快也 朴语做成有救 亦以奉雄 上书之教 持书指之 其心事尚可知 其泛顺 则贼也 朴晨应之于 内 亦贼也 是君子 烧之意 何至甘心做贼 万一有烟 此必日目图穷 道而逆施 其日干 而一孙之徒 既无负之 荣出于此 而仆其人也 何止是闻之之身也 妾怪止是 常愿下交天下事 而辗转蹴脱 乃至嫁祸 而灭人之足 义甚 为其本 躺一旦追忆天下事 所以相远之故 未必悔 悔未必改 果 悔切改 尽呆之 心事未必白 心事果白 天下事未必皆种 而至直视之门 朴果天下事皆种 而至直视之门 亦必且随熟其后 常依 谢过 未晚乎 而何应读左 寄一致于此 普京已遭无家 贬周短照 措辞深深 读习直视 至机一动 偿服 草莽则已 万一复得志 必至尽天下事 以愁其诉所快 则是使天下事 终至直视之门 而后世操减书 以义执视者 能如仆之词 为而亦晚也 仆且去 可以言 然恐执视察 中卫谱 中卫仆于掌者傲 故感恕其屈屈 宣 选字 四部被药 本 撞毁唐文集 我私下听 有德的人 处视身 应自我宽容 而对别人 却苛求责 被 从而反对 别人的政治主张 如今 阁下对于我 可是这样 愿为阁下 陈述之 阁下是我的父辈 神宗末 跟家父一起 在朝廷任职 享处的颇为荣 恰 而后虽然始终 想为阁下 孝儿能 阁下自己 应当追忆 其中的原委 必我再赘述 家父被削直归时 我还少 每次侍奉左右 家父没有 一阁下的才华 而整日皆探晚习义 到我既稍大一些 开始懂得 书上进 前往寻棚 访友 上时 家父为我送并叮嘱 有位御史名叫陈勇 虽然对我是后辈 但我内心却很器重他 你道 后 应当以他为师 还有一位朋友方孔照 你应当带上名片去拜访 他于床前 谈话中未提及阁下 待我到 陈勇公已应得罪朝廷儿 开 紧到方公 而他的儿子方已至 是我的故郊 因此朝夕相处 过往密 阁下和方公都是我的父辈 应前往拜业 然而我却敢 阁 下应当自己追忆其中的原因 必我多言 如今阁下却则被我与方公情深 亦后 而对阁下疏远 一 也太过分 有一天 忽然有位王将军拜访 太十分千功 以后每次到 总 要邀我写诗 得到之后 总显得那样高兴 然后为我买酒和邀请歌迹演奏 并呼游船 带上登山的鞋 一起游山玩水 太极其肯 许多天而 无眷色 起初我了解他的目的 后应深移而追问王将军 于是 王将 军并退左右告诉我 这都是因为大臣希望与你结交的缘故 大臣 竟正受到诸位的辱骂 希望你再和好友成定身军 无次伪军情 性能 加喜刷 我严肃地辞谢他 大臣身居高位 又缺少贵兵加客 足以供自己玩 哪需要用上这二三位书生呢 如果我把你们的要求 给成定身 无次伪听 一定会再次被他们为所拒绝 假我私下独自 和大臣交友 只怕对大臣又毫无益处 八天沉蒙尽新款待 可谓情 生意后 然而却得一刀断 这依我凭心思 自以为并无过分 知处 而阁下 却一直感到愿意 那我的确无法逃避其罪责 昨天夜刚刚睡下 杨文聪线敲门 竟对我 左域的部队将 要到 都城人们 黄黄安 大臣在清一堂扬言 你跟他是交情 而且和他内外相接应 你为何赶快开 我才晓得阁下丹愿而 乙 而且怀恨在心 欲使我灭族而后快 我和左域固然是相 但乙 遵照雄上书的教会 且信制止他东下 可他的心事上得而知 唐使他冒 犯朝廷 那就是贼 如果我的确在内接应 也同样是贼 有智杰操守的人 都知意 何至于心甘情愿做贼 万一有这样的人 必定是那些日暮徒 穷 道逆施 犹如往昔为忠贤的干儿一孙之 无计可施 或许出此下 策 而我是这种人 为何阁下给我之如此深重的罪名 我私下感到奇怪的是 阁下常常表示希望结交天下明示 却反无常 作诗机会 以至于嫁祸于人使之灭族 这是很违背初衷的 唐使一旦回忆 天下明示之所以远阁下的缘故 未必感到后悔 感到后悔则未必改 果真感到后悔而加以改正 只要静待 阁下的心事未必会显出 心事果真显之后 天下明示未必会接种儿 我果真到天下明示接 种头靠到阁下的门下 也一定尾随在后 赔谢罪 恐怕还未晚 阁 下何至于筹划出如此阴险毒辣的下策 由于遭受战 我如今已无家可归 如陈上小舟鸡江湖 安置一己 之身病难 只痛惜阁下以蒙生记恨之心 要是长久隐居民间则已 万一 又得至上台 必将进天下之明示 抱你以往的积怨 那莫这就是天 下明示终于在投奔阁下之门 而后代操笔注书以平阁下的人 也可 能像我这样写的文词千功而一丝为婉 我暂且开着 可以磨也 然而指控阁下能明察原委 以为我对长者太傲慢 所以才敢于向 阁下谈自己的肯知情 言敬意 高张彩 鸡船 清侯芳玉 鸡者名乡 母曰珍 珍有侠气 长一叶薄 书千敬 所交 皆皆当事豪杰 有与阳县成真会善也 鸡尾其养 一霞而会 知书 能辨别是大夫贤否 张学士谱 夏步允一级称之 少风吊脚爽裙 十 三岁 从无人周如松寿歌玉名堂寺传奇 皆能尽其音节 游公琵琶瓦辞 然 清发也 雪愿侯申 吉卯 宇香 鸡长腰侯申畏施 而自歌以尝之 初 晚人大臣者 以阿妇为忠贤成诞 平居 为清义所斥 阳显 成真会 贵持无印机 使守其事 持之 大臣的以 欲侯申未解之 乃 甲所善王将军 日载九十 欲侯申由 姬曰 王将军平 非捷克者 公子 何寇之 侯申三问 将军乃平人数大臣义 姬思 欲侯申曰 切少从甲 母阳县军 其人有高义 文无君 由甄甄 经皆与公子善 何以功赴 至交乎 且以公子之事旺 安是功 公子万卷书 所厚于见窃 也 侯申大呼称善 罪而我 王将军者书样样 因此去 慰己 侯申下地 姬至九桃度 歌琵琶此以诵之 曰 公子才名 文早 雅简中郎 中郎学补 经琵琶所传词 故望 然常逆懂拙 可言也 公子豪迈基 又失意 此去相未可其 愿终自爱 无望切所 歌琵琶此也 妾亦歌以 侯申去后 而顾开府田养者 以三百环 妖姬仪 姬故却知 开 府参且 且有意重商机 姬探曰 田公于公乎 无相之所赞于 侯公子者为何 今乃其而复之 是妾卖公子已 促网 选字 四部备药 本 撞毁唐文集 铭记姓铭香 她的母亲叫珍 珍婆有任侠的风 曾经与他人 赌博 一夜之间书近迁 她所结交的都是一些才华出众的人物 跟疑心 仁臣真会特别要好 香是真的养 性格也很好爽 而且聪明伶俐 典书 能辨别那些当官的是否正直贤明 张浦 夏允仪都非常称赞她 香少时风爽美好 韵志超群 十三岁那 跟苏州一人周如松学 唱汤险祖 紫差记 还魂记 南科记 邯丹记 四大传奇 而且能将取掉英杰的细微变化 尽情地表达出 她特别擅长 琵琶记 然而清唱给别人听 商丘侯申 于崇祯十二道 任乡 她曾邀请侯申提施 然后自己唱曲给她听作为酬谢 当初安徽人大臣应奉承一赴燕党为忠贤 而被判罪 缺职后退居 遭到正直言的抨击 实际上 实际上首先发难的是 宜兴臣真会 贵持无印机 他们坚持得很有 大臣的乙 想让侯申 从中斡旋 于是甲手干好友王将军 每日送美酒佳肴 陪同侯申一道游 完 相申一道 王将军家境清贫 是广交朋友的人 你贺问一问 他呢 金侯申在三节问 王将军于是并退左右 转述大臣的用意 相思下告诉侯申 我从小跟随杨母与宜新臣真会军香 他品德高 上 还听无印机军是铁骨针针 而今他们跟你都十分友好 你怎能为 大臣儿背弃这些亲朋密友呢 况且公子你出生于世家 颇富名望 怎 能去结交大臣呢 公子便万卷师叔 你的难道会比上我这样的 父到人家吗 侯公子听后大声叫好 从此故意借罪酒而卧床 王 将军心颇高兴 只得辞别而去 在同侯公子王 过久 侯申父考名孙山 香在桃渡舍宴间 还特地唱 一曲《琵琶记》 宋他上 公子的才华名声与文章 此彩都很美好 和蔡雍中郎相上下 蔡雍学问虽然差 但难以弥补他品上的缺陷 如今 琵琶记所描写的故事固然虚妄 但蔡雍曾经亲父董卓 却是 可抹掉的 公子秉性豪爽受约束 再加上科场诗意 从此一别 相会 知其时难遇 但愿你能始终自爱 别忘我为你唱的 琵琶记 从今 以后我也再唱它 侯声开之后 袁淮阳巡抚田阳 以三百环皇位聘 腰相免 香断然 予以拒绝 田阳恼羞成 故意制造 颜对香义重伤 香 感叹的 田阳难道与大臣有魔痛吗 我以往所赞赏侯公子的是 魔 而今如果为贪图钱财而赴约 那是我背叛侯公子 他终于肯 羽田养香 高张彩 无忌 亲未喜 忌子 忌眷于游 南极穷海 抵验 于是坐屋于韶亭之左肩 约 此真无矣 明曰无 于翠为止最高 群山公之 平愁重田 措旗下 木之所周 大约 十 故事少庭未圣烟 于是高下其境 折而三之 松明于乌上 桃 梅 梧桐 鬼 心仪之华 欣于静下 驾驱直之木 未见 恶以盛辉 光耀木 刻曰 斗绝之山 取避风雨足矣 季子举债而是之 非也 获曰 其少衰乎 其将怀安也 方济子之南游也 驱障之乡 导策之波 去朋友 独生魔所事 是 而知穷海 智则巨峰夜法屋 卧心之下 兵变者在 人而知 铁名于堂户 诗交于渠 写沟读 刻或以文诸家 家人忧孔气下 鱼 谈笑饮食字也 集齐游山东 方大鸡 鸡名十百位群 主人肉而食 千之地 草绝根 树无青皮 家人闻之 亦幽孔 而寄子敬至宴 刻有让于者曰 子之兄弟一身矣 又为子言之从 经济子好举债游 往往无故冲为难 冒险祖 而子敬 何也 于笑曰 无故知 祭子之 无死也 无知是 祭子之举债 冒险为而游 与举债 而是其 亦也 且夫人 各异的旗智位是 终身守规门之内 选软滋窃 盖井而观 腰周而渡 欲三尺之钩 则色便敢跳跃 是者 无强知是江湖 好吉山川之旗 求朋友 揽风土之便 是客死如家 死如死病 江湖之死如任席 是 这 无强使守其家 孔子曰 智世旺在沟壳 夫侍者 无所 能而子弟能知 其智且未知 而无何侠境 祭子未于言 渡海时周中人 炫不敢起 读启事海中月 坐 陈月度 海歌 一首 兵便 何而坐 坐 海南道中诗 三十首 于乃孝无姓忧 孔气下也 继承 唐朱子 自伯兄而下皆有诗 四方之事 闻者 显已诗会 而于魏之计 选自道光课本 唐九子文超 魏书子文超 继子魏 已经对四方飘游的生活感到厌倦 他曾经南面直到海南 岛 面到河一带 于是住屋于韶亭的左脚 这才真是我安身的 地方 名为 吴 吴在翠围风上位置最高 群山围绕着他 高高低低的田地 交错旗 下 吉木四望 大约有几时 所以要比少庭优美 他又顺应地势 将小径折成三段 松身迎风鸣于屋上 桃 梅 梧桐 桂 心仪这些花 掩映于静下 用曲直一的木条做成干 涂上棒壳灰 他的光泽闪烁在木之间 有人 住屋于陡峭的山上 只要能遮蔽风雨就够 继子却借债 布置 实在值得 也有人 大概继子的意志 有些摔腿吧 因 而想过过安逸的生活 当继子难游的时候 紫冰是在瘴气玉洁的乡 深冒测的风险 远朋友 独个耳魔所作为 就此前往海南岛 到那 一夜之间大海 风将房屋吹毁 指得躺在天之下 又碰到刺冰便 百姓被冰搜 寻到旧遭害 刀剑之声响撤门庭 尸体堆积在大街上 鲜血助于沟道 有的人把消息告诉家 家人吓得哭 我却像平日一样 谈笑吃喝 吼 他又由山东 恰巧逢到大荒 灾民成群结队 主人肉冲击 千知 内 草根树皮都拾静 家人听到后 家害怕 可是祭子竟然还能 到达河 有人责备我 您和祭子是同胞兄弟 他又是事都听您的话 现在 祭子喜欢借债远游 常常受到意外的灾难 您为摩家阻止 我笑着 我原知祭子是会死的呀 我看祭子的借债冒险而远游 和他的借 债布置屋子是一样道 而且人都已能实现自己志愿为舒畅 如果他只想 毕生忠于内室之中 走一步也沾前顾后 似近非近 盖上井盖才敢 看井 记着腰周才肯渡水 一三尺宽的钩 极大惊 失色感跳跃 想 这样的人 我绝会强使他到江湖之上 反之 如果性喜纵情于其山水 寻访朋好友 吸取各地同的风土人情 把死在外地看作死在家 死 在变中看作死于疾病 死在江湖间看作死在床席上一样 像这样的人 我绝会强使他坐守在家 孔子 有志气的人是死在山沟也好 顾虑的 像这样的动 我自己虽然做到 而子弟们却能做到 并且 正是出于他们的志趣于做去 我赞成都即 怎么还能阻止呢 既子还对我过 渡海时同船的人都被 缝颠簸的头心筋赶起 床 唯有他起而上蓝海上月色 还做一首 沉月渡海歌 兵变时 他 也镇定的闭门而坐 坐三十首 海南到中师 我听 暗笑自己性 亏没有像家人那样吓得哭泣 无筑城后 唐的各位人士 从我大哥以下都写诗迹 各地文士 得之后 也都以诗篇聚会 我就写这篇 无忌 姓瑶 大铁锥船 轻未喜 根须十一月 宇自广归 宇臣子灿同舟 子灿二十八 好无事 宇寿以左士兵谋兵法 英问 游南 逢人乎 子灿位数 大铁锥 坐 大铁锥转 大铁锥 知何许人 平臣子灿凶河南 宇宇宋将军家 宋 怀 庆清华镇人 公祭姬 七好侍者皆学 仍以其雄剑 呼宋将军云 宋 弟子高姓之 义怀庆人 多善舍 长子灿七岁 少同学 顾长雨过宋江 军 石座上有箭弹克 茂盛寝 又携家大铁锥 重四五十斤 饮食拱衣 暂去 并铁折叠环腹 如锁上 饮之长障许 语人喊言语 语出声 寇其相及姓字 皆答 既同请 夜半 可曰 吴去以 言弃 紫灿窗户皆闭 经 问姓之 姓之曰 刻出至 官袜 以手紧果头 足缠白布 大铁 锥外 以物魔所持 而妖多白 吴宇将军 俱敢问也 紫灿昧而醒 刻则酣睡 被抗上以 一日 辞宋将军曰 吴史文辱名 以为豪 然皆足用 吴去以 将军强之 乃曰 吴吉祥马贼 夺其物 故愁我 久居 或且吉 辱 今夜半 方其我 决斗 某所 宋将军 欣然曰 吴起马 鞋 使以 助战 刻曰 指 贼能且重 无欲 忽辱 则快无 以 宋将军 故自负 且欲 官客所为 请客 客得以 雨 邪 将至斗处 宋将军登空宝上 曰 但官知 圣福生 贼知也 时机明月 星光照旷野 百步人 客池下 吹碧力声 请知 贼二十于其四面集 不复公使从者百许人 一贼提刀突奔克 克人呼辉 追 贼应声马 马首 众贼环而尽 克奋 追左右 及 人马 仆的 三 时许人 宋将军 丙袭官知 古玉朵 忽文客 大呼曰 无趣 以 沉滚 滚东向 持去 后 岁智 未喜曰 子房的事 追秦皇帝 搏杀中 大铁锥 其人 与 天生 人 必有所用之 与臣痛苦 忠心遗传 豪俊霞 魁其之事 敏敏 敏敏然 功名于事者 又贺多也 天之身 才必为人用语 亦用之字 有时语 紫灿 欲大铁锥 为人 银碎 是其貌 当三十 然则 大铁锥 金四十 而 紫灿 有 长期写事物帖子 圣公凯书也 选字道光课本 唐九子文超 魏书子文超 根须十一月 我从扬州回家 与陈紫灿同传 紫灿十二十八岁 爱好枪石棒 我给他讲授 所传 中的兵谋兵法时 趁机问 你走难 闯 碰到过棋之人吗 紫灿向我讲述 大铁锥的事 于是我写 大 铁锥传 大铁锥 知识魔地方人 平臣紫灿到河南 去看望他的哥哥 宰 宋将军家喻大铁锥 宋氏淮清华镇人 擅长搏击 七爱好季鸡 的人都向他学习武艺 人们因他长得雄伟健壮 所以叫他宋将军 宋将 军的徒弟高兴之 也是怀庆人 气大 善射剑 比陈紫灿大七岁 小时 后同学 因此陈紫灿曾经与他一同访问过宋将军 当时座上有个饭很大的客人 容貌很丑 又腋下夹着个大铁锥 有四五十斤重 吃饭以及拱手时 一刻也放下他 大铁锥柄上的铁 折叠围绕着 像锁上的链子 把他开有一帐多长 他很少跟人们交谈 画像胡一带的口印 问他家乡在哪 姓圣明和 都做回答 我们同住一个寝室 到半夜 客人 我走 画阴刚 人久 陈紫灿窗门都关着 就吃惊的问高兴之 高兴之 客人刚 时 戴帽子 穿袜子 用手紧包着头 脚上缠着白布 除大铁 锥外 磨东西都没有携带 而腰带中裹着很多银子 我和宋将军都敢 问他 陈紫灿一觉醒 客人却已打着呼噜睡在床上 有一天 客人向宋将军告辞 我当初听到你的大铭石 把你当作 英雄豪杰 但是现在看你和你的门徒能委以重任 我将走 宋将 军结晚他 他就 我曾次打拦抢劫的强盗 夺取他们的财 物 因此他们很恨我 我久此的灾祸将会迁到你 今晚半夜 墙 道门正约我到某处决斗 宋将军高兴的 我骑着马带着弓箭柱 战 客人 要去 墙到本墙且人又多 我想要保护你 就能 各痛快 宋将军像自以为起 并且也很想看看客人的本 酒 解请求客人通往 客人没办法 就带他一起走 将要到达决斗的地方 客人送宋将军登上一座荒废无人的宝 你只许观看 千万别坐深 以免让强盗们发掘你 这时 鸡叫月 星光照着空旷的原野 百步之内能够看人 客人 骑马飞驰而下 吹几身臂力 一会儿 二十多个骑马的强盗从四面拥挤 过 徒步走背着弓箭跟在后面的有一百多人 一个强盗提着刀纵马冲 向客人 客人大喊着挥舞起铁锥 强盗应声坠马下 马头也被砸得碎 那火强盗围城环形向前进逼 客人奋挥舞铁锥左右猛击 强盗们人带 马灾倒在地 三十多人被死 宋将军凭住呼吸观看这长战 吓得退 发抖 几乎从宝上掉下 忽然听到客人大声呼喊道 我走了 沉 挥滚滚 朝着东方飞马而去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 为喜瓶 张找到大事 在搏杀用铁锥锤即擒使皇 大铁 锥大概也是那种人吧 天生下有其才能的人 一定有用得着他的的 方 但我承的 忠心遗传 发现那些才智出众 侠义刚 雄奇拙 的人 无声无息的能在当代显功继生命的 又为魔这样多呢 是 是上天生的人才一定被人任用呢 还是任用他们自会有一定的时机 呢 陈子灿遇大铁锥是人银 看他的相貌应当是三十岁 那么大铁锥 今已有四十岁 子灿又曾经看他写买东西的单子 凯书写得非常功 整漂 送新昌 传世纪 青汪碗 昆山徐健衍先生 驻于所居之后 凡其迎 兼命公墓卫除 著书 干万卷 驱未经使子及四种 经则传著一书之书复焉 使则日加成山经 也使之书复焉 子则复以博士医药之书 即则复以辅施于之书 凡卫除 这七十有二 不居会 各以其次 素标相至 岂要灿然 于是先声赵诸 子登司而赵之曰 无何以传曹哉 无须先事 故以清白起家 无耳 目如染就已 盖常凯夫为人之父祖者 每遇传其土田获财 而子孙未必能 是父也 遇传其遇真丸 顶一尊甲之物 而又未必能是宝也 遇传其源 持台谢 五哥于马之巨 而又未必能是想其余也 无方以此为鉴 然则 无何以传曹哉 因指书而 欣然孝曰 所传者为是以 遇传其遇 传世 而问济于晚 晚衰并即位 则先声书都之 最后赴于先声 曰 圣以 书之多恶也 由汉是以 人主往往众观赏以构之 其下明宫 贵清 又往往后薄以之 或清操汉末 即分命比以善之 然且头 聚未己 而折之于善意 以示之藏书之难也 晚故未藏之之难守之之 难 守之之难之之难 由公体而心得之之难 是故藏而物守 由物藏也 守而福 由物守也 夫妻以之以 而获口与公为 心与姬 五 采其华而望其时 是则深战 祭诵之学 所为华众而 窃明者也 与福西 以哉 古之善书者 始乎伯 中乎曰 伯之而非夸多豆米也 曰之而非宝 残安也 善书者 根底于性命而纠集于事工 言以溯源 无探也 明体以适用 无达也 尊所闻 所知 非善书者而能如是乎 经见衍先生 祭出其所得于书者 尚未天子之所器重 四位中朝世代夫 之所经事 即是以润色大业 对阳修命 有余以 而又推之以训斥其子性 彼后先机微科 取世 昔然有名于当世 晚然后溃焉太习 以为书之 亦红已哉 寻世道也 虽传诸子孙世世 何可知有 晚则无以予于此矣 居凭直奴才下 患于有书而能 言及母 则又全服穷山屁壤之中 而目顾 就学消亡 盖本族以祭司 的 以免臣先生之命 孤畏亦言赴之 先生亦述其辈否也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姚峰文超 昆山徐建家殿先生 在他的住后免造一状房 共有七间 同时 命工匠砍孝木材 启造大厨 著书干万卷 区分未经使子及四部 经部 中复以经传译书等方面的书 使不中复以日 加成 山经 也使等方面 的书 子不中复以博士 医药等方面的书 即不中复以府 诗语等方面 的书 共有七十二个厨 按照不置放 都有一定秩序 白色的标签 浅 黄的封套 打开厨门 灿然在目 于是先生召集儿孙 登儿教训他们 我用魔东西传给你们呢 我们徐家先士 本就身家清白 以书 应是起家 我耳如木染 已很久 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辈的 有的想把土 的家产传下去 而子孙一定能试试代代付下去 有的想把玉珍丸 顶 一尊甲之的宝贵文物传下去 而子孙又一定能够试试宝爱这些东西 有的想把圆池台蟹 五哥马之传下去 而子孙后代又一定能试试想 受这些鱼 我正把这些事看作见解 那么我拿魔东西传给你们 呢 这时他只著书高兴地笑着 我传给你们的 就是这些 鱼 是就以传世自作为名 而要我做一篇记 我体衰多病 能一下 子邪出 先生多次邪性催促 最后我只得用下面这些话回先生 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 从汉代以 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去 买书 皇帝以下 明宫贵卿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 有的亲自动笔 有 得顾请抄手 加以欲 但是聚集酒 就常常遭顾散师 由此可知藏书 知难 过 我以为藏书之难还笔上手书之难 手书之难又笔上 书之难 笔上亲身去时而有所体会之难 所以藏书而能守 同 藏书没有模样 守住而能 同守住没有模样 虽然以 经 而如果嘴上是一套 识的又是另一套 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 一致 采他的花而忘记他的果实 那么就是用济诵之学 骗骗众人 而 欺世道明的人 童书又有魔痛呢 古代善于书的人 开始时博览 到最后就专攻 博览群书并侍卫 炫耀自己的广博 专攻一门也是抱残守残 善于书的人以性命之 为基础 而最终则要体现在事业和功绩中 循着追溯源 没有魔能 明白的 明白到再去时 没有能做到的 尊重所听到的教会 所学到的道 是善于书的人能这样吗 现在剑眼先生已经拿出从书中得到的道 尚能得到天子的器重 此 能被朝廷氏大夫所尽重和取法 借此以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 以暴达称阳 美善的命 错有余欲 再推而广之 用以训斥后背 使他们能先后击身 威科 取得高官后 在当事被人一致称道 我只有赞叹绝 以为输 的好处实在太大 遵循这条道 即使传给子子孙孙 还有摩托等 的呢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资格遇其中 平时愚笨无才 苦于有书而门 现在到晚 又只能全服在穷山僻壤之中 孤寡闻 过去学到的 都已衰退 本没有资格为这座座祭 是以勉强应成先生之命 姑且写这些话回 先生能否怨我的谬呢 为国 江天一传 清汪晚 江天一字文石 灰州设县仙人 少丧父 是其母 及辅地天表 具有 智信 常与人曰 是品者 必无文章 前明崇祯间 献父延祈 其才 美事则拔至第一 三十 使得补诸身 家平屋拜 公本土住园 以居 赴瓦丸 圣鼠则库日中 与智 黎蛇福 或张碧盖自弊 家 人且怨且叹 而天一携书 迎送自也 天一虽以文士之名 而生辰多智 由魏同郡 千世公 申所知 当事时 徽人多道 天一方 左千世公 用军法团结 乡人子弟 为首玉祭 而会张献 中破武昌 总兵官 左玉东顿 徽下兵华于图 所过坟 将抵辉 辉 人正恐 千世公 某网聚之 以为天一 天一腰刀挖手 黑夜跨马 壮士 迟时 与兵敖战其门 斩国大半 西夺其马牛气泻 辉赖以安 甚至二 下五月 江南已破 周县望丰内赴 而辉人 由魏鸣聚首 月 唐帆自于福州 闻天一鸣 受监济推官 先是 天一言于千世公 约 辉魏行圣之地 诸献皆有阻碍可视 而几西一面当孔道 其地独平 以 是宜著官于此 多用兵聚之 以与他献相击脚 碎柱从山关 以而 清师公寄西 天一日夜援兵登皮 少待 兼出逆战 所伤相当 于 是清师已少其坠 天一于基西 而别从心入 守者先溃 成碎线 大帅够天一圣即 天一之事可谓 据归 主其母于天表 出门大呼 我将天一也 遂备之 有之天一者 欲世之 天一约 以我为死 邪 我死 或且足矣 欲千世公于迎门 公目之约 闻时 有 母在 可死 孝谢约 焉有与人共事 而逃其难者乎 公信物为无母 律也 至江宁 总督者欲问 天一昂首约 我为记 如我 我死 必赴起兵 遂千亿通记门 既至 大呼高皇帝者三 南向再拜 弃 坐而受刑 官者无叹息 弃下 愿日 天表网收其师 亦之 而迁 世公亦于世日死矣 当兵之辈也 凤阳都马 是因 书和徽人官军 将至千世公 于死 天意为姬辩书 亦却尚之 附坐 御天 替诉诸贵人 其事 使得白 自兵心已 先后至乡兵三 皆在千世公墓 事时 墓中诸侠 客号之兵者已拜 而宫独推重天衣 凡内外 姬世息取绝焉 其后 静与宫 同死 虽古异之事 无以上也 宇得其始末 于翁军 汉京 遂未知传 汪婉约 方圣国之末 兴安是大夫 死忠者有汪公伟 林公 终于千世公 三人 而天意独以诸身殉国 语文天意由淮安 淮安名妇逢侍者 窥干活其 孤 天意珍珠名 是作诗文表彰之 欲书于朝 果 盖其人好奇上气如 此 天意本明镜 别字号石架侨夫 翁军汉京云 选字 四库全书 本 姚峰文超 将天一字文石 灰州设县人 小时候就死父亲 侍奉他的母亲 和福养弟弟天表 有着醇厚的本性 他曾经对别人 一个书人 述好的道德品 就必然没有好文章 前朝明末 从真间 设献献 傅言认为他才学起 每次献同生的岁势 总是选拔他为第一名 但到 三十岁 才补上一名申员 他家很穷 房屋残破 勘 就自己动手用 本机挑途 住墙而住 屋上盖的瓦片齐全 大热天就晒在 酷热的太阳中 下雨天 全身被雨的像蛇 一样全伏着 或是张起破 散遮挡一下 家 得人一面埋怨 一面叹息 然而天衣却捧住 书本 和平常一样 天衣虽因为是文人而出名 但是却深刻沉着 足智多谋 特别受道童 郡迁是深的赏 在那个时候 辉州一带道匪很多 将天衣辅助迁士 深用军队的办法 团结组织乡的亲人 做好防守的打算 适逢张线 中攻破武昌 总兵关左域向东逃跑 他布下那些 广西吐司的军队在办 上发深判 所经过的地方放火抢劫 将要到达辉州时 辉州人非常正 惊恐惧 千世生计一派兵去抵抗 把这件事委托给天衣 天衣配妖刀 果头金 黑夜骑着马 一批勇士奔跑几时 与叛的广西吐司 军队在齐门竞机战 死叛兵一大半人 夺取他们所有的牛马和兵 弃 灰州城依赖这次战役而得以平安 清顺至二下五月 江南已被清兵攻破 各州县市纷纷归赴清朝 但灰州人民还是为明王朝坚守抵抗 月明宗市唐王朱遇见在福州称邸 听江天衣的名声委任他为监济推官 在此之前 天衣队牵势深 灰州是各地势优越的地方 各县都有险要之处可以依赖 只是姬西那一 面震荡交通要到 那地势特别平坦 因此应该在那建筑关口 多派兵 驻守 以和别的县相互配合 加制敌人 于是在姬西柱起从山关 九 清兵攻打姬西 江天一日夜守持兵器登城防守 一点也松懈 有时 出城迎战 双方死伤大志相上下 于是清兵用少骑兵在姬西牵制柱江 天一 而另外重新进攻 守得人先拜逃 及西城终于县 清军的主将悬赏捉拿天一非常急迫 江天一知道抗清之事已没有息 望 救急回家 把母亲托付给弟弟天表 出门大叫 我就是江天一 于是被逮捕 清军中有知道天一的想释放他 天一 你以为我怕死 妈 我死 灾祸将是全家被 在营门口遇牵释声 声看着 他 闻时 你还有母亲在 你能死 江天一笑着辞泻道 那 有何人一起共事而在危难时刻逃避的呢 希望你要为我的母亲丹 呦 到南京 总督红尘愁想问罪 江天一昂起头 我为你考 律 还是把我的好 我死 必定再要起兵 于是把他拖到通济门 刑场 到那 江天一高呼 高皇第三遍 向南面一拜再拜 拜完 坐下受刑 为官的人没有一个感叹的 过几天 天表去收天 医的尸体 把他安葬 而牵释声也是在这一天被害的 当广西吐司的叛兵被将天移伤之后 凤阳总督马士因非常恼 想 皇帝上奏章皆发挥周人蓝冠军的罪 想至千世身于死地 江天一为 死带着身便身无罪的奏章 赴朝廷帝臣上 又写 玉天 着眼 向掌权大臣申诉 这件事情才得以清楚 自从清兵与明王朝开战役 前后殉香兵三 都在千世身的幕府中 当时 幕府中众多狭义之士 号称精通兵法的有上百人 而身只是推重天一 凡对内对外的机密大事 都取决于天一 后天一竟然与身同时牺牲 像天一这样的人 即是 古代一之士 也没有能超过他的 我是在汪汉金纳得知 江天一的生平 是记得 于是替他写这篇传记 汪婉 震荡前朝的末期 新安帝是代附近中而死的有汪伟 林忠宇 生三人 而只有江天一是以申源的身份为国殉难的 我听江天一由经 怀安 怀安 怀安有个姓冯的名副 割下自己的肝脏救活他的婆婆 江天一的 口际 清四环 经中有善口际者 会宾客大宴 于听世之东角师八尺屏障 口际人 坐屏障中 一桌 一意 一扇 一扶持而已 众兵团坐 烧庆 但闻屏障 忠辅持二下 满堂济然 五感滑者 摇摇闻身 像犬肺身 有妇人 惊欠身 摇其夫与猥亵事 夫一语 出圣应 妇摇之指 则二人 与剑剑杂 床又从中夹夹 寄儿而醒 大 提 夫腹腹而入 而寒乳提 腹拍而污之 夫起 腹意抱而起 床 上又一大而醒 盈盈至 当事时 腹手拍而伸 口中污伸 而寒乳提伸 大而出醒伸 床伸 夫赤大而生 平中生 统中生 一齐凑发 众庙 必备 满座宾客 无身 景侧目 微笑莫叹 以为庙绝也 继儿夫上床请 妇又呼大而 必 都上床请 小而一剑欲睡 夫苦 生起 父拍而一剑拍剑指 维稳有鼠座座 盆起 青策 父梦中 咳嗽之 身 宾客一少书 稍稍振作 呼一人大呼 火起 夫起 大呼 父一起 大呼 而其哭 鸽 鸽儿百千 人大呼 百千而哭 百千狗吠 中间崩倒之身 火爆身 呼呼风身 百千其作 又加百千求救身 夜屋许许身 抢夺身 泼水身 凡所应有 磨所有 虽人有摆手 手有摆指 能指其一端 人有摆口 口有摆蛇 能鸣其一处也 于是宾客 无便色席 奋秀出壁 古战战 几欲先 走 而忽然扶持一下 众想必诀 撤平视之 一人 一桌 一蚁 一扇 一扶持而已 选自文学古籍 勘设排印本 于初心志 京城有个 善于表演口技的人 正逢有人摆酒席 大请宾客 就在厅堂 的东角设置八尺宽的屏风 让表演口技的人 坐在屏风中 只有一张桌 子 一把椅子 一把扇子 一块醒目而已 许多宾客围着屏风而坐 议会 而 只听屏风中醒目响下 全体都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敢大声 话 远远的听到 深深的小巷中有狗叫声 接着就有父 惊醒后打喝 欠和声 腰的声音 他摇着丈夫 起夫妻之间的事 丈夫这梦话 开头怎么 答应他 父把他摇个停 于是人的话声 逐渐间隔混杂 床又从中 发出 后 父用手拍孩子的声音 口哼着哄孩子的声音 孩子含着乳头的哭 声 大孩子刚醒过的声音 床发出的声音 丈夫则骂大孩子的声音 小 解入瓶中的声音 解入筒中的声音 同时响起 各种绝妙的效果都有 满座的宾客 没有一个伸长脖子 斜着眼睛 微微笑着 默默赞叹 认为 奇妙极 过一会儿 丈夫上床睡 妇又叫大孩子起小 玩 兜上 床睡 小孩子也逐渐要睡 丈夫打呼噜声响起 父拍孩子的声音 也渐渐停下 隐隐听到有数 坐坐在爬 盆子 器皿歪道 父 在梦中发出咳嗽声 宾客们的心情稍微松弛下 逐渐端正坐姿 忽然听到一人高声呼喊 起火 丈夫起高叫 父也起高 叫 各孩子一起哭 一会儿 成百上千的人高声喊叫 成百上千个小孩 哭喊 成百上千只狗狂叫 当中还加着 劈拍烂的声音和房屋 倒塌的声音 着火爆炸声 呼呼的风声 千百种声音一起响起 又加着成百上千个呼救 的声音 贪气或房屋时和发出的喊声 抢夺东西的声音 泼水的声音 凡是一应该有的声音 没有具备的 即使一人有一百只手 每只手有 一百个手指 也能指出其中一种 一人有一百张嘴 每张嘴有一百个舌 头 也能清其中一个地方 在这时宾客门 没有一个变脸色 开 席位 捋起衣袖 伸出手臂 腿打着哆嗦 差点而都要真先跑开 忽然醒目一声 所有的声音都没有 撤掉屏风再看 只有一个人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把扇子 一块醒目而已 邓乔兵 言典史传 清少长恒 言典史者 明应援 自亨 其先这江少新人也 四世祖谋 魏锦衣 孝魏 史家执之通州 魏通州人 应援起院史 观金仓大史 崇祯时 四 千江阴县典史 史智 有江道百搜 张志成朝栏入内地 将薄成 而会献设传旁义 成步选软步及 难奔窜 应援带刀剑出 越马大呼 于是 约好男子 从我贼护家世 一时从者千人 燃苦无邪 应援 又持竹乎约 是己以 假意干 只取诸我 千人者不将案 毛 是堵墙 应援网持舍 发意识 折异义贼 贼必折三 气设 扬帆去 寻符文 以轻衣兜司掌脚寻县卫 的张黄盖 拥到 前驱清道 而后 非顾时 亦人以为荣 久之 仅寻资迁 广东 应得县 逐步 而成名 选代未未 应援 以母并位 亦会国辩 窃家 桥居 亦东 之沙山 逝岁 已有 五月也 当逝时 本朝定 顶改元 而已 欲王大军渡江 君臣出走 宏光帝寻备职 分浅备及他江 定东南郡县 守室或或走 或闭 门巨 公之折拔 宿者公在客 迟过寻日 自今口以南 一月间下 名城大县已百 而江应以弹丸下意 死守八十余日而后下 盖印元之谋 居多 初 至发下 诸身 许用得者 已润月朔 玄明太祖 豫荣于明堂 众拜且枯 是名额巨者万人 欲奉 新卫 成名选 主承手 名选 曰 吴智 勇如 炎君 此大事 须炎君 乃夜 持其 网淫 应援 应援 头 媚 家丁四十人 夜池入城 逝时城中兵满千 户才及万 又闹魔所出 应 元智 则此及 智 户出 亦男子 沉沉 于丁传参 以 乃发前兵 被盗 曾化所致火药火器 驻蝶 以 乃劝 书 俱事 曰 书 义 出宿 书 薄 不及他悟者听 国子上舍臣 匕首捐二万五千 捐者群 即 于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英 千丸 铁子千石 大炮百 鸟鸡千张 钱 千万名 宿 卖 豆万石 他酒 孤 盐 铁 橱 搞称是 义 乃分城 而首 五举黄首东门 把总某首南门 成名选首西门 应援自首门 人脚寻四门 部署伏定 而周边和 十大军宝城下者以十万 引百 四面为十众 引功养舍 颇伤 城上人 城上内炮 鸡弩城高下 大军商 盛重 乃架大炮击城 城援 应援命用铁裹门板 贯铁更护之 取空观石以土 仗颓处 右宫 城 城川 下人运一大石块 鱼城内 铸间 一夜城 会城中 史少 应援 城月黑 树稿为人 人干 一灯 提肩 扎城 兵士 浮原内 几股轿 造 将坠 城 拙影者 大军金 始发如雨 比小 或始无算 又 浅壮事也 坠城入营 顺丰纵火 君 自柔见相死者迁 大军阙 城三指营 率左拥其至臣下 忽曰 吾与炎君亚 故 为我与炎君 御相 应援城上与 左者 故洪光四镇之 一 封广昌伯 本朝总兵者也 瑶宇 应援 红光已走 江南无主 君 早 可保富贵 应援曰 某明朝一点十二 尚知大义 将军作图分 毛 为国重镇 能保障江淮 乃为敌前驱 和面目无意义是名乎 左残腿 应援委屈干 面苍黑 为姿 信言义 好民宿 犯法者 鞭吃贯耳 烧事 燃清财 赏赐摩索令 伤者首位果创 死者后关联 泪坠而枯枝 羽状是羽 必称 好兄弟 忽明 陈明选宽后 偶续 美寻臣 抚寻其 士族 相苦 或智体 故人皆能得 士心 未知死 先是 被统军的苏 松者 即破大郡 即施功 念赴江 贵臣下 替四交移 应援骂曰 拜军之江 被秦宿死 西叠叠位 又遣人欲 斩四门首士 各一人 即撤为 应援立身曰 斩无头 和百姓 赤之去 会中秋 给军民赏月前 分曹携聚 登城痛影 而许用得 致府五转驱 善殴者慢声歌之 歌声与雕斗 家吹声相应 敬三叶霸 被继掺之 城中无异 公月吉 踢冲死士 凯昼皆冰铁 刀斧吉之 声坑然 风口未缺 炮声彻昼夜 百内地位之震 城中死伤日姬 相哭 声相闻 应援康慨登皮 意气字 但日大雨如注 至日中有红光衣 起土桥直射晨 城额县 大军从烟烟雾雨中 蜂拥而上 应援死 是百人 持突向战者八 所当伤以迁 再夺门 门必得出 应援 免永生头前湖 水墨顶 而坐军中 必欲生至应援 遂被赴 所积聚甘明佛殿 应援至 岳起池之枯 应援孝曰 何枯 事至此 有意死而 被 挺驱 一族持枪 应援冠境 静折搏地 日暮 雍至七霞禅怨 怨森叶文 大呼 诉酌我 绝口 而而既然 应援死 凡攻守 八十一日 大军围成者 二十四万 死者万七千 向战死者有 七千 凡损促 七万五千 有其 城中死者 无律五万 尸海整集 街向街 满 燃尽无一人者 城破时 臣民选下其搏战 至兵辈到前辈 身负重创 手握刀 将 以臂上脯 或曰 河门头火死 曰 上书 旭曰 陈周既成 千英完明 而后知者 未于 周则完明 英则亦是 夫之犬费窑 林立人 彼顾各位其主 与同时 则文人则则谈眼点时事 未能记忆也 后五时 从有人家 黄熙所为 守孤臣 乃之其事 而传之 为夫应援 故明朝 一点时也 故其数 乃 浊浊如是 呜呼 可敢也哉 选字 国朝二十四家 文超 言点时 名应无 自亨 祖上是 浙江少新人 高祖傅某 担任锦衣 校尉 方才宜居职的通州 陈通州人 严应援开始任公职室当院使 做过京苍大使 重征十四 一千六百四十一 调任江音县点时 刚到任 正碰 上江上的强盗架着百艘船 张挂着其志成长朝侵入内地 将要破境江音 县城 恰巧又逢本县县到别的县去代正式 县城 主步既胆怯又无 决断 束手无策 居民四处奔逃 严应援带着刀剑赶出 在街上侧马飞 持 大声呼喊 是好汉的 跟我一起去强盗 保卫亲人 议会 身边就集聚上千人 但苦于没有兵器 严应援又飞持到竹前高喊 请 矿十分紧急 每人先借一根毛竹 获款将由我统付 这一千人排在 江岸 手持毛竹如刀枪 人靠人向移到长墙 严应远回的飞马射击 发一箭 射死一个强盗 已射死三人 强盗的气焰被压下去 扯上 翻逃走 巡抚写文向上报告退 将到的情况 用皇帝的名义让颜应援 痛兜思的官衔 执掌巡回检查的县位职权 外出可以成家皇盖 打大旗 由尹氏族清除到 而后通过 这是冠中所没有的待遇 当地人都隐以 为荣 长久以后 他却还是只按照资转身为广东英德县主部 成名选代 替他的县位职务 严应远因为母亲生病没能敢去赴新任 又逢国家发生 变故 带着家人寄居在江英城东的沙山 当时是已有1645 5月 那时 清朝已夺取名政权改变号到第二 豫王多夺的大军度过 长江 城头归顺 南明军臣出逃 九 红光帝诸游松被俘获 豫 王分别派前辈和其他将攻占东南地区的郡县 各的的南明守将有的投 有的逃走 有的关闭城门聚众抵抗 也是一攻击破 快的就在当天 慢的也过十日 自京口以南地区 一个月内被攻占的名城大县已百计 而江英这座偏僻小县城 坚守八十多天才被攻下 这主要是靠岩应援的 谋 当初 清军颁布至发 诸生许用得救在润月初一 江明太祖画像 悬挂在明堂 众人叩拜痛哭 如生百姓蜂拥而 多达万人 打算 拥戴新县为陈明选主持县城守备 陈明选 我的志勇比上阎君 这 是大事 一定要阎君才 于是叶飞马赶去迎请 盐应援 盐应援福 秀而起 即代加丁四十人 叶飞驰入城 当时城市兵足一千 居民也只有万户 而且想上舞者 盐应援进城 整军中荡不及 修建城防攻势 下美加出一名男子登城守卫 剩余的男子为军中送饭 然后取出前任兵被盗层化制造的火药火器 住存在城上 随后动员赴 有人家捐送 船 捐送一定都是钱 捐食 不匹听 国 紫上舍臣必带头捐献二万五千 捐送者成群庸道 于是被围的献成有 火药三百罐 千丸 铁子一千十 大炮百门 鸟鸡一千张 钱一千万罐 米 麦 豆等十一万十 其他如酒 盐铁 草野储备充足 接着命 专人把守各城防区 五举黄守门 把总某守南门 成名选守西门 盐应援自守门 并监管巡查寺门 刚刚布置停档 城外清军包围圈已合 笼 这时破镜城下的清军已达十万 扎下银盘上摆 四面包围十层 清军攻向城上发射 商少守城的人 而城上类炮 及弩鞠高向下发 射 野商大清军 清军架起大炮轰击城墙 城上的矮墙被炸 盐 应援命用铁裹着门板 穿上大铁挡住口 再用土装在空棺材 堵在倒塌处 清军又攻城 城被攻破 盐应援下 每人搬一块大石头 在城内重新筑起坚固的墙 一夜之间就完工 碰上城中缺件 盐应援城 这无悦的黑夜 用何感渣成人形 每个草人竹竿上挂一盏灯 树在墙 之间 环城围绕 让士兵扶在城上矮墙后 几鼓呼喊 洋庄要坠下城去偷 西的样子 清军十分惊慌 向城上发射如雨点般的密件 道夫小 得到的 剑记齐 他又派壮士叶坠下城 潜入清营 顺风放火 清军做一团 自相践踏残 死好几千 清军后退 城三停下安营 功臣主帅左右 骑兵簇拥着道城 下 向城上守军呼喊 我和盐军是朋友 替我告诉盐军 我想要他 盐应援站在城上和他话 左是以前洪光朝的四镇之一 被封魏广 昌伯投清朝的总兵 他远远的对盐应援 洪光帝已经逃走 江南 再没有国君 您及早头 可以保证富贵荣华 盐应援回答 我 过世明一个小点时 还能明小大义 将军拟受土封侯 身为国家的重镇 能守住江淮 却甘坐敌人的马前卒 有磨脸我们成声明大义的 世明呢 左残愧的转身走 盐应援身材魁梧 苍黑面孔 唯有胡须 性格严厉刚毅 好言明正 素 对于犯法的人 该用鞭吃罐饵的刑法 绝宽饶 但他轻财重赏 好喜 亲自为受伤者包扎伤口 为死者被上等棺木脸脏 并撒酒余的 哭忌 何状是话 一定称呼 好兄弟 而直呼其名 臣民选宽厚合 月 每次上城巡查 安抚卫部下 看到他们的苦知 有时甚至出 眼 所以人都能生得人心 士族们亦以死报答 在此之前 兵在苏州 松江一带 功臣战的的被 破大郡之后 这时也以自己的军队 增援功臣清军 被把原疆返绑 让他们跪在城 下劝 原疆一面劝 一面痛哭 满脸涕 严应援骂道 吃败 账的家伙 给敌人浮快 点死掉 干魔还啰啰酥 被诱派人 宣 只要吊四门 首先起誓的各一人 我们就撤去包围 严应原高 声回答 可斩我的头 平魔要害百姓 喝传话的青醋滚开 当时阵逢中秋节 严应援发给军民赏月前 军民们分头结伴 带着器具 灯 上尘痛饮 许用得创作舞转曲 请善于歌唱的人 隐藏声调歌唱 歌 声和雕豆声 家吹声交织在一起 过三夜才告结束 被已经查成终无头之意 工程家紧急 使用云梯 冲得赶死 对 盔甲都是用冰铁制作的 刀斧一碰上就钉作响 风口都被碰缺 跑 生日夜响各亭 百姿内 大地因此而震动 陈中伤亡一天天增加 街 向上哭声到处可以听 盐应援斗志昂扬的登上尘 神情气一如平日 清晨 下起倾盆大雨 到中午 有一红光从土桥方向升起 直射向晨熙 一会 城墙倒塌 清军从烟火雾气中冒雨 蜂拥而上 盐应援百敏感 死队 四处出击近八次巷战 与他们遭遇的清兵被伤上千人 再要 夺取城门 城门紧闭 冲出去 盐应援响已能幸免 月起投入前湖 但湖水太浅 烟眉头顶 因而自沉 而左右传清军 一定要 深情盐应援 因此他终于被扶 坐在甘明佛殿上傲慢的手 按膝身腿 而坐 以盐应援被压 即从席上月起 扶住他痛哭 盐应援笑道 有魔可哭 有魔可哭的呢 事情到这种地步 只有一死而已 盐应援看背 挺身站 啃弯腰 一名清兵用长枪穿 盐应援的小腿 小腿折断 盐应援跌倒在地 黄昏时 盐应援被一群清兵 押送到七霞禅院 夜间 愿 得僧人断听到高喊声 快点掉我 一直停口 后听 原盐应援以气绝身亡 双方在江英城攻守 作战共八十一天 围城的清军二十四万 战死的 万七千 死于向战的又有七千 共损失士族七万五千有余 城中战死的军 明 大约有五万 尸体纵横堆积 满街都是 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像清 军头 城被攻破时 城明选跳下马用短兵器作战 到兵被到衙门前辈 他身上多处负伤 手还紧握着刀 靠在墙壁上僵着并倒下 另有一 种传 城明选一家是投火集体字的 我的体会是 上书 多事 序中 周公建好城周 把英朝的完 明迁往那 但是 后世谈这件事的人 认为他们对周朝是完明 对英朝就是一事 道直的狗看摇这样的圣君也会狂咬 邻居的子 会骂挑逗他的男子 他们当然是各自维护主人的意 我小时候就听人 门谈起岩点时的事赞配意 但以记忆清楚 过午时 在朋友 家看到黄熙写的关于将英军民死守孤城的文章 就从中才取素材写成这篇 传记 严映元这个小人物 圆过世明朝的一个典史 但看他的公术 杰 却如此超凡入圣 那 真是人感动 座堂 书 左忠义公义士 清方包 先君子常言 湘先辈左忠义公士学经济 一日风雪严寒 从其初 围入古寺 五下一身拂暗卧 文方尘草 公月壁 即解雕附身 未掩护 寇之四僧 则始功可法也 即是 忽明至始功 宫渠然注释 臣卷吉免 属第一 赵入 始拜夫人 曰 无诸而 他日记无至事 为此生而 即左宫下场域 始朝夕域门外 密烟房似圣言 虽家仆的境 九之 文左宫被炮 但夕且死 持午时 替气谋于 净醋 醋感烟 一日始始 必依 草具杯框 手长 未除截着 引入 为止左宫处 则袭地矣 强而坐 面额交可变 左膝以下 筋骨静托矣 使钱贵 报宫兮而乌 宫变其身 而木可开 乃份必以止波字 目光如炬 曰 雍奴 此 何的也 而如前 国家之事迷至此 夫已已 辱父亲生而媚大义 天下是谁可知住者 宿去 无四间人构陷 无荆棘扑乳 阴摸地上 行谢 坐头即是 使尽敢发声 驱而出 后常替数其事已与人 曰 无师废干 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 贼张献忠出末 其皇前铜奸 使公已奉道奉习手遇 没有 谨 折月就请 使将士修 而自作卧墓外 则见促时人 耳人蹲 拒 而被已知 古仪 则翻带 每寒夜起 正衣上 甲上冰霜蹦 坑然有身 或劝已少修 公曰 无上恐复朝廷 下恐愧无师也 使公 至兵 往同城 必公造左宫地 后太宫太母起居 拜夫人于堂上 于宗 屠山 左宫生也 于先君子善 未欲终于乃清得之于使公云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望兮先生文集 先父曾经 同乡前辈左忠义公在京城担任主考官时 有一天 风雪 交加 严寒撤谷 他带着几个卫兵骑马扮成平民外出 到一座古庙 下的小屋中 有个书身符在书桌上睡着 桌上有他刚写成草稿的文 章 左宫拿看完后 就脱下雕球盖在书身的身上 又为他关上门 想 和尚一打听 才知道他叫石可法 到考试时 小叫到石宫的名字 左宫 用惊喜的目光注视着他 等考卷交上 就当面批位第一名 又把他召入 家中拜左夫人 我的几个儿子都拥无能 将继承我的志向和 事业的 只有这个书身 等到左宫关进东场监狱 石可法早晚后在监狱门外 篡权祸国的位 中贤防守非常严密 就是左家仆人也的接近 过一段时期 听左宫 惨遭炮酷刑 快要死 使拿着五十银子 这请求狱卒帮忙让他 进去 狱卒被感动 一天 教使换上破衣 穿上草鞋 背着篓筐 手拿 长柄铲子 装作打扫垃圾的人 他进监狱 轻声地指点一下 左宫的位 志 使有个人着地靠墙而坐 脸额胶黑腹 无法辨认 左腿膝盖以下 筋骨兜脱 使向前跪下 抱着左宫的膝盖低声哭泣 左宫听到声音之 道是谁 而眼睛却睁开 于是使劲抬起手臂 用手指拨开眼眶 目光如 火一般 可饿的 没用的奴才 这是魔地方 你却前 国家 大事已腐败到如此地步 我是完 你再顾生命危险到狱中而名就 国的责任重 天下是靠谁支撑呢 还快走 那就必等奸人陷害 我今天就打死你 随即摸起地上的刑具 做出投掷的姿势 使功闭口 敢坐身 赶快跑出去 后常常着对人讲起这件事 我的 诗的肺肝 都是铁石所铸造的呢 崇祯末 寇张县中兵出末于 齐春 黄刚 前山 同城一带 使 功以凤阳 周二辅导员身份奉命去防守 每次得到警报 经常几个月 睡觉 夜让士兵休息 而自己坐在帐篷外面 挑选十个身强壮的 士兵 让人蹲着 自己靠在他们背上 过疑 就替换人 再寒 的深夜 每次站起 抖动衣裳 战袍铁片上的冰霜掉下 声音清脆响 有人劝他稍作休息 使功 我唯恐对上有副朝廷 对下有愧于师 使功兵 枉于同城 必定清左宫的府地 向左宫的父母请安 在堂 上拜左夫人 我的同族前辈方屠山 是左宫的外申 他和先父友好 索 的狱中的话 是他亲自听使功的 逢海荣 狱中杂技 清方包 康熙五十一三月 鱼在行步狱 死而游斗出者 日三四人 有红 度军者 坐而言曰 此一作也 今天时顺阵 死者上膝 网遂多志 日十人 于寇所以 度军曰 是即传染 够者虽其属 感同我 起 而欲中卫 兼者四 兼无事 静簇居中央 有其前已通明 乌及有窗 以达气 旁似是则无知 而戏求长二百余 每伯目下管剑 使皆必其中 与饮食之气相薄 幼 冬 凭者席地而卧 春气冻 先亦以 欲中臣 法 执名其要 方夜中 生人与死者 病种顶而卧 无可炫臂 此所以染者 众中 幼可怪者 大道 鸡贼 人众求 气竭望 染死者 十一二 或 随有抽 欺骗死者 皆清戏 及千佐镇 法所及者 于曰 经师有经 赵玉 有五成玉 十私房 何故行不戏 求之多 至此 杜君曰 尔御送 情稍重 经照 五成 即感专爵 又九门提督 所仿击纠结 皆归行不 而 十四私 正赴郎 好事者 及书 欲观 静促 皆细者之多 少有 必多 方钩制 苟入狱 问罪之有无 必谢首族 至奸 比困苦可忍 然 后导以驱保 出居于外 其家之所有 以为继 而关于部分焉 中家以 上 皆皆资 取保 其次 求托谢居 兼外板屋 废一时 为己平无一 则谢系稍宽 为标准 以锦其余 或同系 情罪重者 返出在外 而轻者 无罪者 其毒 积幽愤 寝食为节 疾病 又无医药 故往往致死 于 福圣上 好身之德 同于往胜 美之遇慈 必于死 中求其身 而无辜者 乃 至此 躺人人 君子为上昌颜 除死刑及发外重犯 其轻戏及千位 节政 这 别致意所以 积之 手足无血 所权或可记哉 或曰 欲旧有事物 明曰献奸 宋儿为节政者 居之 唐据旧典 可笑不也 杜君曰 上推 恩 凡直官居板屋 经平者转戏间 而大道有居板屋者 此中可戏劫灾 别致意所 未把本源之道也 于同系诸翁 于申及在 玉同官森某 够意死 皆应重罚 又某事以笑 宋其子 左右灵泻系入间 好呼答 但 于甘焉 已渡君言犯训之 众言同 于是呼疏 凡死行 遇上 行者先四于门外 使其挡入财物 明曰 思 父者就其其属 平则面语之 其机行 曰 顺我 及先兴 否则 四 知解禁 心有死 其较义 曰 顺我 使义及弃绝 否则 三一家 别谢 然后的死 为大辟无可要 然由直其手 用此 父者失败 平易庆一庄 绝无有者 则置之如所言 主父者亦然 如所欲 负十吉 先者金骨 每岁大绝 勾者十三四 者十七 皆负至西式待命 其伤 于父者 吉姓 并月乃抽 或尽成故吉 于常旧须而问焉 比于行者 父者 非相仇也 其有得而 果无 有 忠义稍宽之 非人数乎 曰 事法已尽其余 且成后也 如 此 则人有信心 主顾扑者亦然 于同歹 以目逊者三人 一人与三十 古为伤 并肩月 一人被之 伤夫 肩寻月 亦人被 极细不如平常 或寇之曰 罪人有无君 既各有得 何必以多寡位差 曰 无 差 谁为多语者 孟子曰 树可胜 幸福 不忠须 家葬伪章 文书下职 多钱之 增减药语 奉者 莫遍也 其上文集 以关诸 不由未感染 功 大道为人 及他饭 同谋多 忍者 指主谋 一二人诀 于今丘审 接俭等发配 遇词上 终有绝者 行人 先似于门外 命下 岁父已出 鸡鬼客 有某姓兄弟 已把持功 仓 法应诀 欲聚已 须某位 曰 与我迁 无声 扣其数 曰 事无难 别具本章 欲词无 但取暗莫 独生 无亲戚者 二人 辱名 四 风奏 十前之 而已 其同事者曰 事可欺死者 而能欺 主燕者 躺 父亲之 无辈无声 已 虚某孝曰 父亲之 无辈无声 而主燕者 亦各罢去 彼能以二人之命其官 谋 顾者 中秋审入京 已 即免死 应以 巧法 有 郭四者 凡四人 父已 京已 简等 随预设 将出 日语 其图至 九 憨 歌 达 数 货 或 扣以往事 依依详树之 亦色洋洋 自今许 一 谢忍于欲 欲 无则也 而道之名 亦多以托人于死为公 而求其情 其往 明也 亦胜已哉 兼明久于欲 欲须促表 颇有其限 山因性 以人细欲 美岁 至百 康熙四十八 以射出 居悦 莫然摩索是 其乡人友人 这 应戴成之 盖以非故 必九系 中无死法也 五十一 复原设 简等折数 探约 无得附入此意 故 折数者一瞬天伏击后 十 方东亭浅 聚求在狱 后春发浅 至在三 的所请 怅然而出 选字 四部从堪 本 望兮先生全集 集外集 康熙五十一三月 我被关在刑部监狱 亲眼看到死后 从墙的 口被拖出去的犯人 每天有三 四个 有未曾认过红线的 杜军 站起 对我 这是发生 瘟疫 现在天时正常 死的人还多 网多道 每天要死十几个 我向他询问原因 杜军 这种疾病非常容易传染 的瘟疫的人 即使是他的亲属 也敢陪伴他同起同卧 而狱中设四 各间 每间分五个房 看管犯人的狱族 住在镇中那间 他在前面墙上 开一个窗户照明 屋顶开一个天窗通气 旁四间则没有窗户 但是关押 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 每到傍晚就锁门 犯人的大小都在 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 到寒冬 贫穷的犯人就睡在地上 春天一到 很少生病的 狱中的规矩 天快时才开锁 到半夜 活人和死人 脚挨脚 头病头而睡 没有办法回避 这样的传染病的人就多 人气 怪的是 那些大道 灌贼 人要犯 却体质强壮 精旺盛 被传染上 疾病的十个中到一 二个 即使有的的病 随即又痊愈 那些皆 死去的 都是因清罪被关押的人 以及被迁作证而依法该判罪的 我 经师有经兆玉 有五成玉使私房 为魔刑部监狱关押的犯人如 死之多 杜军 敬打官司 案情较重的 经兆玉和五成玉使衙门 都敢擅自判决 加上九门提督所搜捕茶丘的犯人 都归刑部拘禁 而时 四司正负狼关中 陈姬银丝者 以及掌文书的小 玉关 小族 都把多关 压人是座有可图 所以 稍有千的人 一定千方百计 居不到 一旦投 入监狱 问有罪无罪 必定戴上手铐脚疗 关进监 使他们痛苦堪 然后劝诱他们寻找保证人 缴纳保证 才放他迁出狱外 玉关估计他家 财产定敲诈的鹅 的前后官就做的分赃 中产以上的家庭 都清净 家财去找人取保 四亿等的人家 只求脱掉镣铐 住在监狱外的板屋 也 的花费十银子 只有极其贫困 而又无依靠的囚犯 则被靠得很紧 以 作为样子警告 其余的犯人 有时同是一个案子 案情最严重的 反而 能居住在监狱外 而最轻或无罪的人 却遭受其害 这些人忧愤积节 饮食 起居又正常 一旦染病 又缺医少药 所以往往死去 我皇上有爱 习生的品德 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样 每次审查判决书 必然能再被判 死刑的犯人 终寻求出一些 可以放生的人 而如今无辜者 竟然到这个样 此 假使人人君子 向皇上直言 处死刑犯 以及发配到边缘的 冲军的众刑犯 外 那些罪较轻 以及受签 还没有结案定罪的犯人 可以另外关在一座 监狱 给他们上手铐和脚疗 这样所保全而活下的人 能得亲吗 或者监狱原有的五个房 定名为时居所 让那些正在打官司 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住 这样即使实过去的规章制 也可以稍有补 一 杜军 皇上开恩 凡犯罪官员住板屋 如今贫困犯人转道间 官押 而大道中却有住板屋的人 这面是可以仔细查究的呢 如安置 在另一所监狱 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我一起被捕的猪 先生 姓于的亲 和狱中的同关线森某 先后的传染病死去 都是 应该判重罪的 又有某人因儿子孝控告他儿子 左右邻居也被牵关押 在肩 呼天喊的一直到天 我十分感慨 并以杜军所的话广泛核实 大家所的都相同 于是我就写下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 柜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 叫他的同伙镜 去财务 叫做 司 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 穷苦的就当面 对本人 如果犯人被处以灵池 就 满足我的条件 就先心 否 则 就先砍去你的四肢 心还死 有对那些被处以脚型的 就 满 足我的条件 一脚就死 否则 三脚三放在加上别的刑具 然后才让你死 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 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做抵押品 因此 有钱的 用时 上百银子做会 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 穷的一点钱都没有 的 就按以上所的处置 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异也是如此 欲望的倒满 足 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 每秋天大绝时 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战 十分之三四 未勾赞的约战十分之七 但都需付到西式刑场等待命 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 即使幸而死 也得并上几个月才痊愈 有的进程 终身残疾 我曾经问过一个供职多的小 他们何被判刑者 被捆绑者 并 非互相仇恨 只是想得到一些钱财罢 如果犯人真的拿出 最后对他 稍微宽容一些 是做一件善事吗 小 这是做出规矩警告 其他犯人 并且沉戒后的犯人 这样做 那些犯人就会有侥幸心 掌管上刑具 打板子的狱卒也是如此 同我一起被捕 遭到木制刑具审讯的 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给银子三十 被打之后骨头为伤 并一个多月才 好 另一个家被给钱 只伤皮肤 二十天就好 再一个给被的钱 当晚走就像平常人一样 有人问小 犯人贫富等 既然从他 门那都有所得 何必一定要按会的 多少区别对待 小 分别对待 谁愿意多给钱 孟子 选择职业可慎重 针对呀 刑部中的家藏有假印章 公文下发到直属中央的各 都被 他们按中改 增加或删去公文中的重要词 值得人难辨真假 只有 那些给皇帝的奏章 以及发到平各部的公文 他们还敢这样做 法规 定 大到没有人 以及和他同伙的几个罪犯 紧刻出死主谋一 二人 其余的金秋季审讯 都可以最简易等 发配充军 判决书上奏后 其中有 几除死的 柜子手已先等在门外 命一下 就绑出 片刻也停 有某姓兄弟俩 因为把持公仓 法规定应当即处决 案件已经判决 某狱对他 给我一千银子 我让你活命 问他有没有办法 则 这个病难 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 判决书需要改动 取名在 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 没有亲属的各单身 和换你俩的名字 等判决书加封 上奏时案中调换一下姓名 就是 他的同伙 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 的人 却能欺骗主审官 假如主审官在上奏请示 我们就没有活 某狱笑着 在上奏请示 我们没有活 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 他可能为这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 所以我们终究没有死的 到 后真的这样做 明末位的各从犯客被处死 主审官发 绝后惊讶的张口结舌 但始终敢追究 我在监狱 还亲眼看到这兄弟俩 监狱中的人都指着他们 这就是用某某人换下他们的脑袋的 后 这个狱在一夜间突然死去 人们都以为是因曹的府给他的责罚 凡人的 死上没有预谋人或故意人的话的 经秋省归入京 疑 就可疑免死 欲成姬用法舞弊 有一个叫郭寺的犯人 疑 经四次人 又已经疑罪简易等 随后又欲大赦 将要出欲时 整天与他 的同伙饮酒狂歌通宵达旦 有人问他过去的事 他一一详细叙述 洋洋的 亦 就像在自我炫耀似的 爱 为污浊 做多端地狱忍心于贪赃网 法 那必去责备 然而明白治愈之道 好的官也往往把帮别人解 脱死罪作为功德 而研究具体的案情 他们使百姓蒙受冤枉 也太过分 兼诈之途入狱酒 就与狱内外勾结 颇能赚大钱 山因现有个性 的 因人下狱 每刻以到百银子 康熙四十八 因大赦出 狱 在外住几个月 寂寞无聊 他有个同乡人 于是就替此人承担 罪名 因为根据法规定 是故意忍者 一定要长期敦遇 但最终 会被处死的 康熙五十一 又遇大赦原检罪充军 某叹息 我 再也能进这监狱 按旧规定 被充军的犯人 要转到顺天府监狱关押 其等候遣送 当时正值冬季 遣送暂停 某写子要求在刑部间 欲 等候到春天遣送 他再三请求 没有得到批准 只好失望地开着 冯海荣 游万堂记 清大魁 习之人贵及负义 则往往为别管已自于 穷极土木之功 而摩索爱惜 既成 则的酒居其中 偶一致烟而已 有终身的致者烟 而人之得酒 居其中者 又足以为之 夫贤公亲秦王氏 故将侠于此 而卑拥 这欲以此证要其乡之于 取向国逢宫 其在亭时无可滋意 无可称 而有缘在都城之东南于 其广三十亩 无杂数 随地势之高下 尽之以 而榜其堂约 万之堂 短墙之外 其者可望而 其中尽躯而生 因其蛙以为池 而其土以 陈山 池旁皆尖家 云水消疏可爱 雍正之初 与始至今诗 则好有这 贤味与言辞的之甚 一致 由稍有 停歇 再致 则向之妃嫁于水上者 今期卧于水中矣 三致 则凡其所 执 斩焉无一珠之存 人是富贵之光荣 其与时生 盖与此缘等 然则是苟有以自得 以其外目呼富贵 比身在富贵之中者 方应幽之辖 又何必追名之高 以为愿又也哉 选自同志堪本 海丰先生文集 过去的人 富贵到极点 就往往要建造别墅 供自己想 捷径建 住艺术的精巧 而习一代价 等到建成 却能常常住在别墅中 指 是偶然去一次而已 甚至有的终身都没有去过 而能够常住在面的人 却又无去建造别墅 在朝任职时 所做过的事迹没有可 以指责的 也没有魔可以称赞的 只是他有座别墅园在城的东南角 园的面积有三十亩 园中没有一棵杂树 随着地势的高低 全部种的是 树 因而提写园中的糖名为 万之糖 在矮墙的外面 骑马经过的人 可以望 园中曲曲折折的小通向深处 用园中低洼的找的 建成 池塘 又堆积土 造出甲山 池塘边都藏满笛 云彩和池水书 硬衬 可爱极 雍正初 我刚到京 喜欢游玩的朋友 都对我介绍万堂的圣景 我第一次到万堂 还多少有些停台水阁 第二次到那 以前零空架在 水上的高桥 以斜卧在水中 第三次去 则凡是园中所种的树 都像 斩过一样 没有一棵存 人世间富贵的荣耀 它总是随着时间有生有 大概也和这个万堂 圆一样 那么是大夫如果能够自己有所物的话 就应该再羡慕富贵这 样的身外之物 那些已经置身在富贵之中的人 正应当身优也极 有 怎么能搜刮百姓的之高建造园呢 孙菊园 梅花祭 清泉族网 顺治二已有四月 将都为吉 都相使中宫之士可谓 吉诸江儿 宇之曰 吴氏与臣卫逊 然仓皇中可于敌人之手已死 谁为我朝 臣此大结者 傅将军使得威凯然人之 忠喜曰 吴尚未有子 如当 以同姓为吴后 吴尚书太夫人 朴如诸孙中 二十五日成宪 忠拔刀自裁 诸将果真前报持之 忠大呼 得 威 得威替能执任 遂为诸江所拥而 至小东门 大兵如而至 马赴使名录 仁太守名誉 及诸江都督赵姬等皆死 忠乃称穆曰 我 是隔部也 被执至南门 何说欲亲王已 先声呼之 劝之 忠大 骂而死 初中遗言 我死 当葬梅花上 至世得威求公之谷可 得 乃以依观葬之 或曰 臣之破也 有清中 清一乌茂 臣百马出天宁门头 将死者 未常允于臣中也 自有誓言 大江南 岁位中未死 以而应或山师 大起 揭脱中之名 仿佛陈舍之称相宴 无中 孙公赵魁以起 宾客 职 至白下 金鸿成愁 与之有救 问曰 先生在兵间 省之顾扬州 隔部时 功过死耶 亦未死耶 孙公达约 经从 省之顾松山 殉难都失 红公果死耶 亦未死耶 臣愁大会 几乎麾下 驱出展之 乌乎 神仙鬼 但之 为严太师 以兵解 闻少宝义 以物大光明法 缠托 时未尝死 之 忠义者 圣贤家法 其气浩然 常天地之间 何必出世 入世之面目 神 先知 所谓 魏蛇化足 即如中一孩 可问已 百而后 雨登上 雨刻述中一言 无下如雨 想荡日为成光景 此即中之面目 婉然可遇 是必问其果解托否也 而旷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图前之种 意义已有在阳 凡武死而得绝 时告其父母 火之 无骨慧的 阳人葬之于此 江右王游定 关中皇尊严 月东驱大 君为作传名哀辞 顾上有位 敬表彰者 宇文忠兄弟 自汉可臣下 上有 人 其后皆将都目 事因或山失败 补得冒称忠者 大将发至疆 都 始事难认之 终之第八帝 以王 其夫人少有色 守节 以 出世之 大将燕其色 欲强取之 夫人自财而死 时已其出于 大将之所逼 也 莫敢为之表彰者 呜呼 终长恨可承在 当性之间 能仗节 出书揪之 之身后乃有地 父以子而 种兄公之于乎 梅花如雪 芳香 然 日有座 忠辞者 父使诸公 再从四支 当另位别是 以四夫人 父以一辈也 选自其书社 排印本 节其停文集 选注 甚至二四月 将都被包围 情况很危急 都市扬州的 宰相时可法之 道局势难以挽救 就召集众将告诉他们 我发誓与此臣一起 训难 但仓 促之中我能到敌人 受而死 谁能到时帮助我 完成大劫呢 傅将军 使得威慷慨的英语 是可法高兴的 我还没有儿子 你应当以同性的 身份做我的后四 我要写信给母亲 将你入族谱的 孙辈之中 二十五日成现 时可法拔刀要字 将军们果然 斟着上前抱住 时可法大声呼唤 得威 得威着眼而忍拿刀 于是时可法被枪 军们簇拥着走 到小东门 清军的兵士 像树般密密麻麻的道 兵马 副统帅马明露 扬州太守任明玉 以及仲将如都督 赵姬等都死 时可 法就瞪大眼睛对敌人 我就是使隔部 于是他就被抓住 并带到南门 和朔玉亲王用 先声称呼他 劝他头 时可法大骂敌人而被 当 出时可法 曾下一言 我死后 硬把我葬在梅花上 到此时 使得 威找他的尸骨 却找到 就把他的衣帽葬 有人 当成被攻破时 有人亲眼看到 时可法穿着 轻衣戴着黑帽 骑着白马出天宁门头 将而死 未曾死在城 自从有这衣法 在 长江南岸 都传时可法 没有死 九 阴山或山的抗敌 一军 迅猛发 斩 都假托石 可法的名义 好像 陈胜托 称相燕之名 一样 苏州 孙赵 奎 因起 兵失败 被押送到南京 金鸿托仇过去 同他有过交往 问他 先生在 军队 可详细知道 袁扬州的宰相 使公是真死呢 还是没死呢 孙 公回答道 金丛方 可详细知道 原在嵩山殉难的 统帅 红公是真死 呢 还是没死呢 红尘愁大 急忙喊叫部下 推出他 可探哪 那些讲神仙的 奇鬼荒诞的法 言真清太师 因失解而成仙 闻天祥少报 也因误得 大光明法而解脱神仙 其实并没有死 他们知道 忠义是圣 贤身的根本准则 那种刚正之气 常充沛 长久存于天地之间 何必 用解脱成仙和在世为人的面目出现 那些关于神仙的法 正如所谓的话 舍天族 但就十可法的遗体 却是能找到 百之后的今天 我 登到梅花上 同游客讲述 十可法的遗言 没有一人下如雨 想象当 十为尘的情景 这就是中的面貌 仿佛可以看到一样 这是必去追问 他是否真的托人士而成仙 何况假托他没死的名义的那些人呢 十可法的坟墓旁还有正将信前的枝木 也是已有纳在扬州 几 五次自才得死去 自时告诉父母要将自己火化 要将尸骨在这屋 会的土地 扬州人就把他葬在这 江西人王游定 陕西人王尊严 广东 人区大军曾为他作传 传名 写哀词 但还有未能全被表彰出的 我听 十可法的兄弟从汉学士史可成以下 还有好几人 后都到江都记扫 十可法目 正逢阴山或山翼军失败 捉到托明而假冒时可法的人 清兵 的大将把他押送到江都 下让史事门中的男子和父都辨认 这时时 可法的第八个弟弟已死 他的夫人清飘 为他守节 也初看这个托 明者 大将军看上他的美色 想强迫娶他 夫人自而死 当时因为他 出于大将所逼 人们涉于事而敢表彰他 可叹哪 实可法曾痛恨史可成 在经为官之时 正党国家王之计 能保持节操 而写奏章谴责他 怎会知道在自己死后 竟然有地媳妇以子之身 继承夫兄所下的光明夜 即呢 梅花像雪 分香而染尘埃 将如果有人修建中词 马明妇 使邓想必要入从寺的位置 还应当另外见一世 祭祀夫人 再附上 伊贝 邓乔冰 季媚文 清元梅 甘丁亥东 藏三媚素文于上元之阳山 而殿以文曰 吾乎 乌生于这 而藏于斯 无相欺百亿 当时虽其梦幻想 知此为归谷所耶 乌亦夷之真 遇人匹 至孤为托 虽命之所存 天时为之 然 而乌至此者 未尝非语之过也 乌又从先身受惊 乌岔间而坐 爱听鼓 人结一世 一旦长成 聚功导致 呜呼 使乳 诗 书 祸味 必肩珍视 雨捉蟋蟀 乳粪必出其间 遂寒虫浆 铜其血 经雨如葬乳 而 当日之情形 井然覆目 雨九岁 弃书斋 乌书双迹 批丹间 温 滋 一 义章 事先身诈忽入 闻童子音朗朗然 绝腕耳 呼 泽泽 此七月望日是也 乌在九元 当分明济之 雨若灌月 乌己常悲痛 雨 三 雨披公井 还家 汝从东 相浮 暗出 一家称事而笑 寄雨从何起 大概长安登科 寒时报幸迟早云尔 凡此所所 虽未成绩 然我一日未 死 则一日能忘 旧事田阴 思之七梗 如影 逼取世 毁当时 将依你情 既存 然而乌已在人间 则虽光道 而时可在 而亦无羽未正应者已 乌之亦绝高 是而归也 堂上阿乃 丈乌扶持 家中文末 乌半智 常为中最少明经义 安雅固者 乌扫非晚义 而与此为缺 然 故自乳归后 虽未乳悲 食为雨洗 雨又长乳四岁 或人间长者先亡 可将身后脱乳 而未乳之先予已去也 前雨并 乳中消炭 减一分 则喜 增一分则忧 后虽小差 由上夜叠 磨锁于浅 乳床前 未拜 观也使可喜可恶之事 辽姿已欢 乌乎 今而后 吾将再病 叫从何处乎 乳焰 乳之即也 语性依言无害 远调扬舟 乳又绿漆无心 祖人走报 及 智棉措已及 阿乃问 望凶归否 强映曰 以雨先一日梦如 绝 心之祥 非洲渡江 果于已未时还加 而汝已时弃绝 似之游 温 一目未明 盖有忍死呆雨也 乌乎痛哉 早知觉辱 则语肯远游 即游 亦上有及许心中 言要辱之文 供辱愁化也 而今已已 除无死外 当无其 无幼之何日死 可以辱 而死后之有之无之 语得的 幼醋难明也 然则报此 无涯之汉 天忽仁忽 而 竟已忽 辱之师 无以父子 辱之 无以代价 辱之身平 无以作传 为辱 知尊兮 尚未谋耳 先淫在行 将广和身 是难归藏 故请母命而宁辱于 思 寄扫也 其棒 藏乳阿应 其下种 亦为阿爷 试者诸诗 亦为 阿兄 试者 陶试 阳山 旷渺 南望 圆席 西望 七霞 风雨 成昏 激魂有伴 当孤 当孤寂 锁着 无字 污 引辱枯 直尸后 至今无难 芽芽 深 辱死后 才周罪而 雨虽轻在未敢言 而此为发突 暗自知 知在人 尖 尚 我 死谁埋 辱烫 有 可能告我 呜呼 身前既可想 身后又可知 哭乳即闻如言 垫如有 辱石 指挥飞扬 朔风也大 阿兄归已 游回头望如也 呜呼 哀哉 呜呼 哀哉 选字 四部备药 本 小苍山房文集 甘三十二冬 藏三昧素 文在上原的阳山上 并作这篇文章 致记 爱 你身在浙江 却葬在此的 远我们的故乡七百 当时你疾 使做梦 幻想 也怎会知道 这竟是你的买骨所在呢 你因为坚守从义而终的真结观 嫁一个品德败坏的丈夫而被移 气 已至现在孤苦的境地 虽然这是命中注定 是上天的安排 然而 你到这种地步 也未尝试我的过错 我又识根从诗诵四书五 经 你同我并肩坐在一起 爱听那些古人的结义故事 一旦长大成人 你 即轻生实践 爱 要是你懂的经书 也许未必会像这样苦手贞结 我捉蟋蟀 你紧跟我屡袖身臂 抢着捕捉 寒冬蟋蟀死 你又同我 一起挖血埋葬他们 今天我收你的尸体 给你安葬而当的种种情景 却依依清晰的呈现在眼前 我九岁时 在书房休息 你书着各法纪 披一件细卷单一镜 共同温习 诗经 中的 姿一 一章 刚好诗 开门镜 听到各孩子狼狼的书声 竟微笑起 申 则则称 赞 这是七月十五日的事情 你在九泉之下 一定还清楚的记得 我二十 岁去广东 你牵住我的衣裳 悲伤痛哭 过三 我考中进士 一锦孩 香 你从东乡房扶着长桌出 一家人瞪着眼相视而笑 记得当时化事 从哪起 大概是些在京城考进士的经过情况以及报信人的早 晚等等吧 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 虽然已经成为过去 但只要我一天死 就一天也能忘却 往事堆积在我的胸中 想起 心头背得像被堵 是的 他们像影子一样似乎非常清晰 但真要靠近他抓住他 却又 我后悔当时没有把这些儿时的情 一条一条详细的记下 然而你 在人间 那么即使光可以到回去 儿童时代可以重新过 也没 有人为他们对照证实的 你与高家断绝关系 后回到娘家 唐上母 依仗你照扶持 家中的 文书事物 期待你去办 我曾经以为 附中很少明白经书的意义 熟 古代文物典故的人 你嫂嫂并非够温柔和顺 但在这方面稍有足 所 已自从你回家后 虽然我为你而悲伤 对我自己却很高兴 我又比你 长四岁 或许像世间通常那样长的先死 那就可以将身后知识托付给 你 却没有想到你比我先开人事 前些我生病 你整夜都在打听 探望病情 减轻一分就高兴 加重一分就担忧 后虽然我的病情稍有好 转 但人半握半起 感到没有磨好取消遣 你到我的床前 讲一些 拜官也始终使人好笑 和使人惊奇的故事 给我带一些欢 爱 自经已 后 我如果再有病痛 教我从哪去呼唤你呢 你的病 我相信医师的话以为要紧 所以才远游去扬州 你又怕我 心中忧虑 让别人给我报信 直到病已垂为时 母亲问你 盼望哥 哥回吗 你才勉强答应 好 就在你死前一日 我已梦你 绝别 心知这是吉祥的 吉芒非洲渡江赶回家 果然 我愚味时到家 而你已在时停止呼吸 四肢上有余温 一只眼睛还未必紧 大概你还 再忍受着死的痛苦 等待我回吧 爱 痛心呢 早知要和你绝别 那我 怎么肯加远游呢 即使出外 也还有多少新话 要让你知道 同你一起 商安排呢 如今晚 除非我死 否则就没有 香的日期 可我又知 到哪一天死 才可以到你 而死后 究竟有知觉 还是没有知觉 以及能香 还是能香 终究是难以明白的呢 如果如此 那么我将终身抱着这 无穷的遗恨 天哪 人哪 竟然这样玩吗 你的诗 我已经复印 你的儿 我已替你嫁出去 你的生平 我已写传记 只有你的墓穴 还没有安排好 我家祖先的坟墓 在杭州 但是江广和深 是难将你归葬到祖坟 所以请示母亲的一儿 把你安葬在 这 已于祭奠扫墓 在你的墓磅 葬着你的儿阿印 在下面还有 各坟墓 一个是父亲的侍妾诸室 一个是我的侍妾陶室 阳山空旷阔 朝南是一片宽广的平地 希望面向着七霞山 风风雨雨 清晨黄昏 你这 各基在乡的精魂有伴侣 当至于感到孤独寂寞 可的是 我自 从勿引你写的枯枝诗后 至今没有儿子 各牙牙学语的儿 在 你死后出生 才只有一周岁 我虽因母亲健全而赶自己 但齿牙摇 动 头发已凸 自己心知道 在这人世间上能活几天 阿平地远在河南 为官 也没有子 我家九族之内没有可以传宗接代的人 你死有我安葬 我死后有谁埋葬呢 你如果死后有的话 能能告诉我 爱 生前的事既堪想 死后的事又可知 哭你既听到你回话 既你又看到你想时 纸前的灰烬飞扬着 风在旷野显得猛 我 回去 但又回过头看你 爱 真悲痛哪 爱 真悲痛哪 黄瓶 黄瓶 书柴 清圆梅 几位东 鱼叶孙文定 宫于保定制府 坐府定 婚起 清河道之欲 白氏 鱼必东乡 窥违丈夫 七十许 高框 大嗓 白须飙飙然 口息 水万言 心知 能忘 后二十 公促已久 与电于白下事 纵至于 坐客格文 乔先生曰 自柴 其男子也 田文静都河南 言 提 正 司 道以下 守 属为景 无由牧师者 孝徽下 一日 命斋中牧印 急设中牧 畏为 大不知一 草官 其 驴入境 赴百福而道苦之 再拜问训 曰 文有功替无 可 再开封之否 曼曰 问云和 曰 无贤 忍其去顾也 又 如一官者 促促然谋曰 曰 好官去可习 四公 何诉之 或摇手曰 多 田都有 虽时公息能为 且方取其官而代之 肯设己从人也 心静之而无言 心静之而无言 至宪 帽 温温其雅 一入 曰 应 呆功久矣 拱手曰 官公帽 背拂 非豪纵者 且贤称造鱼 市民 辅下而酷亏和 曰 曰 某 甸南万อย人也 别母 游 Mountain 希 吉 article Kill 奉淫母,母志,备合,命也,言未必,弃,曰,无耶圣,据汤玉我,尽亦别是,且遇且思,亦能无动,九,吉盆,水是曰,依凡而者,非夫也,据依观词,大经曰,宫何知,曰,知, 与之应,受,强之曰,无功,直应坑然,立身,曰,君非之财者,静马持去,何亦是名焚香送之,至,先夜思告之故,皆曰,汝并丧心曰,以所为,他都辅游,可,矿田公曰, 明早一元,则思先在,明指未投,何元传呼入,田公南向座,面铁色,盛气迎之,庞思,道下文五十余人,逆曰,如,现世而,何也,曰,有所起,曰,应何在,曰,在中,目, 曰,焦何人,曰,天公甘孝,左右顾曰,天下斋,应者有事曰,皆曰,无知,思其谢曰,某等教赤王素,至, 有狂备之缘,请公,并和,傅某等言讯彭党秦币,以臣于官,免官前, 叩首,大言曰,故也, 呆玉言之,寓意含事,以求官顾,何难, 得官 忠目,喜慎,恨夜排牙逝世 亦入尽时,知名心如是,是心如 是,其人,知亏躺顾又如是 民工以知其然而欲网,欲估名欲,空 守规,欲知罪也 民工为知其然而欲网,欲归成名,请公一指,数 父大君子爱财之心与圣上以孝至天下之意 公以为无可哀,则欲再往 取应未知 然,公元外观时,皆求应的者也,欲和人,感逆公一耶 田公默然 思慕之退 谢,走出,至乌六外,田公变色下街 忽曰,入贵 又招曰,前 取所带珊瑚官复头,探曰,其难 此 此官已辱待也 为辱,无己物何咸缘 但输去已,何 曰,己 日 曰,五日,快马能追也 曰,公有恩,欲能追之 欲少 十能日三百,公果欲追书,请赐建一之以为信 公许之,岁 五日而书还 忠目尽无恙 以此名闻天下 先是,财父某位广东提督,与三番要蒙 财七岁,位置子于吴 吴王作朝,财皇夹山,待貂蝉事策 少豪胜,书壁,日语吴王帐下 贱而学银月勾促,直徒赌跳之法,故武艺游绝人云 选字,四部备药,本,小苍山房文集 甘四的冬天,我在保定职总督腐败总督孙文定公 刚刚坐定 守门人静报告,清河道之狱前陈述工作 我就到东乡房去 回避,暗中看这位魁梧的男子约七十多岁 大眼睛,宽额头,白胡须闪 闪发光,讲述水情况有条有,洋洋万言 我心中十分惊,一直 能忘记 二十后,宫已经去世很久 我在南京市家中庭,宇有 人唱古今,谈道宫,座中有位客人格文乔先生 知欲,自柴,是一位其男子 当时田文进任河南总督,为政严厉 苛刻,提,正,司,道及其下属,奉命守职,及其谨慎,在敬田文进时 没有人眼睛感动张希望 公就在田文进部下工作 有一天,田文进命宫去摘取中木献献的观影,并就此带献 宫采取改装前去的办法,穿着粗布衣服,戴草帽,骑着驴子进入中 木献献献,只百位人互相搀扶着在大上探苦发愁,功走上去一 再讯问原因 回答,听有位公要接替我们的献,客人您在开封知道这 是吗? 公故意问,你们问这个做魔 回答,因为我们献贤 明,忍心让他去之故 又走挤,看许多书人聚集在一起 商议,好官走可惜,等公,何去向他申诉 有人就摇手 多 田总督早有命,即使有十个公,又有魔办法 何况公正是 取代线职位儿的,怎么肯自己做官儿让给别人呢? 公听 心非常尊敬献,但没有坐身 到献牙,献得像帽温奇牙 他像公作一,请公进去,观应已经等公很久 公也像他 拱手回,我看您的形象貌,衣着服饰,并是奢侈放荡的人 而且在书人和百姓中间,盛传着您的贤名,怎么会刚刚上任就亏空? 国库呢? 现回答,我是远在万之外的云南人 与母亲分别后 在经师游学时,才得到中木献之职,因此借奉迎迎母亲道 母亲 道,却被弹劾去官,这是命哪 话尚未讲完,哭 公,我一 受暑热,就准备热水,让我洗个澡 爸,就一直走到别的房间 中去,一面洗澡,一面撕,内心能有所感动 想很久,他举手敲 浴盆中的水,发誓,如果按照常规事,就是大丈夫 于是他 穿戴好衣帽向献告辞,献大惊,问道,您到哪去? 回答 道去 交给他官应,他接受,献坚决要给,要 因为我而您 公将官应坑冉一身植在地上,立身,您还知 道我柴的为人 竟拍马飞驰而去 全县的人民都焚香送他 到以后,公先去拜布正司和按查司,禀告事情的前后经过 斯兜,你犯丧心病吗? 像你这样的做事,在别的总督巡抚面前上 且须可,何况是填宫呢? 第二天早上,宫到衙门时,司长官已 今现在 名片还没有投进去,全衙门已经在传呼宫入内 至填宫朝 男儿坐,脸色铁青,气很盛的在等着他,旁排着司,道以下文武官 原始于人,填宫斜着眼看宫,你管现事儿,做魔 宫答 有事要报告 问,官应在哪? 答,在中目线 又问,交 给魔人 答,险 填宫一声笑,朝着左右看看,天下 有这样去摘印的人吗? 都回答,没有 司马上起向填宫认罪 这是我们平时没有交界,以至有这样狂妄备的官员,请您将知 欲也一起撤职,把他交给我们,让我们严厉审讯他们挡劫派作弊的罪 以警戒其他官员 知欲脱下官帽,向前叩头,大声道,本 应当这样 只是让我讲明一下,我是一个贫寒的书人,因为想谋求一官 半职,所以到河南 我能得到中目线之职,高兴非常,恨能夜久 摆起一仗,即半公事 没有想到一路陷阱,耳闻目睹现在摆信心 目中的印象尽这样好,是大夫对他也是一样,等到他本人,知道他挪用 隐蔽又是这样的缘故 假如大人您已经知道他的情况而命我去,我为 自己孤明钓狱,而空手归,那是我的罪 如果大人您知道他的情况 而命我去,我回向您明这些原因,请示大人的意志,这样或许可以 辜负大人爱财之心以及圣上主张以孝至天下的意志 您是认为,现没有魔可以挨的,那么我再去取应也并持 然,大人员门外 有十名官员,都想求得一个观应而得到,我是魔人,敢为妞您的指 亦呢? 田宫听莫然言 思给宫地眼色叫他退出 知欲也道 谢,走出去 刚走到屋檐外,田宫便面色走下台阶,呼叫知欲,回 宫之内跪下 田宫又招呼他,向前 然后取下自己所佩戴的 珊瑚关戴在宫头上,叹息着,其男子 这顶官帽应该给你戴 没有 你,我几乎错误地撤掉贤官 可惜给皇上的奏章已经送出去,没有办 法 公问,几天? 回答,已经五天,即使快马也追上 公,大人有恩,我能追孩 我轻时能一天走三百,大人 真要追孩奏章,请赐给我一支箭作为信物 田公应允,于是公马 上就走 过五天,奏章追孩 中木献最后太平无事 从此功名闻 天下 在此之前,柴的父亲曾任广东提督,应受三番胁迫,与他们结 蒙 当时柴只有七岁,被作为人质押在吴三贵处 吴王上朝时,柴穿 剑皇夹衫,头戴插有貂蝉的五官帽子是在旁 他清英豪,书完毕,每天与吴王仗下的剑儿学习古秦国,越国作战时所摆的军阵以及职徒 赌跳跃等各种武技 所以他的武艺尤其超人一等 黄平 万思童先声传 清钱大兴 万先生思童字迹也,迎人 高祖表,明都督同之 富泰,明崇祯丙子 举人,顶格后已经十分寿诸子,各明一家 先生其嫂子也,生而闽 书过目望 八岁在客座中被宋养子,法言,中篇诗一字 十四五 曲家所藏书便知,皆得其大义 于摇皇太充裕涌上,先生与凶司大皆失 试之,德文及三世之学,以圣读为主,以圣贤未必可及 事实永上有无 经会,先生最少,欲有一亿,折片言兮之 术法未尝未识文,专义古学 博通诸史,由熟于明代掌顾,自宏武至天启时皆能按诵 上书徐公甘学,文其明朝至之,其传,通考,先生与定焉 会照修,明史,大学士徐熙原文卫总裁,欲建入史局,先申辞 乃言主其家,以堪修为之 原文罢,继之者大学士张公御书,成功停进 上书王公宏旭,皆言请先生有家 先生素以明史自认,又并堂以后设局 分修之师,常曰,习迁,故才既杰出,又臣妇学,故使性而言文 其后 专家之书,才虽歹,由未至如观修者之杂也 譬如入人之事,使而舟 其堂请雁臂,继而知其续产俗,久知其难少常性至刚柔 卿众贤于无,习茶,然后可置其家之事 观修之始,仓足而沉于众人,侠则其才 知以与世之习,是由昭世人而与谋世中之事也 无所以此始局而就管总裁 所者,唯恐众人分操歌,使一代至贤奸之机暗昧而明耳 又曰 使之难言久矣 非是性而言文,其传显 熬,曾拱所积未尽以后 闲尖世纪暗昧而明,由无迁,故知文是也 而在今则是知性由难,盖俗 知偷久矣,好因心,而毁欲随之 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已 旷百之久乎 言语可屈腹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 其传而播之者,为 必皆知道之也,其文而书之者,未必有才别之也 非其事,知其人 而据其表,则无以为信而仍受其往者多矣 无少管于某事,其家有 朝时,无而详之 常由四方,就顾家掌求遗书,拷问往事,旁极 郡志一臣,杂家至传之文,迷往无,而要以时为止归 盖使者 知在其事与言而莫所增逝者也 因其事以考其事,和其言而平心察之,则 其人之本末时得其八九意 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弃,而其 或有所积,则非他疏能俱也 凡时之难详者,无以他疏证之,他疏之 无且者,无以所得于使者才知,虽敢畏惧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 先矣 习人于,宋使,以并其凡无,而无所数将被焉,非之简之为贵也 无恐后之人物薄而之所才,故先为之吉,使之无所取者有可损,而所 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可亦也 见闻一朝无时,也始应有训国出亡之,后人多姓之,先申之断之 曰,子敬尘无水关,无可出之,鬼门亦无其地 尘祖时,称,简 文和宫自焚,上望宫中焉起,即遣中使网旧,至已及,中使出其施于 火中,还白上 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奸也,安肯以后施狂其主 而 清宫之日,中捐平欲为剑文所属意者逐一独考,苟无自焚时据,肯 大之耶 且剑文登集二三,消夺青藩,曾无宽甲,以至燕王称兵犯 却,逼迫自允 即使出亡,亦是是穷尽,未知殉国可忽 由是剑文之 书法遂定 在兜门时余,是大夫就问无须日,每月三会,听讲者常识人 于前使体贯穿经手,指承德师,皆众恳请,知己,正乔诸人能及也 马,班使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知,知己未,得知未 亦,师之未损 先生则曰,使之有表,所以通济传之穷,有其人矣 入济传而表之者,有位入济传而迁以表之者,表而后济传之闻可 故表可非 使而表,非生于使者也 康熙人五四月促,十,所折,代十表,十卷,祭元会考 四卷,妙志图考,四卷,如宗派,八卷,十经考,二卷,皆刊 又有,周正会考,八卷,代载福会考,八卷,宋记忠义,十卷 一试,一卷,更申君一试,一卷,群书一变,十二卷,书学 会编,二十二卷,昆和元考,二卷,和曲考,十二卷,十元诗文 即,二十卷,宇皆未也 甘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照刊定,明史 以王公宏叙使稿位本而增损之,王室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选字,四部从刊,本,前言堂文集 万思痛先生字记也,是迎宪人 他的高祖万表,是明朝的都督同之 父亲万太,是明朝崇祯九的举人 清朝代明以后他把经史之学分别传授 给几个儿子,让他们各自专攻一门 万思童先生是万太的小儿子,生下 就常聪明,书过目望 八岁时曾当客人的面被送杨雄的,法言 全篇差一字 十四五岁时把家的藏书全都拿月,都能会其中的 主要意思 于姚黄宗兮先生住在波,万思童先生与哥哥万思大都拜他为 诗,学到吉山宗周先生的学,就是以圣读为主,认为圣人贤人 的道德学问是能赶得上的 当时波有个五经会,其中万思童先生临罪 小,但每遇到讨中有疑难的地方,他总是几话就能把疑难分析明白 他青少时没有做过八古文,专心学习经史师傅,通小代史书,对明代 的智人物尤其精通,从洪武朝到天启朝的时都十分熟悉 上书徐甘学 听到他的名声,把他请到自己身边 徐甘学撰写,通考,万思童先 申协助家订稿 正逢赵修传,明史,大学是徐元文任总裁,想推荐万思童先申进 入名史馆任职,他急推辞,于是徐元文就聘请他住在自己家,把修订 编撰的是委托给他 徐元文职,继任他职务的大学是张玉书,陈廷靖 上书王洪旭,都聘请万思童先生,接待玉也加优后 万思童先生一向 把撰写明代的史事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后开设使馆,分头修撰而 造成的失误,曾,以前司马迁,班固才能既结出,又既成父辈的学 问,所以叙事详识而语言富有文采 此后史家司传的史书,才学虽然比 上司马迁,班固,但还置于像观修的史书那样杂 修使好比一个人道 别人的家去,开始周熟悉他家的厅堂,请示,坑测和浴室,即而了解 知道他家的积蓄,产业,结合习惯,时间九他家难少性格气质的 刚强柔弱,地位高下和智慧贤于,没有了解和熟悉的 这样以后,才能 才断他们家的事物,像观修的史书,匆忙修成于众人之手,对于修使的 人无暇选择他们才能是否事宜和职事是否熟悉,这就像招呼一个过人 与他商家中的事一样 我所以要辞去民使馆的职务而接受邀请御居于总 才家的原因,只是怕众人分操其事,互相割,使一代的智语变,贤 人与奸贼的事迹昏暗而明霸 他又,史书的难修这种法事由 以酒喝 世纪是祥识而且富于文采,他的传世会广泛的 这酒 是敖,曾拱所讥笑的魏敬以后,贤人与奸贼的世纪之所以昏暗明,是 由于没有司马迁,班故的文采的缘故呢 但是在今天则以祭识的祥识位 难,原因在于苟且马虎的风气有已久,喜欢和讨厌随心所欲,而抨击 何称赞也就跟着,一个人的事迹,由三个人撰写,因而他的传记也 就各相同,何况长达几百的事呢 盐可以歪曲不会编造 事迹可以凭空想象虚构,那些传播盐和事迹的人,一定都是走正道 的君子,那些根据传闻而加以记载的人,未必有辨别判断的 去意 逝世的得失,见别人物的忧从而完整的看到他的外表和内 那么我,认为是事实但别人受他歪曲的只是很多的 我小时候求学于某家,他 家有明代的各朝时,我把他熟而详细 长大后由四方,到旧时官 换人家向人们请求借前朝的书籍文稿,考察和询问往事,广及周宪方 志和各家司传的记载,无在搜考之,但总的还是以实为宗 指,因为时事直接记载事实和言而没有摩增山修士的 根据他所处 的时代考察他的事迹,和对他的言,公平的考察这些言,那么这个 人的身平时末详情十分钟能得到八九分 但誓言的发表或者令有缘 故,事情的开端也许别有其因,而在他传的过程中可能又有变化,那就 非得依据其他书的记载能全部搞清 凡事时中难以求其详情的,我 用别的书做佐证,别的书歪曲失实的,我用从时中得到的才加以判断 虽然感觉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 过去人们对 宋史,已经嫌他繁琐无杂,但我计数的将比他还要增加一倍,这是我 知道简约的可贵,而是恐怕后人求广博而知应该有所剪裁,所以先 走极端,使他们知道我所收取的还有可以删减之处,而我所取的都必定 是真实的世纪语言,从而加可增益 明代剑文帝一朝没有时,也始于是有剑文帝训国出王的法,后人 大都相信 万思同先生直接当地判断,紫禁城没有水关,所以没有 从水关逃出的到,鬼门也没有这个地方 陈祖时,记载,剑文帝 和公自焚,皇上望宫中烟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监前往救火,到那儿已经 即,太监从火中搬出他的尸体,回报告皇上 所谓太监,是陈祖 的太监,怎么肯把剑文帝皇后的尸体欺骗他们的主子 而且清宫的十 后,原先被剑文帝所亲信的宦官嫔妃逐个遭到独行拷问,如果没有自焚的 确实根据,陈祖怎么肯下大肆搜捕的命呢? 而且剑文帝登上皇位的尸 三内,消夺近清藩王的尸,一点也没有宽恕容忍,以至于燕王起兵宫 战京城,自己被迫自尽 即使是逃亡,也是是穷尽,可以称这位殉国吗? 从此,明史,关于剑文帝的记载办法就决定 在经史己,是大夫们没有一天请教,每个月加三次讲解 学问的聚会,听讲者经常有几十个人 他对于前朝史书的体容会贯通时 分熟悉,指点陈述各史的优缺点,都中要害之处,即使是知己,正乔 等史学家都比上他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有表,可,后 汉书,三国志,以下的史书都没有,知己,有表上有益处 无表也尚有损失 万思同先生则,史书的有表,是未贯通本 记,传技术的族,有以写入本记,传载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也 有没有写入本记,传而因史是牵涉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表编成之后 本记,传的文字就可以,所以表在史书中可废除 史书儿 表,是深入研究史的人 万先生康熙四十一世世,想十 他所著述的,代史表,十 卷,纪元会考,四卷,妙制图考,四卷,如宗派,八卷,十经 考,二卷,都可应试 幼者有,周正会考,八卷,代载福会考,八卷, 宋记忠义,十卷,一试,一卷,更申君一试,一卷,群书一遍,十二卷,书学会编,二十二卷, 昆仑和元考,二卷,和,曲考,十二卷,十元诗文集,二十卷,我都没有到,甘初,大学,是张廷玉等奉照定稿刻印,明史,用王洪旭的,明史稿,为基础而加,以增山,王洪旭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万思同先生编撰的, 成价和,相关资源加到我的最爱添加相关资源,登泰山记,清瑶乃,泰山之阳,问水溪,其阴,记水东,阳谷接入问,阴谷接入记,当其难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官封,在长城南十五, 于以甘三十九十二月,自经诗城风雪,齐河,长青,川泰山西,古,月长城之县,至于泰安,是月丁卫,与之府诸孝淳子引游南路登,四十五,到街七十位邓,其集七千有余,泰山镇南面有三谷,中古绕泰, 安城下,立道远所谓环水也,于始寻已入,到少半,月中,复寻西谷,岁至齐滇,古时登山,寻东谷入,到有天门,东谷者,古未知天门西水,于所至也, 经所经中及山顶崖县当道者,也皆为知天门云,到终迷雾,冰,邓几可登, 即祭上,苍山腹雪,明竹天南,望晚日照成锅,问水, 除类如画,而半山居雾待然,雾身会,五谷,宇子引坐日观亭,呆日出,大风阳鸡雪极面,亭东自, 足下皆云满,烧云中白出朴石者,山野,即天云一现色,虚余, 陈五彩,日上镇赤如,下有红光动摇尘之,或曰,此东海也,回世日观, 以西风,或得日,或否,将昊博色,而接楼,亭西有代祠,又有必辖元君祠, 皇帝公在必辖元君祠东,是日,观, 道中时刻,自唐显庆乙,其远古刻静漫师, 辟当道者,皆及往,山多石,少土, 石仓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深石下,皆平顶, 冰雪,无铺水,无鸟寿英机,至日观内无数,而雪与人稀奇, 同城瑶奈记,选字,四部从刊,本,习报宣文集, 泰山的南面,问水向西去,泰山的面,寄水往东去, 山南面的,山谷的水都净问水,山面的山谷的水都注入寄水, 在阳谷和阴谷,分界的地方,是谷长城, 最高的日观峰,位于谷长城南面十五的地方, 我在甘三十九十二月,从京城冒着风雪启程, 经过齐河县,长青,县,穿过泰山西部的山谷, 越过谷长城的界线,抵达泰安府,这个月的, 丁卫那一天,我和知府朱孝春,紫盈,一起从南面山脚登山, 四十五的,山泉是用石板砌成的,台阶有七千多级, 泰山镇南面有三个山谷,中间, 山谷中的水绕过泰安城下,这就是立道远所的,环水, 我们开始顺着,中谷进去,走一小半, 翻过中,再顺着西边的山谷走,就到山顶, 古时候登泰山,沿着东面的山谷进去,上有天门, 东边的那道山谷,谷, 时候把它叫做天门溪水,我们没有到达, 这次经过中道山顶,也有项门, 户一样的山崖横在上,一般人都管它们叫天门, 衣上云雾弥漫,有, 冰狠,时级几乎能攀登, 等到登上山顶,只生青色的山驼着白雪, 明的照耀着南方的天空, 远望夕阳映照下的泰安城, 问水,除赖山如同, 图画一样, 而半山腰停着的云雾像一条带子似的, 雾身这天是月底, 午的时候, 我和子隐一起坐在日观亭上, 等待着, 日出, 大风卷起积雪铺打在脸上, 日观亭东面从脚下起全是弥漫的云雾, 隐隐约约的看到在云雾中有几十颗像白色的头子一样的东西站着, 那是, 一些山峰, 在天的尽头, 云层中有一线奇特的色彩, 片刻之间, 变成雾, 光石色的彩霞, 太阳升起, 颜色纯红像朱砂, 底下有一片晃动的红光托着, 它, 有人, 这就是东海, 回头看日观风一溪的山峰, 有的被日光照着, 有的没有照着, 有的红, 有的白, 颜色挫杂, 都像弯腰驱背的样子, 日观亭的西面有带祠, 还有碧霞园君祠, 皇帝的宫在碧霞园君祠的, 东面, 这天, 观赏沿途的各种时刻, 都是唐高宗显庆间以后的, 那些, 带久远的石刻, 全都磨灭缺损, 偏僻而在边的石刻, 都急, 去看, 太山上石头多, 土少, 石头是青黑色的, 大多方阵有棱角, 很少有, 圆形的, 杂树少, 松树多, 生长在石缝, 都是平顶的, 到处是冰雪, 梅, 有瀑布, 也没有鸟兽的声音和踪迹, 到日观风的脊内没有树, 而积雪深, 到人的膝盖, 同城人摇奈记, 高剑中, 圆随缘君目至名, 青瑶乃, 君前唐缘氏, 惠梅, 自子才, 其是在关, 有名姬矣, 解关后, 坐缘江, 宁溪臣居之, 约随缘, 是称随缘先生, 乃游者云, 祖会诸矣, 考会兵, 书, 附红, 皆以平游墓四方, 君之少也, 未学自成, 二十一, 自前唐至广西, 书赴于巡抚墓中, 巡抚公红一支, 是以同古父, 秀, 圣归, 会开博学红瓷科, 及举君, 十举二百余人, 为君最少, 吉士豹罢, 中甘, 悟武科顺天相逝, 四成尽事, 改述其事, 散管, 又改发江南卫之县, 罪, 后调江宁之县, 江顾巨义, 南志, 使尹文端公卫总督, 罪之君才, 君义, 欲是尽其能, 魔所回避, 事无举义, 继而去执家居, 再起, 发陕西, 辅, 即陕, 遭赴丧归, 终居将, 君本以文章入汉有身, 而呼并外, 即位知县, 这才以, 而是促进, 自陕归, 辅四时, 岁觉亦是幻, 尽其才以为文词歌诗, 足迹造东南山水, 家畜皆变, 其归其幽渺, 亦发于文章, 以字喜其意, 四方式至江南, 必造, 随缘投诗文, 己无虚日, 君缘管花竹水时, 幽深静, 至零剑器具, 皆经, 好, 所以待宾客者甚甚, 与人卷, 人善, 称之容口, 后尽少, 诗文一言之美, 君必能举其词, 为人送焉, 君古文, 四体, 皆能自发其思, 通乎古法, 于位诗, 由纵才所致, 是人心所欲出能达者, 其未达之, 是多仿其体, 故, 随缘诗文集, 上, 自朝廷公卿, 下至世井赴范, 皆知贵重之, 海外求, 有求其输者, 君, 是虽显, 而是位百渝, 及山之, 或文章之名, 盖位有及君也, 君时初, 是位立税, 其考自远县至, 依子少, 无能, 是名, 仿诸也, 皆曰, 无意有少缘之县, 乃大好官也, 靠乃喜, 入官舍, 在江长朝治世, 叶赵世饮酒赴诗, 而犹多鸣记, 江世终以所叛世, 作, 歌曲, 克四方, 君以为足道, 后绝育人数其志云, 君足于嘉庆二十一月十七日, 八十二, 夫人王室吾子, 辅从父弟, 数子通位子, 继儿侧世中世又生子池, 孙儿, 约初, 约喜, 使君葬父母于, 所居小苍山, 宜命以己父, 嘉庆三十二月以卯, 赴葬小苍山穆左, 同, 陈瑶奈以君与先世有交, 而奈居将, 从君游醉久, 君末, 遂未知名曰, 月有其旁, 才博以风, 出可穷, 匪雕而攻, 文士世宗, 明月海邦, 爱, 如其冲, 其产月中, 载官已将, 已已中, 是千童, 明是幽宫, 选字, 四部从刊, 本, 习报宣文集, 元君是前唐人, 明媒, 自子才, 他任职期间, 在官场中有名望正记, 辞官之后, 在江西城修建一个园居柱, 称隋元, 当时人叫他隋元仙, 身, 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字形大小, 祖父明乙, 父亲明兵, 叔父明红, 都, 因为贫困而到各地去档木, 元君少时, 书自学, 有所成就, 二十一, 岁, 从前唐抵达广西, 到巡抚衙门中探望单任幕的叔父, 巡抚洪大人, 一面就觉得他与众同, 叫他写一篇, 同古父, 世事才学, 元君很快就, 完篇, 文词很规, 恰逢博学红瓷科开考, 红旧举荐元君, 当时贡, 举荐二百多人, 元君灵最小, 结果应世宝, 甘三顺天府相试, 考中举人, 第二成为靖世, 改汉愿述其事, 学习其满, 改派到江南, 作县官, 最后调任江宁之县, 江本市大都市, 至, 当时隐文端任, 总督, 最了解元君的才能, 元君也尽自己的能办事, 没有磨碧计, 因, 此办事没有成功的, 久慈官回家, 后再次启用, 被派往陕西, 刚到陕, 西, 因父亲去世而返回, 此后一直居住在江, 元君本英文章出色入选汉院, 也有声望, 但出乎意的被排挤外, 放, 等到坐之线, 显示才能, 却又始终的到升迁, 从陕西回的时候, 刚四十岁, 就断绝做官的头, 把他的全部才华都用到文词诗歌上, 东南地区的山水圣基, 都有他的游宗, 纳归旗, 幽岁旷远, 全都表现, 在诗文之中, 自我一跃, 随心书意, 各的的书人到江南, 都要前往随, 源头赠诗文, 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元君的元管设, 有花, 竹, 水, 石, 幽深镜, 景色秀, 至于建筑, 器具, 也都很精美, 用款带客人的东, 西很丰盛, 元君因情好客, 亦和人交往, 看到别人好的地方, 总要把他, 出, 后辈人的诗文, 即使只有片言之语是美的, 元君也定能举出这, 蝎字, 送给他人听, 元君的古文, 篇文, 都能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通晓古人的作文之法, 至于写作诗歌, 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气功, 一般人心想而难以表述, 的意思, 元君都能表述清楚, 因此许多书人仿效他的尸体, 所以, 随缘, 诗文集, 从朝廷达官到市井小民, 都懂得贵重他, 海外求国, 也有人, 寻取这部书, 元君是幻虽显赫, 然而时认为, 一百多的, 充分想, 受删的去, 获得文章的盛名, 恐怕没有急得上元君的, 元君刚入仕途的时候, 曾任立水县, 他的父亲从远方到立水县衙, 所在的, 怀疑儿子亲, 缺乏智的能, 曾隐瞒自己的姓名到民间查访, 大家都, 我们县亲的元之县, 真正是个好官啊, 元君的父亲这才, 高兴的进县衙, 在担任江宁之县的时候, 曾经早晨至政务, 晚上邀集, 书人一起饮酒赋诗, 著名的义士多, 江的茂场所中, 有人把元君, 所审的案件, 编尾歌曲, 堪克播四方, 元君认为这些值得一谈, 后, 决议要别人计数他做官制, 的成绩, 元君于嘉庆二十一月十七日谢氏, 享八十二岁, 夫人姓王, 没有, 生子, 抚养堂帝元树的儿子, 元通作为自己的儿子, 九, 偏房中世又生, 儿子名叫元池, 有个孙子, 一个叫元初, 一个叫元喜, 元仙, 元君把他, 的父母安葬在住的小苍山的面, 下遗嘱将自己与父母合葬, 嘉庆三, 十二月以某这一天, 元君安葬在小苍山父母墓地的左侧, 因为元君与统臣, 仁姚奈的先辈有交易, 而姚奈又住在江宁, 与元君往时间最长, 元君去, 是, 于是为他写一篇名文, 高德少, 学广博, 著作丰硕, 才思无, 穷, 是雕琢, 自然而攻, 文是宗法, 明波海外, 和蔼可清, 清虚淡薄, 身于悦的, 为官兵将, 幽中, 带桶木, 世卫名文, 克此幽宫, 高建宗, 哀言传闻, 清汪中, 甘三十五十二月以某, 宜真言传火, 坏传百有三十, 焚集死者, 千佑四百, 世时言刚皆直达, 东自泰州, 西集于汉阳, 转运半天下烟, 为, 一真挽其口, 墙壁空, 树江儿, 望之隐尘,